苗巨,难得而至,自上古不属为人。 经汉行数千里与之真利,则人马罢伐,鲁以权至其弊,此为道也。 不如和亲,群臣义者多富安国。 于是尚许和亲。 圆光元年,丁卫,公元前134年。 伊东,11月,初令郡国举校连各艺人,从董仲书之演也。 二位为李广卫萧齐将军,屯云忠,中卫臣布什为车齐将军,屯燕门。 六月,把广与布什具以鞭太守江兵,有名当时。 广兴吾不武,行臣,就善水草舍制。 人人自辩,不及雕斗以自卫,莫辅审约文书,然亦远斥后,未尝遇害。 臣布什正布区,行武,迎臣,即雕斗,势力至君不致名,君不得修习,然亦未尝遇害。 布什曰,李广君及简义,然鲁促犯之,无以尽也。 而其士族亦亦乐,贤乐未知死。 我君虽烦扰,然鲁亦不得犯我。 然匈奴为李广之略,士族亦多乐从李广而苦臣布什。 陈光曰,义,曰,施出以律,否赃凶,言致重而不用法,无不凶也。 李广之将,使人人自辩。 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违法。 何则? 其记者难也,旷语之病时而未江呼。 夫小人之情,乐于安四而昧于尽或,比记已成布时未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愁其上而不服。 然则简义之害,非图广均无以尽卤之仓族而以也。 故曰,兵士以言中,未将者,一言而以矣。 然则孝晨不识,虽无功,犹不败,孝吏广,先不负亡灾。 三下,四月,赦天下。 四五月,赵举贤良,文学,尚清策之。 四七八月,日下more。 四七八月, Nach下山。 赵举贤赤良,赵举贤赤 efendim啊。 三下,四月,赵举贤 vantage。 三下八月,花魁等格如安 Dingen匹율或可御汇效。 五秋 七月 鬼魏 日有十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十七汉纪九资质通简 卷十八汉纪十卷十九汉纪十一 姐妹计划 数据像 起着庸滩 静柔罩直徐 凡九年 是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圆光二年 悟生 公元前一三三年 圆光一冬 十月上行信雍 祠五制 章 李宗 十月上行信雍祠五制 二李少君以慈造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身则侯舍人,逆其年及其生长,其有以方便诸侯,无妻子。 人闻其能使物即不死,更愧疑之,长于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至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仁,月姓,真是之。 少君善未巧发其中,长从五安侯隐,座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舍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拾其处,一座镜金。 少君言上曰,慈造则智物,智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寿可义,蓬来先者可见,见之,以风缠则不死,皇帝是也。 尘长有海上,见安齐生,时尘早,带如瓜。 安齐生先者,通蓬来中,何则见人,不何则隐。 于是天子使清辞造,浅方是入海囚蓬来安齐生之属,而是化丹沙朱要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海上宴,其怪于之方是多更来言神事矣。 三伯仁六记奏慈太一 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义左曰五帝,于是天子立其此长安东南交。 四燕门马亦豪涅一,因大行王辉言,匈奴出和亲,亲信边,可又以利致之,伏兵袭吉,必破之道也,上诏问公亲。 王辉约,陈文全代之时,北有墙湖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燃上的养老,长幼,种树以时,苍领长石,匈奴不亲亲也。 今以陛下之威,海内唯一,燃凶奴亲道不以者,无他,以不孔之故而。 臣妾以为吉之便。 韩安国曰,陈文高皇帝常为于平臣,七日不时,即解为反位,而无愤怒之心。 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思怒伤天下之功,故遣留尽结和亲,至今为无势力。 臣妾以为物即便。 徽约,不然,高帝生被兼职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臣之愿者,非利不能,所以修天下之心也。 经边境数经,士族伤死,中国汇车相望,此人人之所应也。 故约吉之便。 安国曰,不然,陈文用兵者以保待机,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不接兵负重,罚国堕臣,常作而异敌国,此胜人之兵也。 经将卷甲车,身入长驱,难以为公,从行则破斜,横行则终绝,急则良法,徐则厚立,不至千里,人马法实。 兵法,约,疑人,或也,臣故约物即便。 徽约,不然。 臣经言及之者,故非发而身入也。 将顺因缠于之欲,幼儿至之边,无选消其,壮士因福而处以为之辈,审遮贤祖以为其解。 无事已定,或因其左,或因其右,或当其前,或绝其后,缠于可情,百全必取。 尚从辉意 下,六月,以御使大夫韩安国卫护军将军,卫卫李广卫萧齐将军,太蒲公孙贺卫轻车将军,大行王辉卫江屯将军,太中大夫李席卫财官将军,江车齐,财官三十余万亿马亿旁古中,约缠于入马亿纵兵。 因使涅衣未兼,王辱区奴,未缠于曰,无能斩马亿令,臣,以臣将,财物可尽得,丹于爱信,以为然而许之。 涅衣乃炸斩死罪求,献其投马亿臣下,是缠于使者未信,曰,马亿长力以死,可及来,于是缠于川赛,将十万其入五周赛。 位置马亿百余里,见处不也而无人目者,怪之。 乃宫廷,得燕门未使,欲杀之,未使乃告禅于汉兵所居。 禅于大京曰,无故遗之,乃隐兵还,出曰,无得未使,天也,以未使为天王。 塞下传言禅于已去,汉兵追至塞,杜福吉,乃皆罢兵。 王辉主别从代出几乎资众,闻禅于还,兵多,亦不敢出。 上怒辉。 辉曰,使,曰为入马亿臣,兵与禅于皆,而臣及其资众,可得利。 金蝉于不治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只取如。 故知还而斩,然完毕下是三万人。 于是下徽庭位。 庭位当,徽窦饶,当斩,徽行千金陈相坟,坟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辉守卫马亦是,经不成而诸徽, 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焚言告上。 上曰,守卫马亦是者徽,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 且纵禅于不可得,徽所不及其资众,有颇可得以为世代复兴。 经不诸徽,无以谢天下。 于是徽闻,乃自杀。 自逝之后,匈奴绝和亲,功当禄塞,往往入道于汉边,不可胜数,燃上贪乐官室,是汉财物,汉义官室不绝,以终其矣。 原光三年,即有,公元前一三二年。 一春,河水洗,从顿秋东南流。 下,五月,丙子,赴绝浦阳护兹,住巨也,通淮,四,范郡十六。 天子使吉岸,正当时发促十万塞之,折腹坏。 事时,填焚凤一时书,书居河北,河绝而南,则书无水灾,亦收多。 焚言于上曰,将,何之绝皆天事,为亦以人力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忘弃用术者亦以为然。 于是天子久之不复是塞也。 二初,孝景时,为其侯斗英卫大将军,五安侯田坟乃为诸郎,是久贵岂如子之。 以儿坟日益贵姓,为丞相。 为其失事,宾客一衰,独顾艳香引因冠夫不去。 因乃后玉夫,香味引重,其犹如妇子然。 夫为人刚直,使久,诸有事在己之幼者必灵之,数英九五丞相。 丞相乃奏案,冠夫家属横引川,名苦之,收戏夫及之属,皆得弃是罪。 卫其上书论旧冠夫,上令与五安东朝廷辩之。 卫其,五安因互相抵截。 上问朝臣,两人熟事,为吉岸是卫其,韩安国两已为事,正当时是卫其,后不敢奸。 上怒当时曰,吾病斩若书以,即罢。 起,入。 上时太后,太后怒不时,曰,今我在也,而人皆即无地,令我百岁后,皆于肉之乎,上不得已,岁足冠夫,使有司暗至为其,得弃是罪。 原光四年,更须,公元前一三一年。 一冬,十二月会,论杀未其余未成。 春,三月,以卯,五安侯焚一轰。 即淮南王安拜,上闻焚寿安京,有不顺语,曰,使五安侯载者,足矣。 五安侯焚一轰。 二夏 四月 允霜杀草 二夏 四月 允霜杀草 二夏 四月 允霜杀草 辞合育则为丞相 安国并免 OK 四地震 射天下 五九月 以中卫张欧为御史大夫 韩安国吉月 复位中卫 六合坚王德 修学好古 时事求是 以经博招求四方善书 得书多 与汉朝等 事实 淮南王安一好书 所招至绿多伏便 献王所得书 接古文 先秦旧书 彩礼乐古事 稍稍增及至五百余篇 被俘 造次碧于儒者 山东诸如多丛之游 圆光五年 辛亥 公元前130年 炙灭 灭 黄金 韩元前 门 一冬 十月 何坚王来朝 献雅乐 对三雍公及赵策所问三十余事 其对 推道术而言 的事之中 文曰指明 天子夏泰勒官常存亦何坚王所献雅身 岁时已备数 然不常欲也 春 真月 何坚王兽 中卫常立以文 曰 王身端行至 温人恭俭 赌敬爱下 明知深茶 惠于官寡 大行令奏 侍法 聪明锐之曰献 誓曰献王 班固赞曰 习鲁哀公有言 寡人身于生公之中 常于妇人之首 未尝之忧 未尝之巨 信哉思言也 虽欲不为王 不可得已 世故古人以燕安慰震独 无德而富贵为之不幸 汉兴 至于孝平 诸侯亡以百数 律多交淫师道 何则 神匿放字之中 居是史然也 自凡人游戏于习俗 而旷哀公之轮乎 夫为大雅 卓尔不群 何坚献王靖之矣 二初 王辉之讨冬月夜 史帆阳令堂蒙封小南月 南月时蒙已属沟匠 蒙问所从来 曰 到西北桑柯江 桑柯江广述树里 初帆于陈下 蒙归至长安 问属古人 古人曰 独属出沟匠 多持窃出世夜郎 夜郎者 林桑柯江 江广百余部 足以行传 南月以财物亦属夜郎 西智同师 然亦不能成时也 蒙乃尚书说上曰 南月望黄屋左道 的东西万余里 名为外臣 十亿周主也 今以长沙 欲张网 水道多绝 南行 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 福传赃柯江 出其不意 此至悦意其也 成以汉之强 八 属之饶 通夜郎到位致力 圣义 尚许之 乃拜蒙为中郎江 江千人 十众万余人 从八 属着关入 遂见夜郎侯多同 蒙后赐 欲以威德 约为智利 使其子卫令 夜郎旁小义皆贪汉增伯 以为汉道险 终不能有也 乃且听蒙曰 海报 尚以为监卫郡 发八 属促至道 自博道指赃柯江 作者数万人 士族多悟故 有逃亡者 用军心法诸齐取律 八 属明大惊恐 尚文之 使司马相如则唐蒙等 应预告八 属明已非尚义 相如海报 寺石 穷 琢 琢之君常 闻难以语汉通 得赏赐多 多欲愿为内臣妾 请立彼难以 天子问相如 穷 琢 卓 染芒者尽数 道意亦通 秦石常通 为俊献 致汉心而罢 京臣妇通 为致俊献 悦于难以 天子以为然 乃拜相如魏中郎江 见节往始 吉父始等臣传 因八 属立必悟以陆西夷 穷 琢 染芒 思虞之君皆请卫内臣 除边关 关亦赤 西至魅 若水 南至脏柯未角 通陵关道 乔孙水已通穷都 为致义都为 石余献 数数 天子大说 三兆发簇万人至燕门祖险 三兆发簇万人至宽 三兆发簇万人至审设 三兆发簇万人至审计 三兆发簇万人至审计 四秋,七月,大风拔木。 五女巫楚福等教成皇后慈祭艳盛, 邪妇人媚道, 视觉,上史玉使张汤穷智之。 汤身敬党羽, 相连吉诸者三百余人, 楚福消守于世。 以四, 赐皇后侧, 收其喜寿, 罢退, 居长门宫。 窦太主残聚, 姬嗓卸上。 上曰, 皇后所为不诡于大义, 不得不废。 主当信道以自卫, 勿受妄言以身贤聚。 供奉如法, 长门无意上宫也。 六初, 上常至九斗太主家, 主见所姓卖诸而懂眼, 上次之衣冠, 尊而不明, 称为, 主人翁, 使之是尹, 游士董君贵宠, 天下莫不闻。 常从游戏北宫, 池竹平乐, 官姬, 居之慧, 角狗, 马之族, 上大欢乐之。 尚未斗太主至九宣誓, 使业者引内懂君。 事时, 中郎东方朔碧己殿下, 辟己而前曰, 董眼有斩罪三, 安德入乎, 上曰, 何谓也, 朔曰, 远以仁臣思是公主, 其罪一也。 拜男女之化, 而乱婚姻之礼, 商王志, 其罪二也。 陛下赋于春秋, 方姬思于六经, 免不尊经劝学, 反以弥利为佑, 奢侈为物, 尽狗马之乐, 吉尔木之欲, 是乃国家之大贼, 仁主之大欲, 其罪三也。 尚漠然不应, 梁九曰, 无业以赦隐, 后而自改, 朔曰, 夫宣侍者, 先帝之正处也, 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 故淫乱之见, 其便未窜。 是以树雕为银而一牙作患, 庆父死而鲁国权。 尚曰, 善, 有赵旨, 更至九北宫, 引董军从东司马门入, 四朔黄金三十斤。 董军之宠游逝日衰。 事后, 公主, 贵人多于礼质矣。 七尚以张汤为太宗大夫, 宇赵宇共定诸律令, 物在申闻。 居守之之力, 作剑之法, 立传相兼私。 用法译刻字此时。 八八月, 明。 九四岁, 真立明有名当事之物, 习先生之术者, 献赐叙实, 令语记邪。 资川人公孙宏对策曰。 资川人公孙宏对策曰。 成文上古谣, 顺之时, 不贵决赏而名劝善, 不重刑罚而名不犯, 功律以正则欲名姓也, 莫是贵决后赏而名不劝, 身行重罚而兼不止, 其上不正, 欲名不姓也。 夫后赏重刑, 为足以劝善而尽非, 必姓而以矣。 事故应能认官, 则分执智, 去无用之言, 则事情得, 不作无用之气, 则复脸神, 不夺名识, 不防名利, 则百姓复, 有得者净, 无得者退, 则朝廷尊, 有功者上, 无功者下, 则群臣军, 罚当罪, 则奸邪止, 赏当贤, 则臣下劝。 凡此八者, 智之本也。 顾名者, 业之则不争, 理得则不怨, 有理则不报, 爱之则轻上, 此有天下之己者也。 礼义者, 明之所福也, 而赏罚顺之, 则明不犯敬意。 字幕君录音, 虚磨具灵, 卒谐渠道章的美容。 我用巧克力工具匙, 封面对象律, 更后, 则明不笨, 要改善行动。 请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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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卓宏对位第一 卫博士 呆照金马门 其人缘故 年九十余 亦以贤良真 公孙宏则木儿是故 故曰 公孙子 物正学以言 无屈学以阿世 诸如多吉悔故者 故遂以老爸归 世日八 属四郡三通西南夷 千与李树转相相 树岁 道不通 世霸恶 李属诗死者 盛众 伊南夷 树反 发兵心急 废以巨万计而无功 上唤之 照使公孙宏 世焉 还奏事 甚悔西南 宜魔所用 上不听 宏美朝会 开成其端 使人主自责 不肯面折停针 于是上查其行圣后 辩论有余 习文法立誓 原誓已如数 大说之 一岁中迁至左内誓 宏奏事 有不可 不停辩 常语及案请间 案先发之 宏推其后 天子常说 所言皆听 以此日亦轻贵 宏常语公轻约 亦 至上前 皆备其约 以顺上指 即案停结红约 其人多诈而无情时 使与臣等见此意 经皆备之 不忠 上问红 红谢约 夫知臣者 以臣位忠 不知臣者 以臣位不忠 上然红言 左右姓陈美 悔红 上亿后 遇之 原光六年 人子 公元前 一二九年 一东 初算商车 二大司农镇当时言 川卫卫渠 夏至河 曹关东宿 敬意 又可以盖 渠下明田 万余寝 春 照发促数万人 川渠 如当时策 三岁儿通 仍以为辩 三凶奴 入上谷 杀略立民 杀略立民 浅车其将军 魏清出上谷 其将军公孙敖出代 清车将军公孙敖出云中 萧齐将军李广出燕门 各万旗 及胡官侍下 魏清至隆臣 的胡守鲁七百人 公孙敖无所得 公孙敖为胡所败 王七千旗 李广义为胡所败 胡生的广 至两马间 落而胜卧 行驶于李 广阳死 赞藤而上胡而马上 夺其功 鞭马难持 碎得托归 汉下敖 广力 当斩 赎未庶人 为清赐绝观内侯 清虽出于奴鲁 燃善其设 财力绝人 御世代福以礼 与世族有恩 众乐未用 有将率财 故每出者有功 天下有此福上 知之人 四下 大汉 黄 五六月 上行信雍 六秋 匈奴树道边 于阳游圣 以为为韩安国 为财官将军 屯于阳 元朔元年 鬼丑 公元前一二八年 一东 十一月 赵曰 镇申赵直市 新莲举校 树鸡成风 少修盛序 夫时事之义 必有忠信 三人并行 绝有我师 经获至何俊 而不见义人 事话不下揪 而畸行之君子 拥于上闻也 且尽贤受上赏 必贤蒙贤露 古之道也 其义两千十 不举者罪 有思奏 不举效 不奉照 当以不敬论 不察连 不胜任也 当免 奏可 二十二月 江都一王 飞鸿 三皇子巨身 为夫人之子也 三月 甲子 立位夫人 为皇后 设天下 四秋 匈奴二万骑入汉 杀辽西太守 略二千余人 为韩安国弊 又入于阳 燕门 各杀略千余人 安国义东喜 屯北平 数月 并死 天子乃父赵 李广 拜位 又北平 太守 匈奴 号曰 汉之 非将军 必知 数岁 不敢 入又 北平 武车 将军 为清江三万骑出燕门 将军 李席 初代 清斩首 鲁树千人 六东 一会军 南旅等共二十八万人将 为沧海郡 人途之费 拟于南一 燕 其之间 迷然骚动 七十岁 鲁共王鱼 长沙定王发 接轰 巴林资人 主赴眼 延安 吴中人 徐乐 接上书 延世 黑 乌延安 鲁共王鱼 正石 点目 鲁共王鱼 公园 brethren 鲁共王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 应 周 故福成都 情授处之 不属为人 夫与不关于 下 应 周之流 而下寻尽氏之师 此臣之所大忧 百姓之所极苦也 延安尚书曰 今天下人名 用才齿米 车马 依求 公事 接近修士 调五身时有节足 杂五色时有文章 众五味方丈于前 以关于天下 比明之情 见美则愿之 是教明以齿也 齿而无节 则不可善 名离本儿 角莫矣 莫不可图的 故近身者不但畏诈 待见者夸杀人 以角夺 而是不知愧 是以犯法者众 臣愿为明制度 以防其淫 使贫富不相要 以和其心 心制定 则到贼消 行法少 阴阳和 万物翻野 习秦王亦广心意 欲威海外 使蒙田将兵 以北宫湖 又使未屠虽 江楼传之事 以宫月 当事时 秦获北购于湖 南挂于月 宿兵于无用之地 进而不得退 行时于年 丁南背甲 丁女转书 苦不聊生 自今于道数 死者相忘 及秦皇帝崩 天下大叛 灭世绝四 穷兵之祸也 故周师之弱 秦师之强 不变之幻也 经训西夷 朝夜狼 将枪 伯 略惠周 建臣义 深入匈奴 凡其龙臣 义者美之 死人臣之力 非天下之长策也 徐勒尚书曰 陈文天下之患 在于土崩 不再瓦解 古今一夜 何谓土崩 秦之末世事也 臣设无千臣之尊 将土之地 身非王公 大人 民族之后 相取之欲 非有孔 曾 末子之贤 桃朱 依顿之父也 然起穷相 奋及经 偏袒大呼 天下从风 此其故何也 由民困而主不续 下怨而尚不知 俗已乱而正不休 此三者 陈设之所以为资也 此之为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谓瓦解 吴 楚 其 赵之兵 是也 七国谋 为大逆 浩皆称万臣之君 代甲数十万 威族已延其境内 才足已劝其市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而身为情于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 非全清于匹夫 而兵若于陈舍也 当世之时 先帝之得为衰 而安徒勒俗之民众 故诸侯无境外之柱 此之为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再瓦解 此二体者 安危之民要 显主之意留意而生茶也 奸者 观东吴古树不登 年岁未富 明多穷困 众之以边境之事 推树寻礼而观之 明已有不安其处者 以 不安 故意动 意动者 土崩之事也 故显主独观万化之源 明于安危之机 修之庙堂之上 而消未行之幻也 其要其使天下 无土崩之事而已 书奏 天子召见三人 未曰 功等皆安在 和相见之晚也 皆拜未郎中 主父眼由清姓 一岁中凡四千 未中代夫 大臣未其口 路一类千金 或未掩曰 太狠以 衍曰 无声不五顶时 死即五顶烹尔 元朔二年 甲银 公元前一二七年 一东 四淮南王藏 五朝 二主父眼说上约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 强弱之行 异智 经诸侯或连城述时 地方千里 缓则交涉 亦未淫乱 即则阻其强而何从已逆经师 以法歌消之 则逆结蒙起 前日朝错事也 经诸侯子弟或时数 而是四代曆 鱼虽骨肉 无耻的之风 则仁孝之道不宣 愿陛下令诸侯的推恩分子弟 以帝侯之 彼仁仁喜的所愿 上已得失 十分其国 不消而稍若已 上从之 春 真月 照曰 诸侯王或欲推思恩分子弟 一者 令各条上 正且临定其好名 于是翻国十分 而子弟必侯已 三凶奴入上谷 鱼羊 杀掠利明迁鱼人 浅未卿 礼席出云中 以西至隆西 集湖之楼帆 白羊王于河南 得湖首鲁树千 牛羊百于万 走白羊 楼帆王 遂取河南帝 照封清为长平侯 清孝为苏建 张次公皆有公 封建为平林侯 次公为岸头侯 主父眼言 河南的肥饶 外祖和 蒙田成之以竹匈奴 内省转书树曹 广中国 灭胡之本也 上下公轻易 皆言不辩 上境用演技 立朔方郡 史苏建兴 十余万人 驻朔方臣 赴善故秦 石蒙田所为塞 因何未故 转曹甚远 自山东贤 被其劳 废数十百巨万 辅库病虚 汉意气上骨支豆皮线造阳的以语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三月 以害会 日有时之 五下 慕名喜朔方 十万口 六主妇演说上约 茂林出力 天下豪杰 并肩之家 乱众之名 皆可喜茂林 内食经师 外消奸华 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上从之 喜郡国豪杰 集资三百万以上于茂林 三百万以上于茂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将军魏严 郭姐家平 不忠喜 上约 姐 不依 全治使将军魏严 此其家不平 促喜姐家 姐平生涯自杀人 慎重 上文之 下力不至姐 所杀皆在涉前 至有如生事使者作 客欲郭姐 申约 姐专以兼犯功法 何未嫌 姐客文 杀此身 断其蛇 立以此则解 解时不知杀者 杀者亦敬绝 莫知为谁 立奏解无罪 公孙红一曰 解 不依 未认侠行权 以牙自杀人 解虽服之 此罪胜于解杀之 当大逆无道 碎足锅解 碎足锅解 班固 班固曰 古者天子建国 诸侯立家 自清代府已至于庶人 各有等差 是以名服侍其上 而下无济于 周氏继为 李月 真伐自诸侯出 还文之后 代府侍权 陪臣执命 林一致于战国 何从连衡 咒是列国公子 为人姓林 赵有平原 岂有梦长 楚有春生 皆及王公之事 敬畏游侠 鸡鸣苟道 无不兵礼 而赵相于卿 弃国捐军 以周穷交为其之恶 姓林无忌 切服较命 陆江专师 以赴平原之急 皆以取众诸侯 显明天下 二万儿游谈者 以四豪为撑手 于是被公死党之一臣 守之奉上之一费矣 即至汉兴 竟往疏阔 为之匡改也 是故代乡 乘兮从车迁臣 而无弊 淮南皆招刻以迁数 外妻大臣为其 武安之属 敬竹于京师 不依犹辖巨梦 郭姐之徒 持物于严驴 全行周遇 立折功侯 众树荣其名姬 寄而目之 虽其献于行辟 自语杀身成名 若记录 愁目 死而不悔 故曾子曰 上师其道 明散久矣 非明王在上 是之以好物 其之以礼法 明何由之敬而反正乎 古之正法 五伯 三王之罪人也 而六伯 五伯之罪人也 夫四好者 又六伯之罪人也 旷于郭姐之轮 以匹夫之戏 妾杀身之权 其罪已不容于诸以 观其温良犯爱 正穷周疾 千退步伐 亦皆有决意之姿 习乎 不入于道德 苟放纵于墨留 杀身王宗 非不幸也 寻月论曰 事有三游 得知贼也 一约游侠 二约游睡 三约游行 利器事 作威福 劫思交以力强于试者 为之游侠 试辩词 设诈谋 持足于天下 以要识试者 为之游睡 色取人以何时好 连党类 利须欲以为权力者 为之游行 此三者 乱之所游身也 伤到害得 拜法或是 先旺之所胜也 国有四名 各修其业 不由四名之业者 为之渐明 渐明不深 王道乃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凡此三游之作 生于济世 周 情之莫游甚焉 上不明 下不正 制度不利 刚计持废 以悔欲未荣辱 不合其真 以爱增未利害 不论其时 以喜怒未赏罚 不查其理 上下相貌 万事乖存 是以言论者 既伯厚而吐辞 选举者度 轻疏而举弊 善恶谬于众生 公罪乱于枉法 然则利不可以意求 害不可以道弊也 是以君子犯理 小人犯法 奔走迟程 月之见度 是华费时 尽去实力 减父兄之尊 而重宾客之力 饱骨肉之恩 而赌朋友之爱 望修身之道 而求众人之欲 割衣时之夜 以功享宴之好 包居营于门庭 聘问交于道路 书记凡于公文 私物重于官室 于是流俗成 而正道坏已 是以圣王在上 经国序名 正其制度 善恶要于公罪 而不淫于毁欲 听其言而择其事 举其名而指其时 故事不应其身者位之需 情不负其貌者位之谓 毁欲施其真者位之污 言是施其类者位之枉 虚伪之行不得赦 污枉之词不得行 有罪恶者无侥幸 无罪过者不忧据 请夜魔所行 获入魔所用 习华文 去福祠 敬违辩 绝阴智 放百家之纷乱 依圣人之智道 养之以仁慧 文之以礼悦 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七燕王定国 与傅康王姬 夺第七位姬 沙肥如令隐人 隐人兄弟上书告知 主父眼从中发其事 公卿请诸定国 上许之 定国自杀 国除 齐立王赐昌义 与其姐祭翁主通 主父眼欲 那其女于其王 其祭太后不许 眼应言于上约 其林资十万户 是租千金 人众应付 聚于长安 非天子亲帝 爱子 不得望此 经其王于清属一书 又闻与其解乱 请置之 于是地拜眼为其相 且震其事 眼至其 吉至王后 功患者 此吉王 王具 隐要自杀 眼少时 由其吉宴 照吉贵 连拜宴 其 赵王彭祖 上书 告主父眼寿 诸侯经 以故诸侯子弟 多以的封者 及其王自杀 上文 大怒 以为眼节 其王令自杀 乃真下力 眼福寿 诸侯经 时不节 王令自杀 上欲 悟诸 公孙 红曰 其王自杀 无后 国除魏 郡入汉 主父眼本守恶 陛下不诸眼 无以谢天下 乃遂族 主父眼 八章欧勉 上欲 以了侯 孔赃 魏 玉使 大夫 桑辞曰 陈氏 以经学魏业 其魏太长 典臣家 业 与从帝是中安国 刚纪古训 使永垂来寺 尚乃以赃位太长 其礼赐如三公 元朔三年 以卯 公元前126年 伊东 匈奴君臣缠于死 其地左骨黎王一致 协自立位 禅于 攻破君臣禅于太子 于丹 于丹 王将汉 二 以公孙洪 魏 玉使 大夫 事实 方通西南移 东至沧海 北驻朔方之郡 公孙洪 宗宿建 以为霸必 中国以奉无用之地 愿霸之 天子使诸买成 等难以至 朔方之便 八十策 洪不得一 洪乃谢约 山东彼人 不知其便若是 愿霸西南移 沧海而专奉朔方 尚乃许之 春 霸沧海郡 红卫不备 食不重肉 吉岸曰 红卫在三宫 奉禄甚多 然卫不备 死诈也 上问红 红谢曰 有之 夫九卿尘善者 无过岸 然今日亭 结红 臣中红之病 夫以三宫 为不备 与小利无差 臣是诈 欲以调名 如极岸言 且无极岸中 陛下安得闻此言 天子已为谦让 欲意后知 三三月 射天下 四下 四下 四月 丙子 封匈奴太子于单位 设安侯 数月而簇 五出 匈奴将者言 越是故居敦煌 其连间 为强国 匈奴冒盾攻破之 老上蝉鱼杀越是王 以其头为引气 于众顿逃远去 愿匈奴 无语共及之 上目能通使越是者 汉中张千以狼应目 出龙溪 进匈奴中 蝉鱼得之 留千十余岁 千的奸王 向越是溪走 数十日 至大碗 大碗闻汉之饶财 欲通不得 见迁 喜 未发倒异抵抗居 传至大跃士 大跃士太子魏王 济及大下 分其地而居之 得肥饶 少寇 疏无报复之心 千流岁于 竟不能得跃士要领 乃孩 并南山 欲从枪中归 父位匈奴所得 流岁于 会医治 协族渔丹 匈奴国内乱 千乃宇唐义士 奴甘父逃归 上拜千位太中 大夫 甘父未奉使君 千出行十百余人 去十三岁 为二人的孩 六匈奴数万骑入赛 杀代俊太守宫 即掠千余人 七六月 庚武 皇太后崩 八丘 霸西 宇 独治南 宇 夜狼两线 亦都为 稍令监卫自保救 专利陈朔芳 九匈奴又入燕门 杀掠千余人 十四岁 中大夫张汤卫廷尾 汤卫人多诈 武智以御人 时尚方向文学 汤阳福墓 是董仲书 公孙宏等 以千尘而宽慰奏艳怨 以古法义决一语 所至 即上亦所欲罪 与奸 使身或者 即上亦所欲事 与奸 使清平者 上游是悦之 汤于故人子弟调户之游后 其造请诸公 不必寒暑 是以汤虽闻生 亦计 不专凭 然得此生欲 即按数职则汤于上前约 公为正卿 上不能包先帝之公业 下不能亦天下之邪心 安国复明 使灵与空虚 和空取高皇帝 约数分更之为 而公以此五种意 按时与汤论意 汤便常在文身小科 按抗力守高 不能驱 奋发 骂曰 天下为刀比利 不可以为公亲 果然 避汤也 令天下众足而立 侧目而适宜 原硕四年 秉承 公元前一二五年 秉承 秉承 上行性肝拳 秉承 二下,匈奴入带郡,定香,上郡,各三万旗,杀掠数千人。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十八汉纪十字字通简。 卷十九汉纪十一卷二十汉纪十二。 姐妹计划,数据像。 起墙与大荒落,竞悬一烟茂,凡六年。 是宗孝五皇帝忠之上。 元硕五年,丁四,公元前一二四年。 一东,十一月,乙丑,薛泽勉。 乙公孙红卫成相,封平金侯。 丁相丰侯自宏室。 丁相丰侯自宏室。 美朝静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亿史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 红长奏言,使贼阔弩,百力不赶钱。 请进名无的邪功弩,便。 上下其意。 是宗吴秋寿王队曰,成文古者作武兵,非以相害,以尽暴讨邪也。 情间天下,萧甲兵,折锋刃,其后名以幽除,垂挺相踏击,犯法资重,道贼不胜,促以乱亡。 故圣王悟叫化而沈进房,知其不足事也。 礼约,男子申,桑胡,彭史以举之,明是有事也。 大赦之礼,自天子将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于文圣王和赦以明教义,为文公使之为敬也。 且所为敬者,为盗贼之以公夺也,公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众诛,故不必也。 陈孔邪人邪之而立不能止,良民以自卑而抵法尽,是善贼威而夺名就也。 妾以为大不便。 书奏,上以南红,红屈拂烟。 红杏一纪,外宽内身。 朱长与红有戏,无尽远,虽阳与善,后尽报其果。 董众书为人连职,以红未从于,红即之。 焦西王端焦字,术犯法,所杀伤两千十胜众。 红乃见众书为焦西乡,众书以并免。 即暗常悔如,面处红,红玉珠之以示,乃言上曰,幼内使戒不忠多贵臣,宗室,难致,非宿众臣不能认,请喜暗卫幼内使,上从之。 二春,大汗。 三胸奴又闲王竖起来。 天子令车骑将军清江三万骑出高阙,魏魏苏建魏游及将军,左内使李举魏强弩将军,太蒲公孙贺卫其将军,代香李菜魏轻车将军,接领蜀车骑将军,拒出朔方,大行李席,暗投侯张次公卫将军,拒出右北平,凡时余万人,及匈奴。 幼贤王已为汉兵远,不能致,饮酒,醉。 魏卿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致,为幼贤王。 幼贤王今夜逃,读语壮奇数百池,溃为北去。 的幼贤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处数十百万,于是隐兵而骇。 智赛,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应,集军中拜位亲卫大将军,朱赛。 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应,集军中拜位亲卫大将军,朱赛。 将皆属焉。 下,四月,以为,负义封清八千七百户,封清三子抗,不宜,登皆为列侯。 亲故谢曰,陈姓的呆醉行间,赖陛下神灵,君大劫,皆诸孝未立战之功也。 陈下姓以一封陈清,陈清子在强宝中,未有勤劳,上列的封为三侯,非臣呆醉行间所以劝是立战之意也。 天子曰,我非望诸孝未公也,乃丰护君都为公孙敖为何其侯,都为寒说为龙儿侯,公孙赫为南炮侯,李蔡为乐安侯,孝未李朔为赦旨侯,赵不渝为随成侯,公孙荣奴为从平侯,李举,李席及孝未斗如意皆赐绝观内侯。 于是亲尊宠,于群臣无二,公亲以下皆悲奉之, 读及暗语抗礼。 人或说暗曰,自天子玉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君不可以不败,暗曰,夫以大将军,有一刻反不中邪,大将军闻,月贤暗,恕请问国家朝廷所疑,欲暗家于平日。 大将军亲虽贵,有时逝中,上聚策而逝之,陈相红艳见,上获时不关,至如极暗见,上不关不见也。 上长座五帐中,暗前奏事,上不关,望奖案,闭帐中,使人可骑走。 其见尽理如此。 四下,六月,赵曰,盖文岛明以理,风之以乐。 经理坏,乐崩,正盛闽焉。 其领理官劝学心理已为天下先。 于是陈相红等奏,请为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赴其身,帝其高下,以捕郎中,文学,掌故。 即有秀才一等,则以明文,其步是学若下才,则罢之。 又,利通一亿以上者,请皆选择以不幼之。 上从之。 自此公亲,大夫,是,利兵兵多文学之事已。 五秋,匈奴万其入带,杀都为朱英,略牵仪人。 六初,淮南王安,好读书暑文,喜利名誉,招致宾客方数知事数千人。 其群臣,宾客,多江,怀奸清博士,常以利王千死感激安。 建元六年,会兴建,或说王曰,先无君时,会兴出,长数尺,燃上流血千里。 今会兴进天,天下兵当大起。 王兴以为然,乃亦至公占据,积金钱。 郎中雷被获罪于太子迁,使有赵,欲从君者折亦长安,被及怨愤及匈奴。 太子恶被于王,赤免之,欲以尽厚。 逝岁,被王之长安,尚书自明。 逝下庭位至,踪迹连王,公卿请代捕至王。 太子迁谋令人依未事依,持己居王旁,汉是有非侍者,即自杀之,应发兵反。 天子始终为宏及殉王,王室终为颜色和,遂不发。 公卿奏,安拥恶奋及匈奴者,革命照,当戏事,照消二宪。 继而安自商曰,无行仁义,反见薛帝,此之,于是未反谋一圣。 安与恒山王四乡则望,礼节兼不相能。 恒山王闻淮南王有反谋,恐为所并,一节兵客为反聚,以为淮南以西,欲发兵定将,怀之兼而有之。 恒山徐来赠太子爽于王,欲费之而立其地孝。 王求太子而佩孝以王应,另招至宾客。 宾客来者为之淮南,恒山有匿迹,日夜从容劝之。 王乃时孝客将都人眉鹤,晨喜坐棚车,断食,客天子喜,将向君利应。 秋,恒山王当入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地宇,除前夕,约束返聚。 恒山王急上书谢病,上次书不朝。 元术六年,戊午,公元前一二三年。 一春,二月,大将军清出定乡,及匈奴,以和其侯公孙敖位中将军,太蒲公孙贺位左将军,西侯赵姓位前将军,魏位苏建位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位后将军,左内使李举位强弩将军,贤属大将军。 斩首数千吉儿孩,修士马于定乡,云中,燕门。 二摄天下 三夏,四月,魏亲父将六将军出定乡,及匈奴,斩首鲁万鱼人。 右将军建,前将军姓并军三千余,其独逢缠于兵,与战一日于,汉兵且敬。 姓顾湖小王,将汉,汉丰为西侯,击败,匈奴又知,遂将其余其可八百将匈奴。 渐进王齐军,脱身王,自归大将军。 一郎周霸约,自大将军出,魏长斩皮将。 金剑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 军正红,长使安曰,不然。 军法,小敌之间,大敌之情也,经见以数千当缠于数万, 力战一日于,是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事后无反意也,不当斩。 大将军约,轻信得以肺腐呆罪行间,不患无威,而罢说我以名威,甚施诚意。 且使臣直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善诸于境外,而拒归天子,天子自才之, 于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忽。 军力皆约,善,遂求见意行在所。 出,平阳县利或众如给世平阳侯家,与清姐为少儿私通,生或去病。 去病年十八,为世中,善其社,再从大将军及匈奴,为嫖遥校尉, 与清其勇八百,执弃大军数百里复利,斩补手卢过当。 于是天子曰,嫖遥校尉未去病,斩首鲁二千余级,的相国,当户,斩蝉于大副刑吉若侯产, 申补继妇罗孤,笔在冠军,封去病未冠军侯。 上古太守好贤四从大将军,补斩首鲁二千余级,封贤未重力猴。 文字 взять多数区刑吉尤语 式棋吉尤语 英国際 Pope紫安 誓岁,施两将军,王熙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亦封,只赐千金。又将军见智,天子不诛,赎未数人。 蝉鱼记得西侯,以为自赐王,用其解欺之,与谋汉。 信教蝉鱼一北掘墓,以右霸汉兵,剿急而取之,无尽赛。 蝉鱼从其祭。 事实,汉笔岁发十余万众及胡,斩补手鲁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金,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曹之费不予焉。 于是大司农金用劫,不足以奉战事。 六月,赵令明的买绝即熟禁锢,免赃罪。 至赏关,明曰五公爵,即十七万,繁殖三十余万金。 诸买五公爵至千夫者,得先除未利。 利到杂而多端,官职耗费矣。 元寿元年,几位,公元前一二二年。 一冬,十月,上行信雍,此五智,祸寿,一脚儿足有五体。 有思言,必下宿之交寺,上帝报响,西一脚寿,盖玲云,于是以庆五智,至家一牛,以辽。 九之,有思又言,元宜以天锐命,不宜以一二术,一元曰剑,二元以长星曰光,经元以交的一脚寿曰寿云,于是既北王以为天子且风禅,上书献泰山及其旁矣。 天子以他现场之。 二淮南王安与宾客左屋等日夜未返谋,暗于地图。 不属兵所从入。 诸时者到长安来,为妄言,言,尚无难,汉不至,即喜,即言,汉停至,有难,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王赵中郎五倍于谋反噬,被曰,王安得此王国之言呼。 臣见宫中生经纪,漏瞻一也。 王怒,系五倍父母,求之。 三月,傅赵问之,被曰,习情为无道,穷奢即虐,百姓撕乱者十家而六七。 高皇帝起于行臣之中,立位天子,此所谓倒霞后奸,殷勤之王而动者也。 经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义也,独步观尽世之无,处乎。 夫吾王王四郡,国父民众,既定谋臣,举兵而息,然破于大梁,奔走而东,生死似绝者和。 臣逆天道而不知时也。 方经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无,处之一,天下安宁,万倍无,处之时,大王不从臣之计,经见大王弃千臣之君,似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 王替弃而起。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福爱,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凶术。 不害有子见,才高有气,常愿望太子,应使人告太子谋杀汉中卫士,下庭未至。 王幻之,愈发,复问五被曰,公已为无心兵,是邪。 非邪。 被曰,非也。 成文无王悔之圣,愿王无为无王之所悔。 王曰,无何之反。 旱将一日过成高者四十余人,经我绝成高之口,距三川之险,昭山东之兵,举世如此,左吾,赵贤,诸交如皆以为时事九成,公读以为有或无福,何也。 必如公言,不可侥幸邪。 被曰,必不得已,备有余记。 当今诸侯无一心,百姓无怨气,可为为丞相,御史请书,喜郡国豪杰高资于朔方,一发甲醋,及其会日,又为为赵玉书,逮诸侯太子,姓陈。 如此,则明愿,诸侯聚,即使便是随而说之,躺可侥幸时的一呼。 王曰,此刻也。 虽然,无以为不致若此。 于是王乃作皇帝席,臣相,御史大夫,将军,军历,终两千十级。 以旁静郡太守,都未应,汉史节。 欲使人伟得罪而惜,是大将军,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 且曰,汉庭大臣,独籍暗好之见,首节死意,难或以非, 至如说丞相红等,如发蒙震落耳。 王玉发国中兵,孔齐相,两千十不听,王乃宇武被谋先杀相,两千十。 又玉令人依求道依,持与袭从东方来,忽曰,南越兵入戒,玉英已发兵。 慧庭卫代补淮南太子,淮南王文之,与太子谋,赵相,两千十,欲杀而发兵。 赵相,相至,内使,中卫皆不至。 王念,独杀相无意也,即霸相。 王犹豫,即未绝。 太子即自警,不输。 五倍自义力,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 立应补太子,王后,为王公,敬求补王所与谋反兵克在国中者,所的反惧,以上。 下公卿至其党羽,始宗正以伏节至王。 卫至,淮南王安自警。 沙王后徒,太子谦,诸所与谋反者皆足。 天子以伍被雅慈多饮汉之美,欲勿诸。 廷卫汤曰,被守卫王化反计,罪不可赦,乃诸悲。 世宗装住宿与淮南王相结交,思论义,王后路一住,尚饱其罪,欲勿诸。 张汤真,以为,驻出入境门,复兴之臣,而外与诸侯交思如此,不诸,后不可置,驻静弃室。 恒山王尚书,请费太子爽,立其帝孝位太子。 爽文,即遣所善白银之长安尚书,言,孝座彭车,断使,与王御者间,御以拜孝。 会有私补所与淮南谋反者,的臣喜于恒山王子孝家,立和孝首逆喜。 孝文,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欲谋反者梅鹤,陈喜等。 公卿请逮捕恒山王智之,王自谨死。 王后徐来,太子爽即孝皆器事,所欲谋反者皆族。 樊淮南,横山二玉,索莲尹列侯,两千十,豪杰等,死者数万人。 三下,四月,赦天下。 四丁卯,立皇子巨位太子,年七岁。 五五月,以四会,日有十之。 六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七初,张千自岳世海,据位天子延西玉诸国风俗,大碗在汉正西,可万里。 其俗徒著,耕田,多善马,马汉血,有成锅,是巫,如中国。 其东北则乌孙,东则,知西,则水皆西流驻西海,其东,水东流驻颜则。 颜则前行地下,其南则何远出烟。 颜则去长安可五千里。 匈奴右方居颜则以东,至隆西长城,南接腔,立汉道烟。 乌孙,康居,衍菜,大粤士,皆行国,随序幕,与匈奴同俗。 大厦在大碗西南,与大碗同俗。 臣在大厦时,见穷竹杖,蜀部,问曰,安得此,大厦国人曰,五古人往事之深独。 身独在大厦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屠柱,与大厦同。 以千度之,大厦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独国又居大厦东南数千里,有属物,此其去属不远矣。 今使大厦,从枪中,险,枪人恶之,少辈,则为匈奴所得,从属,已尽,又无口。 天子纪文大碗籍大厦,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其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若,贵汉财物。 其被有大跃士,康居之属,兵墙,可以录以设立朝野。 陈德尔以义属之,则广得万里,崇九亿,至书俗,威德便于四海,欣然以千言未然。 乃令千英属,兼未发监使等四道并出,出芒,出染,出喜,出穷,博,只求生独国,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必低,左,南方必席,昆明。 昆明之属无君常,善寇道,折杀略汉使,终莫得通。 于是汉已求生独道,使通巅国。 巅王当枪位汉使者曰,汉属与我大,及夜狼侯亦然。 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周主,不知汉广大。 使者还,应盛言颠颠大国,族是亲父,天子住一焉,乃父是西南夷。 元寿二年,更生,公元前一二一年。 一冬,十月,尚姓雍,慈无至。 二三月,雾营,平津县侯公孙洪洪。 仁臣,以玉使大夫乐安侯理蔡位丞相, 庭位张汤位玉使大夫。 三祸去并位票其将军,将万其出龙溪,及匈奴,立武王国,转战六日,过燕之山千余里,杀哲兰王,斩卢侯王, 执魂邪王子及相国,都为,祸首鲁八千九百余及,收修图王济天经人。 赵义风去并两千户。 下,去并赴予何其侯公孙洪江数万其巨出北的,一道。 卫卫张千,郎中令李广巨出右北平,一道。 广将四千其先行,可数百里,千将万其在后。 匈奴左贤王将四万其为广,广君是皆孔,广乃使其子感独于数十其持冠胡其,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葫卫义语尔,君是乃安。 广为还臣,外相。 胡及及之,始下如雨。 汉兵死者过半,汉史且尽。 广乃令是迟闷无发,而广身自以带黄色骑皮匠,杀树人,胡鲁一解。 惠日暮,历世皆无人色,而广义气自如,义至君,君中皆伏其涌。 明日,复立战,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 惠伯望侯君一致,匈奴君乃解去。 汉君罢,福能追,罢归。 汉法,伯望侯留持后期,当死,赎未数人。 广君功自如,无赏。 而票其将军去并深入二千余礼,与和其侯师,不相得。 票其将军于居炎,过小月市,至其连山,的丹环,囚徒王,及相国,都未以众将者二千五百人,斩首鲁三万二百级,或必小王七十余人。 天子一丰去并五千户,封其辟将有功者应及司马赵破奴魏从彪侯,校尉高布什位宜观侯,校尉仆多位回渠侯。 和其侯熬作行刘布与票其会,当斩,赎未数人。 事实,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票其,票其所将长选,然亦赶深入,常与壮其先其大军,军亦有天性,未尝困绝也。 而诸宿将长流落不偶,由此票其日已轻贵,比大将军矣。 凶奴入带,燕门,杀掠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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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江都望见与其父义王所姓闹姬等几女帝真尘间。 见游雷碑,天大风,见使狼二人乘小船入碑中。 船父,两狼逆,攀船,乍箭乍梅。 见灵官大孝,令悟旧,皆死。 凡杀不孤三十五人,专为盈乐。 自知最多,孔朱,与其晨光共十月陛下神,驻祖上。 又闻淮南,横山阴谋,建议做兵器,克皇帝喜,未反聚。 事发觉,有私请不诸,见自杀,晨光等皆气势,国除。 无脚东康王记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秋 匈奴魂邪王将 事实 禅于怒魂邪王 修徒王居西方为汉所杀鲁数万人 欲赵诸之 魂邪王与修徒王恐 谋将汉 先遣时向边境要遮汉人 另报天子 事实 大行礼席将成和上 的魂邪王使 持传以闻 天子闻之 恐其以诈祥而席边 乃令票其将军当兵网迎之 修徒王后悔 魂邪王杀之 并其重 票其嫉妒和 与魂邪王重相望 魂邪王疲降见汉君 而多部御将者 颇顿去 票其乃迟辱 得与魂邪王相见 斩其欲王者八千人 遂独遣魂邪王臣传以致行在所 竟将其重度和 降者四万余人 号称十万 既至长安 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 封魂邪王万户 魏洛英侯 封其碧王忽独尼等四人皆位列侯 一封票其千七百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魂邪之降也 汉发车二万圣已赢之 县官无钱 从明是马 明或逆马 马不拒 尚怒 欲斩长安令 又内使吉案曰 长安令无罪 独斩成案 明乃肯出马 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 汉徐以献赐传之 何致令天下骚动 罢毙中国而以誓一敌之人乎 尚莫然 集魂邪志 古人与侍者作当死五百余人 按请兼建高门 曰 夫兄奴公当陆塞 绝和亲 中国新兵诸之 死伤者不可胜计 而废以据万百数 臣于以为陛下的胡人 皆以为奴婢 以赐从君死侍者家 所掳获 应与之 以谢天下之苦 塞百姓之心 经纵不能 魂邪律数万之众来降 须辅库赏赐 发良民饰养 辟若奉骄子 于明安之事买长安中物 而闻立神以为拦出财物于边关乎 陛下纵不能的匈奴之姿以谢天下 又以为闻杀无知者五百余人 是所谓必其业而伤其之者也 臣妾为陛下不娶也 尚莫然不许 曰 五九不闻及暗之言 今又妇妄发矣 居请之 乃分喜将者边五郡故塞外 而皆在河南 因其故俗为五蜀国 而京城河西 西并南山至言则 空无匈奴 匈奴时有后者道而西矣 修徒王太子日滴与母二世 帝轮聚莫入关 书皇门养马 九之 帝游燕 剑马 后宫满侧 日滴等数十人千马过殿下 莫不怯是 至日滴独不敢 日滴长八尺二寸 容貌盛严 马又肥好 尚义而问之 据以本状怼 对其焉 即日赐汤墓 衣冠 拜卫马兼 千世忠 驸马兜卫 光禄大夫 日滴既清静 未尝有过失 尚慎性爱之 赏赐类千金 出则参成 入世左右 贵妻多妾怨曰 陛下望的一壶儿 反贵众之 尚文 月后焉 以修徒作惊人 未继天主 故赐日滴信经事 原寿三年 新有 公元前一二零年 一春 有心背于东方 二下 五月 射天下 二下 五月 射天下 二下 五月 射天下 三淮南王之谋反也 焦东康王继为文其事 司作战守辈 吉利至淮南市 此出之 继母王夫人 吉皇太后之女帝也 于尚最亲 亦自伤 发病而死 不敢滞后 尚文而连之 利其长子贤为焦东王 又封其所爱少子庆为六安王 亡故横山王帝 祝福摊 祝福摊 修徒 祝福摊 感谢观看 四秋 匈奴入右北平 定乡 各数万骑 杀掠千鱼人 感谢观看 五山东大水 名多姬伐 天子遣识者须郡国苍微 以正平民 由不足 幼目豪富立民 能假代平民者 以名闻 尚不能相救 乃喜平民于官 以西及冲朔方 以南兴情中 七十余万口 衣食皆养给县官 数岁甲与产业 识者分布互知 官盖相望 其肺以一计 不可胜数 六汉记得魂邪王的 龙西 北地 上郡义少胡寇 照减三郡树醋之伴 以宽天下之走 七上将讨昆明 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 乃坐昆明池以席水战 适时法纪一言 利多费免 兵阁树洞 明多买富及武大夫 蒸发之事一先 于是除千夫 武大夫为利 不欲者出马 以故利弄法 接着令法及上陵 穿昆明池 不欲者出马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患者里延年为邪律兜卫配两千十印 弦赐出师以和八英之调 师多尔雅之文通义经之事不能读知其词 必及会五经家乡与共讲习读知 乃能通知其语 即的神马赐以为歌 即暗曰 凡王者作乐 上以成祖宗 下以化照明 经陛下的马 师以为歌 邪于宗庙 先帝百姓 岂能知其因邪 上莫然不说 上昭岩氏大夫 常如不足 然性严峻 群臣虽诉所爱信者 或小有犯法 或欺网 则按诸之 磨所宽甲 即按建曰 陛下求贤圣劳 未尽其用 则以杀之 以有限之事自磨以之诛 诚恐天下贤财将尽 陛下谁与共谓智乎 按言之圣路 上孝而欲之曰 何是无财 患人不能识之耳 苟能识之 何患无人 夫所谓财者 有有用之器也 有财而不肯尽用 与无财同 不杀何师 按曰 成虽不能以言屈陛下 而心有以为非 愿陛下自今改之 无以成为于而不知理也 上顾群臣曰 按自言为辩辟则不可 自言为于 岂不幸然乎 元寿四年 仁虚 公元前119年 伊东 有私言 现关用度太空 而富商大甲野柱 主言 才获类万经 不左国家之极 请更前造 必以善用 而催服银并肩之徒 事实 竟愿有白鹿 而少辅多银 兮 乃以白鹿 皮方尺 愿以早会 为皮壁 值四十万 王侯 宗氏 朝静 聘想 必以皮壁 见壁 然后得行 又造银 兮 为白金三品 大者还之 齐文龙 值三千 四方之 齐文马 值五百 小者妥之 齐文归 值三百 令献官消半两钱 更铸三铸钱 到铸铸银银银罪皆死 而立明之 到铸白金 者不可胜数 十五百 策说 百 十五百 十九百 十五百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景为大农臣,领岩铁士,桑红阳以计算用事。 咸阳,旗之大主岩,景,南阳大也,皆至申类千金。 红阳,洛阳古人之子,以兴记,年十三世中。 三人严厉,是西丘豪以。 赵敬明赶司铸铁器,主岩者第左指,末入其器物。 公卿又请令诸古人末座各以其物自占,律明前两千而一算, 即明有摇车若传五丈以上者,皆有算。 逆不自占,占不息,树边一岁,末入明前。 有能告者,以其伴必知。 其法大抵出张汤。 汤美朝奏事,与国家用,日宴,天子望时。 丞相充位,天下事皆绝于汤。 百姓骚动,不安其身,贤只愿汤。 二初,河南人不适,述请书财献官已驻编,天子使时问世,欲观乎,誓曰, 乘少田木,不习是患,不愿也。 实者问曰,家其有冤,欲言是乎,誓曰, 乘身与人无分争,义人凭者待之,不善者教之, 所居人皆从事,是何故见冤于人。 摩索欲言也。 实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 是曰,天子诸匈奴,予以为贤者已死结于边, 有才者已疏伪,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上游是贤之,欲遵贤以封百姓,乃照拜是为中郎, 觉左述长,四天时请,不告夏天,使明知之。 为己,又着是为其太父。 三春,有星辈于东北,下,有长星出于西北。 四上宇珠江一约,西侯赵姓未缠于化祭, 常以为汉兵不能渡目清流,经大发士族, 其势必的所欲,乃速马十万,令大将军轻, 票骑将军去并各将五万骑, 私附从马附四万匹,步兵转者总军后又数十万人, 而敢力战深入之势皆属票骑。 票骑使未出定乡,当蝉于,捕鲁岩蝉于东, 乃更令票骑出带郡,令大将军出定乡。 郎中令礼广述自寝行,天子以为老, 福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 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角都为赵时其为右将军, 平阳侯曹然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 赵姓未蝉于谋约,汉兵祭渡牧,人马罢, 匈奴可作收鲁尔,乃兮远北其资众, 以经兵呆牧北。 大将军亲继出赛,捕鲁之蝉于所居, 乃自以经兵走之,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 出东道。 东道回远而水草少,广自请约, 臣部位前将军,经大将军乃习令臣出东道。 且臣解法而与匈奴战, 经乃义得荡禅于,臣愿居前,先死禅于。 大将军亦应受上戒, 以为李广老,竖其,无令当禅于, 恐不得所欲,而公孙敖兴师侯, 大将军亦欲使敖宇聚当禅于, 故喜前将军广。 广之之,故自辞于大将军, 大将军不听,广不屑而起行, 亦甚运怒。 大将军出赛千余礼, 杜牧, 渐禅于冰城而呆。 于是大将军令五缸车自还卫营, 而纵五千骑网当匈奴。 匈奴亦纵可万骑。 会日且入, 大风起, 杀力极面, 两军不相见, 汉义纵左右一绕蝉鱼。 蝉鱼是汉兵多而是马上强, 自渡战不能如汉兵, 蝉鱼碎成六罗, 撞其可蜀败, 直冒汉围, 西北持去。 时已婚, 汉匈奴相分拿, 杀伤搭档。 当军左孝补鲁言, 蝉鱼未婚而去, 汉军发清其夜追之, 大将军军因随其后, 匈奴兵亦散走。 池鸣, 行二百余礼, 不得铲鱼, 补斩首鲁万九千吉, 遂至田岩山照姓城, 得匈奴激宿时军, 留一日, 稀烧其成鱼宿而归。 前将军广于右将军时其军舞蹈, 或师道, 后大将军, 不及禅于战。 大将军隐孩, 过木南, 乃玉二将军。 大将军时常使则问广, 时其师道状, 即则广之幕府对部。 广曰, 诸孝位无罪, 乃我自施道, 无今自上不至莫福。 广为其徽下约, 广解法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 精信从大将军出皆缠于兵, 而大将军喜广步行回远, 而又迷失道, 岂非天灾。 且广年六十余矣, 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 遂隐刀自警。 广为人连, 得赏赐折分其徽下, 隐时与世共之, 为两千十四十余年, 家无余才。 原必, 善舍, 度不忠不发。 将军, 罚绝之处见水, 士族不尽隐, 广不尽水, 士族不尽时, 广不尝时。 是以此爱乐为用。 即死, 义军皆哭。 百姓闻之, 知语不知, 吴老壮皆未垂涕。 而又将军独下吏, 当死, 赎未数人。 蝉鱼之顿走, 其兵王往于汉兵相乱而随蝉鱼, 蝉鱼久不与其大众相得。 其右骨离王以为蝉鱼死, 乃自立位蝉鱼。 十余日, 贞蝉鱼负得其重, 而又古离王乃去其蝉鱼好。 票骑将军骑兵车重于大将军军等, 而吴皮将, 西以礼杆等位大孝, 当皮将, 初代, 又北平二千余礼, 绝大木, 直左方兵, 或屯头王, 韩王等三人, 将军, 相国, 当户, 都为八十三人, 风狼居须山, 蝉鱼孤眼, 登陵汉海, 掳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 天子以五千八百户一封票其将军, 又封其所部又北平太守陆伯德等四人列侯, 从镖侯破奴等二人一封, 校尉赶位官内侯, 十亿, 军力促为官, 赏赐甚多。 而大将军不得一封, 军力促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初赛, 赛月官及司马凡十四万匹, 而附入赛者不满三万匹。 乃亦至大司马位, 大将军, 票其将军皆位大司马, 订令, 令票其将军置路与大将军等。 自逝之后, 大将军轻日退而票其日议柜。 大将军顾人, 门下士多去士, 票其, 折的官爵, 为任安不肯。 票其将军为人, 少言不屑, 有气感往。 天子常遇教之孙, 无兵法, 对曰, 故方略何如尔, 不治学古兵法, 天子为置地, 令票其事之, 对曰, 匈奴未灭, 无以加位也, 由此上亦重爱之。 燃少贵, 不省事, 其从军, 天子为浅太官基数十胜, 即孩, 重车于弃粮肉, 而是有机者, 其在塞外, 促罚粮或不能自赠, 而票其上川玉踏居, 是多此类。 大将军为人人, 喜事退让, 以和柔自媚于上。 两人至操如此。 事实, 汉所杀鲁匈奴合八九万, 而汉士族悟故一数万。 事后匈奴远顿, 而目难无王庭。 汉渡和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往往通渠, 至田官, 利促五六万人, 稍残食匈奴以北, 然亦以马绍, 不负大出击匈奴以。 匈奴用照性计, 遣使于汉, 好辞请和亲。 天子下其义, 或言和亲, 或言遂臣之。 臣向常使任常曰, 匈奴心破困, 以可使为外臣, 朝寝于边, 汉使任常于禅于, 禅于大怒, 流之不浅。 事实, 博士狄山亦以为和亲辩, 上以问张汤, 汤曰, 此于如无知, 狄山曰, 乘故于, 于忠。 若遇使代辅汤, 乃诈忠。 于世上作色曰, 无始身居一郡, 能无始卤入道乎, 曰, 不能, 曰, 居一线, 对曰, 不能, 赴曰, 居一帐间, 山自渡便穷且下利, 曰, 能, 于世上浅山成帐, 致悦于, 匈奴斩山头而去。 自逝之后, 群臣震赦, 无感无汤者。 五世岁, 即按作法免, 以定相太守义纵位右内使, 和内太守王温书位中位。 先是, 宁臣为官都位, 立民出入官者号曰, 宁剑如虎, 无执宁臣之怒, 即亦纵位南阳太守, 致官, 宁臣侧行送迎。 致郡, 岁暗宁是, 破岁其家, 南阳立民众族已击。 后喜定相太守, 初至, 掩定相遇中重罪亲戚二百余人, 即宾客, 昆帝私人事宜二百余人, 义补, 居曰, 为死罪解脱。 是日, 揭报杀四百余人。 其后郡中不寒而栗。 事时, 赵宇, 张汤以申客为九卿。 然其至上辅法而行, 纵专以应及位置。 王温书时为广平都为, 则郡中好感往历时于人, 以为爪牙, 皆把其因重罪, 而纵使都盗贼。 快其意所欲的, 此人虽有百罪, 伏法, 即有弊, 因其事宜之, 亦灭宗。 以其故, 其, 照之交道贼不敢敬广平, 广平身为道不时宜。 千河内太守, 以九月至, 令郡聚司马五十匹位义, 补郡中豪华, 相连作千瑜伽。 上书请, 大者至足, 小者乃死, 家境没入长赃。 奏行不过二三日的课, 是论报, 至流血十余礼, 河内皆怪其奏, 以为神速。 近十二月, 郡中无声, 无感业行, 也无犬吠之道。 其破不得, 失之旁郡国, 追求。 慧春, 温书顿族探约, 皆呼, 令冬月亦展一月, 族无事矣。 天子闻之, 皆以为能, 故着位中两千十。 六七人少翁, 以鬼神方见上。 上有所幸望夫人簇, 少翁以方夜至鬼, 如王夫人之帽, 天子自为中望蒋焉。 于是乃拜少翁为文臣将军, 赏赐甚多, 以克里里之。 文臣又劝上座甘全功, 中卫台士, 化天, 帝, 太义诸鬼神而至祭聚, 以至天神。 居遂于, 其方一衰, 神不至。 乃为伯书以饭牛, 羊不知, 言曰, 此牛腹中有其, 沙士, 的书, 书言圣怪, 天子时其首书, 问其人, 果是伟书。 于是诸文臣将军而引之。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十九汉纪十一资质通鉴, 卷二十汉纪十二卷二十一汉纪十三, 疾 班和共有领域, 感谢观看 姐妹计划数据下 感谢观看 起昭阳大渊县 竟崇光斜洽 反九年 感谢观看 是宗孝五皇帝中之下 元寿五年 鬼害 公元前118年 未经计计划数据下 一春三月 甲午 丞相李菜 坐到校警员 软的藏旗中 当夏立 自杀 二霸 二霸三珠钱 更注五珠钱 于是明多道珠钱 处得优胜 处得优胜 一春三月 夏立 幅 全但是 一春三月 都要在家 庄 第一 山下 明天 也对 比达 土 怀阳太守。 岸伏谢不受应,赵树强雨,然后奉赵。 岸未尚弃曰,臣自以为田沟赫,不复见陛下,不亦陛下复收用之。 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认郡士。 臣愿为中郎。 出入净踏,不过时宜,臣之愿也。 上曰,君保怀阳邪。 吴京赵君以,故怀阳利明不相的,无图的君之众,沃而致之。 岸祭辞行,过大行礼席,曰,岸契竹居郡,不得与朝廷异矣。 欲使带辅汤,致族以俱见,诈族以是非,勿巧宁之语,辩数之词,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义。 主义所不欲,因而悔之,主义所欲,因而欲之。 好心事,五文法,内怀诈以欲主心,外邪贼利以为威众。 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语之巨受其路矣。 席味汤,忠不敢言,即汤拜,上帝席罪。 使按以诸侯相置居怀扬,十岁而醋。 这 meat� direction связ benim. 扛号使 unemployment不及不可行判可些论率 should help me ن違 Kon Price. 我必要 merchandise用于 ув勇主心,日游跌更勇者的课论 relig Czyli,欢迎可行判可论刑环经,禁什么可以拷饰我半年了, 还是 compte误明4以前,来自页距航截是颱纪的一日现正人的 frehong informณ组 但当武感佛備发报纸。 evil你看小数 可预定 work,保 freedoms暮uber和基了一日非常现正成%モ的经浅期的融物 总组组来使用了解惫多诈outer響 律 saud cance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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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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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天天天 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天 不幸 感谢观看 天天 天天天 天天天天 为谁 天天天天 天天天天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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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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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天天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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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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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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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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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太后 太后自卫为殷奇基石 常与霸凌人安国少计通 世岁 上时安国少计王御王 王太后已入朝 比内诸侯 另辩世剑大夫中军等宣其词 勇士魏臣等辅其诀 未未陆伯德将兵屯贵阳呆使者 南越望年少 太后中国人 安国少计王 赋予思通 国人颇知之 多不负太后 太后恐乱起 亦欲以汉威 术劝王及群臣求内属 即因识者上书 请比内诸侯 三岁一朝 除边关 于是天子许之 赐其丞相吕家 吟应及内使 中卫 太复应 于的自治 除其故情 义行 用汉法 比内诸侯 识者皆留 填辅之 八上行信雍 且交 或曰 五帝 太义之左也 一例太乙 而上清交 上一位定 其人公孙清曰 今年的保顶 其东新寺朔诞 冬至 与皇帝十等 亲友杂书曰 皇帝的保顶 是岁己有朔 但冬至 凡三百八十年 皇帝先登于天 应必人奏之 上大月 赵问 清对曰 受此书升功 升功曰 汉新父当皇帝之时 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 保顶初尔与神通 皇帝皆万灵鸣亭 鸣亭者甘全也 皇帝采守山童 筑顶于金山下 顶记臣 有龙垂忽然下迎皇帝 皇帝上其龙 与群臣后宫七十余人聚登天 于是天子曰 接呼 臣得如皇帝 无事去妻子如脱喜儿 拜清为郎 使东后神余太世 圆顶五年 己四 公元前一一二年 一东 十月 上慈五至于雍 岁于隆 西登空洞 隆西守移行网促 天子从关不得时 惶恐自杀 于是上北出销关 从数万其列心情中 以乐边兵而归 心情中或千里无停角 于是诸北的太守以下 上右姓甘权 立太一词谈 所用词聚如雍一智而有加焉 五帝谈环居其下四方的 为坠时群神从者及北斗 十一月 新四朔 冬至 魅爽 天子使交拜太一朝朝日 细细月择一 其词 烈火满谈 谈旁哼吹句 有丝云 词上有光 又云 咒有黄气上属天 太使令谈 词官宽书等 请三岁天子一交见 赵从之 二南越望 王太后赤智行庄 重机未入朝聚 其乡吕家 年长义 乡三王 宗吕氏换位 常立者七十余人 南靖上望女 女靖驾王子弟 宗氏 吉仓无情王有怜 其居国中慎重 得众心悦于王 王之尚书 数见子王 王福厅 有叛心 数称病 不见汉使者 使者皆助一家 侍卫能诛 王 王太后一孔家等先事发 欲借汉使者权 谋诛家等 乃至久请使者 大臣皆是作隐 家帝未将 将促居宫外 九行 太后为家曰 南越内属 国之力也 而乡君苦不变者 何也 以激怒使者 使者胡怡相障 岁莫赶发 家见耳目飞逝 即起而出 太后怒 欲聪家以毛 王子太后 家岁出 借其帝兵就舍 称病 不肯见王籍使者 应与大臣谋作乱 王素无意诛家 家之之 已故数月不发 天子文家不听命 王 王太后孤若不能治 使者切无绝 又以为王 王太后以富汉 独屡家未乱 不足以兴兵 欲使装餐 以两千人往事 餐曰 以好往 数人足以 以无往 两千人无足以为也 此不可 天子罢餐 夹壮士故祭北乡寒 千秋奋曰 以屈屈之月 又有王 王太后应 独乡屡家未害 愿得永世三百人 必斩家以报 于是天子浅千秋 与王太后 帝辽乐 将两千人往 入月境 屡家等乃岁返 下令国中约 王年少 太后 中国人也 又与使者乱 专欲内属 竟持先妄宝契 契入县 天子以自媚 多从人行 至长安 鲁迈以为壮仆 取自脱一时之力 无故造势设计 为万事律计之矣 乃与其帝 江簇公沙王 王太后 及汉使者 遣人告苍无秦王 及其诸郡县 立明王长南岳 妻子树阳侯 见得卫王 而韩千秋冰入 破数小异 其后月开直到给时 位置翻于四十里 月以兵及千秋等 遂灭之 使人韩风和使者 截至赛上 好为曼辞谢罪 发兵首要害出 春三月 仁武 天子闻南岳返 曰 韩千秋虽无功 义军封之官 封其子延年为臣安侯 辽乐姐为王太后 首愿蜀汉 封其子广得为龙抗侯 三下 三下 四月 射天下 四丁丑惠 日有十之 五秋 潜伏波将军陆薄得出贵阳 下黄水 楼船将军阳蒲出玉章 下真水 歸易月侯岩位歌船将军 出零零 下李水 甲位下赖将军 下苍吾 接江罪人 江 淮以南楼船十万人 月池一侯以别江八 赎罪人 发夜郎兵 下赃科将 贤惠番鱼 其相补士尚书 请父子与其席传者往死南月 天子下赵包美誓 四绝观内侯 经六十经 天十请 布告天下 天下莫应 誓时列侯以百数 皆莫求从君及月 慧九月常咒 祭宗庙 列侯以令献金助祭 少赴神经 今有清及色恶者 上皆令何以不敬 夺绝者百六人 星四 丞相赵周座之列侯咒 今清 下狱 自杀 六丙生 以玉石代福 时庆位成相 封目秋侯 诗国家多士 桑红阳等智利 王温书之属俊法 尔尔宽等推文学 皆为九卿 更尽用事 是不关绝于成相 尘相庆纯景而已 七五力将军装置行 东入海求其师 继而不敢入海 知泰山词 尚使人随艳 石魔所见 五力望颜见其师 其方尽多不受 做乌网 腰斩 乐成侯一气势 巴西枪中十万人返 与匈奴通使 公固安 为报罕 匈奴入无缘 杀太守 圆顶六年 庚武 公元前111年 圆顶六年 1 3 5 一东 发促十万人 遣将军礼席 郎中令徐自卫珍稀腔 平之 二楼船将军扬扑入月的 先线巡峡 破石门 错月峰 以数万人呆福波将军陆伯德至巨境 楼船居前 智藩于 南岳望剑德 香吕家成首 楼船居东南面 福波居西北面 会幕 楼船宫拜月人 纵火烧成 福波未营 遣食者招降者 四应寿 附纵令相招 楼船立功烧敌 屈而入福波营中 离旦 陈中接降 建德 家以夜王入海 福波浅人追之 校尉司马苏洪的建德 月狼兜姬的家 歌传 下赖将军兵及池义侯所发夜狼兵位下 南岳以平矣 岁以其地位南海 苍吾 玉林 河浦 郊子 九珍 日南 珠牙 丹尔九郡 诗海 上亿风福波 风楼船位江梁侯 苏洪位海长侯 兜姬位林菜侯 吉月祥江苍枪 苍吾王兆光等四人皆位侯 三公孙清后神河南 严见仙人姬沟氏陈上 春 天子清姓沟氏陈世姬 问清 得无效文臣 武力乎 清曰 仙者非有求人主 人主者求之 其道非宽甲 神不来 严神是如玉旦 姬以岁月 乃可至也 上姓之 于是郡 国各除道 善至公关 名山 神慈以望姓焉 四塞南岳 慈泰仪 使用岳舞 五池一侯发南移兵 玉以吉南岳 且兰君孔远行旁国 鲁其老弱 乃与其重返 杀使者及监卫太守 汉乃发八 属罪人当即南岳者八孝位 遣中郎将郭昌 魏广江而及之 朱且兰及穷君 左侯 遂平南移为脏科郡 夜狼侯使以南岳 南岳以灭 夜狼岁入朝 尚以为夜狼王 阮芒皆正孔 清晨智力 乃以穷都为岳席郡 左都为沈黎郡 阮芒为问山郡 广汉西白马为五都郡 六初 冬月望于山上书 请以簇八千人从楼传及旅家 兵至接阳 以海风波未解 不行 持两端 应使南岳 急汉破番于 不至 杨仆尚书愿遍引兵及冬月 尚以士族牢圈 不许 令诸孝屯豫章 梅岭以待命 于善文楼传请诸之 汉兵临近 乃遂返 发兵据汉道 昊将军邹丽等位吞汉将军 入白沙 武陵 梅岭 沙汉三孝位 事实 汉时 汉使大农张臣 故山周侯齿江屯 辅赶吉 却旧便处 皆作为诺珠 于善自称无帝 上遇赶吉 汉使阳蒲江 为其罚钱劳 以书斥则之曰 将军之公独有先破石门 巡辖 非有斩江千旗之石也 污族已交人哉 前破藩于 捕将者以为鲁 绝死人以为祸 誓一过也 使见得 吕家的以东岳位元 誓二过也 士族暴露连岁 将军不念其勤劳 而寝尘传行赛 应用归家 怀银 黄 锤三祖 夸乡礼 誓三过也 施其内顾 以道二未解 誓四过也 问君属刀架而言之行 误三过也 误三过也 施其内顾 以道二未解 誓四过也 问君属刀架 阳不知 携尾干君 事五过也 寿赵不至蓝池 明日又不对 甲令将军之力 问之不对 令之不从 其罪何如 推此心在外 江海之间可得信乎 经冬月深入 将军能率众以眼过步 蒲黄孔队曰 愿尽死赎罪 上乃浅横海江 将军寒说出 巨章 辅海从 东方网 楼传将军 扬蒲出 武林 中卫王温书出 美林 以月侯为歌传 下赖将军 出 若邪 白沙 以及 冬月 七伯望侯记 以通西域尊贵 齐立世真上书 言外国奇怪厉害求使 七伯望侯记以通西域尊贵 齐立世真上书 言外国奇怪厉害求使 向前之,以广其道。 来还,不能无亲道必物及史诗旨,天子为其席之,则复暗至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侵犯法。 其利促益则复甚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与杰,言小者为父,故妄言无形之徒皆真孝之。 其史皆凭人子,私县官积物,欲见是以私其利。 外国意验汉史,人人有言轻重,渡汉兵远不能治,而尽其食物以苦汉史。 汉史发掘,积怨志向攻击。 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供汉史王辉等游慎,而匈奴骑兵又时遮及之。 诗者真言西欲皆有诚意,兵若一极。 于是天子浅浮举将军公孙赫将万五千骑,出九元二千余礼, 至浮举锦而骸,凶河将军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 至凶河水而骸,以赤逐凶奴,不使这汉史,皆不见凶奴以人。 乃分五威,九泉的至张叶,敦煌骏,喜鸣已时之。 八世岁,其象不是魏玉史大夫。 世纪在魏,乃颜,骏,国多不便县官作颜铁器,苦恶嫁贵,或强令明买之。 而传有算,伤者少,物贵,上游是不悦不适。 九初,司马香如并且死,有遗书,宋公德,言福瑞,劝上封泰山。 上赶其言,慧的宝顶,上乃宇公卿诸身一封禅。 丰禅用兮旷诀,莫知其仪,而诸方是诱言,丰禅者何不死之名也。 皇帝已上,丰禅皆知怪物,与神通,秦皇帝不得上风。 陛下必遇上,烧上即无风雨,遂上风矣。 上于是乃令诸如采,上书,周冠,王志,知文,草丰禅仪,数年不成。 上义问左内使而宽,宽曰,丰泰山,禅良父,昭姓考瑞,帝王之圣节也,然享见之意,不着于,今。 臣已为风禅告臣,何屈于天地神之,为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 今将举大事,悠游数年,使群臣的人人自尽,终莫能臣。 为天子见中和之吉,兼总条冠,今生而欲正之,已顺臣天庆,垂万世之机。 上乃自质疑,颇采如数以闻之。 上未风禅瓷器,已是群如,或曰,不与谷同,于是竟罢诸如不用。 上又以谷者先振兵事旅,然后风禅。 原封元年,新位,公元前110年。 一东,十月,下诏曰,南越,东欧,贤浮其姑,西满,北夷,颇位吉木,镇江巡边陲,公禀五节,至十二部将军,清帅施焉,乃行,自云阳北厉上郡,西河,五元,出长城,北登禅于台,至硕方,临北河,浅时者郭吉告禅于约, 南越,南越望头已陷于汉北阙。 经缠于能战,天子自江呆边,不能,即南面而沉于汉,何图远走王逆于墓北寒苦无水草之地。 无畏也。 与醋而缠于大怒,力战主客见者,而刘郭吉,千知北海上。 然匈奴一辙,终不敢出。 上乃孩,继皇帝种桥山,士兵虚如。 上约,无闻皇帝不死,经有种,何也。 公孙卿曰,皇帝已先上天,群臣私慕,藏其一关。 上探约,无后升天,群臣亦当藏无一关于东陵乎,乃孩甘泉,类词太一。 二上已不是不习文章,贬致魏太子太父,以而宽待魏玉使太夫。 三汉兵入东越境,东越速发兵巨险,使训北将军守武林。 楼传将军促前唐园中古斩训北将军。 故越掩侯吾阳以其以七百人返攻越军于汉阳。 越剑成侯敖宇宙王居古沙于善,以其重将。 上尚封中古为玉儿侯,杨为卯石侯,居古为东城侯,敖为开陵侯,又封横海将军说为暗道侯,横海校为辅慰辽阴侯,东越祥江多军为吴熙侯。 上一名的贤祖,数反复,中卫后世患,乃赵诸江西喜其名于江,怀之间,遂须其地。 起来。 四春 真月 上行姓沟氏 礼祭中月太氏 从官在山下文若有言 万岁 者三 照此官家增太誓祠 竟无法齐草木 以山下护三百位之凤义 上岁东巡海上 行礼祠八神 其人之上书言神怪 其方者以万数 乃亦发传 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来神人 公孙清池节常先行 后明山 至东来 言 夜见大人 常数丈 旧之则不见 奇迹甚大 类情寿云 群臣有言 见一老父千狗 言 无欲见巨公 以乎不见 上纪见大鸡 未姓 及群臣又言老父 则大以为先人也 宿流海上 宇方式船车及监使囚神仙 仍已签数 下 四月 还 至凤高 礼祠地主于良父 以卯 令氏中如者疲变 近身 射牛行事 封泰山下东方 如骄祠太义之礼 封广丈二尺 高九尺 旗下则有御蝶书 书密 礼祕 天子独语世中 凤车都为祸子侯上泰山 亦有风 骑士皆尽 明日 下阴道 秉承 禅泰山下指东北肃然山 如祭礼 天子皆清拜见 依上皇 而静用乐焉 将 淮尖茅三几位神级 五色土意砸风 其封禅祠 夜若有光 昼有白云出风中 天子从禅骸 坐明堂 群臣更上寿送功德 赵曰 正已渺身臣至尊 精精焉为得斐薄 不明于礼乐 雇用世八神 遭天地旷施 者见景象 谢然如有闻 正于怪物 欲知不敢 遂登封泰山 至于良妇 然后生谈肃然自新 家与世代福根使 其以十月为原封元年 行所寻至 伯 凤高 舍丘 利臣 良妇 明田租不妇 皆待除之 无出经年算 赐天下明觉一级 又亦五载亦寻寿 用世泰山 令诸侯各至抵泰山下 天子既以封泰山 无封语 而方式更严 蓬莱诸神若将可得 于世上欣然树姬欲知 赴东至海上望烟 天子既以封泰山 无封语 而方式更严 蓬莱诸神若将可得 上欲自浮海求蓬莱 群臣见 莫能止 东方朔曰 夫仙者 得之自然 不必造求 若其有道 不忧不得 若其无道 虽致蓬莱见仙人 亦无亦也 尘愿陛下帝还恭敬处已须知 仙人将自治 尚乃至 会奉车或子侯报病 一日死 子侯 去病子也 尚盛道之 乃遂去 病海上 北至劫石 循自辽西 立北边 至九园 五月 乃至甘泉 凡周行万八千里 先是 桑红羊为致素都为 领大农 尽管天下盐帖 红羊做凭准之法 令远方各以其物如一时 商骨所转饭者为父而相灌输 至凭准于经师 兜售天下为书 大农诸冠 敬隆天下之货物 贵即卖之 见则买之 欲使富商大甲摩所目大力 而万物不得腾咏 至是 天子寻寿俊献 所过赏赐 用博百余万匹 前经以巨万计 皆取足大农 红羊又请令力的入宿补官及罪人赎罪 山东曹宿一岁六百万时 一岁之中 太仓 甘泉仓满 鞭鱼谷 诸物军书 博五百万匹 名不亦父而天下用饶 于是 红羊刺绝 左树长 黄金再摆金烟 是 红羊右却三道 黄金下 triumph 红羊vor落枪虎魂 你互书 绘物军书 补士言曰,县官当时租一税而已,经红阳令力作势劣寺,贩物求力 蓬红阳,天乃雨 五秋,有心背于东景,后时于日,有心背于三台 旺弃王朔言,后独见甜心出如瓜,时请,附入,有私皆约,陛下见汉家风禅,天其报得心 六七怀王洪洪,吴子,国厨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十汉纪十二资质通鉴 卷二十一汉纪十三卷二十二汉纪十四 姐妹计划,数据下 起悬一晕滩,竟悬一蹲脏,凡十一年 是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丰二年,人参,公元前一零九年 一东,十月,上行信雍,祠武至,孩,祝祠太乙以拜得心 二春,真月,公孙清言,见神人东来山,若遇见天子 天子于是姓沟士臣,拜清为钟大夫,岁至东来 宿流之,数日,摩索见,见大人机 父遇见方是求神怪,采之药,以千数 十岁汉,天子祭出无名,乃到万里沙 下,四月,还,过祠太山 三初,和绝护子,后二十余岁不复赛 两,处之地由被其害 四岁,上史吉人,郭昌二清八促数万人赛 护子和绝 天子自泰山孩,自灵绝合 沈白马,玉碧渝和,令群臣 从关自将军以下接复兴,促田绝合 祝宫其上,明曰宣房宫 岛河北行二渠,赋予旧鸡,儿梁,储之地赋宁,无水灾 有没有。 我们下期见到明课 别再到明课 前面再到明课 我会用一条 故事前面再到明课 Ultima评 与储 边 凩 遇 基 与储 四上海長安 五出令月巫慈上帝百鬼而用擊補 六公孫清岩仙人好樓居於世上令長安坐飛簾 貴官 甘泉坐義壽 嚴壽官 使清池結社聚兒後神人 又坐通天經台 至此聚齊下 更至甘泉前殿 亦廣誅公事 七出 全燕之士 常略屬真番 朝鮮 未致力 駐仗賽 秦滅燕 屬遼東外角 漢興 為其遠南守 復修遼東故塞 致沛水未借 屬燕 燕王爐晚返 入匈奴 燕仁未滿王命 聚擋千余人 追忌 滿夷福而東走出塞 在 杜沛水 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燒一鼠真番 朝鮮蠻夷 及燕王命者 王之 都望显 會校會 高時 天下出定 遼東太守及曰 滿衛外臣 寶塞外蠻夷 無使道鞭 諸蠻夷 欲入見天子 悟得禁止 以故悶得以兵威才 勿卿將其旁小義 征番 臨屯皆來俘蜀 方數千里 傳子至孫幼渠 所幼 漢王人之多 幼未常入見 成國玉尚書見天子 幼雍惡不通 誓歲 漢史社和幼玉 幼渠終不肯奉照 何去至戒上 臨沛水 史欲刺沙宋河者 朝鮮必亡常 極度 持入塞 遂歸報天子曰 沙朝鮮將 尚未其名美 極不竭 拜河未遼東東不都衛 朝鮮怨河 發兵襲攻沙河 8 6 月 甘泉坊中產之酒精 尚未知涉天下 7 6 vs—3 8 6 7 7 7 9 8 8 感谢观看 九上以汉为忧 公孙卿曰 皇帝时 风则天汉 甘风三年 上乃下诏曰 天汉 亦甘风呼 石丘 作名唐鱼问上 十一上墓天下死罪卫兵 浅楼传将军杨仆从祈福渤海 左将军寻至出辽东 以讨朝鲜 十二初 上十一月破吉诸南移兵威御滇王入朝 滇王者 其众数万人 其旁东北有劳生 弥莫 皆同姓相障 未肯听 劳生 弥莫术 侵犯使者 利促 于是上浅将军 郭昌 中郎将 魏广发八 属兵即灭 劳生 弥莫 以兵临颠 颠王举国将 请致力入朝 于是以为 一周郡 四颠王 王应 赴长其名 事实 汉灭两月 平西南移 至出郡时期 且以其故俗制 无赴税 南阳 汉中以王郡 各以地比 给出郡利促奉时 必误 船车 马被拒 而出郡时时小返 沙利 汉发南方利促网诸之 兼遂万余人 费皆养给大农 大农以君书 调言铁祝父 故能善之 燃兵所过 县位以资给无法而已 不也言善父法矣 十三四岁 以玉使忠臣南阳渡州 为廷尾 周外宽 内申刺骨 旗帜大放张汤 十兆玉亦多 两千十系者 心故相应 不减百余人 廷尾一岁至千余章 章大者连歹正案数百 小者数十人 远者数千 近者数百里惠玉 廷尾集中都观兆玉 歹至六七万人 力所增加十万余人 原封三年 贵友,公元前108年。 伊东,十二月,雷,宇宝,带入码头。 二上浅将军召破奴及车施。 破奴与清齐七百余先至,鲁楼兰王,遂破车施,应举兵威以困乌孙,大碗之鼠。 春,真月,甲生,封破奴为卓野猴。 王辉左破奴及楼兰,封辉为浩猴。 于是九全列亭帐至玉门矣。 三出座脚底戏,鱼龙蔓延之鼠。 四汉兵入朝险境,朝险王右驱发兵巨险。 楼船将军将其兵七千人先至王险。 右驱成首,窥之楼船军少,即出尘及楼船,楼船军拜散,顿山中十余日,稍求退散促,复聚。 左将军及朝险配水溪军,未能破。 天子为两将未有力,乃是为山英兵威网御右驱。 右驱见使者,顿首谢,愿将,孔两将炸沙尘,经见信杰,请副将,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即溃军粮,人众万鱼,持兵方度配水。 使者及左将军以其为辩,为太子,以服将,以令人无持兵,太子亦以使者,左将军炸沙尸,遂不渡配水,复以归。 山还报天子,天子诸山。 山还报天子,天子诸山。 上军,乃前至臣下,为其西北,楼传亦往会,居臣南。 右驱遂兼守臣,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所将燕,带醋多敬汉,楼传将其醋以常拜王困乳,醋皆孔,将心残,其为右驱,长池和节。 左将军即即之,朝鲜大臣乃因兼使人思约将楼传,往来言尚未肯决。 左将军术与楼传其战,楼传欲救其约,不会。 左将军已使人求见细将下朝鲜,朝鲜不肯,心腹楼传,以故两将不相能。 左将军心意楼传前有失军罪,经与朝鲜私善,而右步将,以其有反计,未敢发。 1、2、3、3、4、5、3、3、高尼、4、5、3、ールに直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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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右驱之大臣臣己右反 赴公立 左将军使右驱子长 将相路人之子最高欲其名 朱臣己 以顾遂定朝鲜 为勒浪 陵屯 玄兔 征翻四郡 丰参位化清侯 英位秋居侯 潜位平周侯 常位己侯 最以赴死颇有功 为涅阳侯 左将军真智 左将军真智 做真功乡及乖计 气势 楼船将军 一座兵至列口 当待左将军 善先纵 师王多 当诸 赎未数人 班固约 玄兔 勒浪 本机子所封 习机子居朝鲜 交其名以礼役 田蚕之作 为名设尽八条 相杀 以当时长杀 相伤 以古长 相道者 难莫入位其家奴 女未必 欲自赎者人五十万 虽免未名 俗犹修之 嫁取魔所受 是以其名中不相道 无门户之必 妇人真性不淫辟 七天夜饮食以鞭斗 都亦颇放效力 往往以悲弃食 郡出取利于辽东 利剑名无必赃 几古人往着 夜则未到 俗烧亦薄 金鱼饭尽尽多 至六十余条 可贵哉 人贤之话也 燃东宜天性柔顺 异于三方之外 故孔子道道不行 设浮浮于海 欲居久宜 友宜也夫 五秋 七月 焦西于王端轰 六五都低反 分析九全 原封四年 甲虚 公元前一零七年 一冬 十月 上行信雍 此五至 通回中道 岁北出销关 立独鹿 明泽 自带而海 信河东 春 三月 慈后土 舍坟英 夏阳 中都死罪以下 二下 大汉 三凶奴自卫 或渡牧以来 西腹未寇 远袭北方 修仰士马 袭涉猎 述使使于汉 好辞干言求 请和亲 汉使北的人 王乌等亏凶奴 乌从其俗 去截入穷奴 丹于爱之 扬许甘言 未遣其太子入汉未职 汉使扬信于匈奴 信不肯从其俗 禅于曰 故曰汉常遣翁主 给增序食物有品 以和亲 而匈奴亦不扰边 经乃欲返故 令吴太子未职 无己意 信既归 汉又使王污网 而禅于妇产以干言 欲多的汉财物 代为王乌曰 吴欲入汉见天子面 相曰为兄弟 王乌归报汉 汉为禅于筑底于长安 匈奴曰 非得汉贵人使 吴不语成语 匈奴使其贵人治汉 并汉语要 欲曰之 不幸而死 汉使鹿冲国配 两千石印寿往史 因诵其丧 后葬植树千金 曰 此汉贵人也 禅于以为汉杀无贵使者 乃流露冲国不归 诸所言者 禅于特空带王乌 疏无意入汉及遣太子 于是匈奴述使其兵侵犯汉边 乃拜郭昌卫拔胡将军 急着野猴豚屯朔方 以东 贝狐 原封五年 以害 公元前106年 以东 上南寻寿 至于圣堂 望似于顺于九仪 登前天柱山 自寻阳福将 清涉交江中 获知 逐庐千里 薄葱阳而出 遂北至狼邪 并海所过礼祠齐明山大川 春三月 还至泰山 增丰 家子 使似上帝于明堂 佩义高祖 因朝诸侯王 列侯 寿俊 国祭 夏四月 涉天下 所幸献无出经年租赴 还 姓甘权 焦太制 二长平列侯 为清轰 其种 向庐山 三上 寄壤雀 湖 月 开的赤镜 乃至胶纸 朔方之洲 吉祭 幽 并 眼 徐 清 阳 金 玉 义 两等洲 凡十三部 皆至四十焉 寺上以名成文武玉境 乃下赵曰 盖有非常之功 必呆非常之人 故马或奔帝儿至千里 是或有富俗之类而立功名 夫贩驾之马 拓持之事 亦在欲之而已 其岐灵州 郡查理 明有茂财 亦等可谓将 相及史决国者 原封六年 原封六年 炳子 公元前105年 一冬 上行性回中 二春 坐守山宫 三三月 行性和东 祠 射焚 英书 死以下 赤 日之 敬礼 世耻 日之 混在 日之 六年 人 出 天 四汉既通西南夷,开武郡,遇得皆已潜通大夏,遂浅使时于备出此出郡,皆必昆明,为所杀,夺避雾。 于是天子设金师王命,令从军,浅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及之,斩首数十万。后赴浅使,竟不得通。 五秋,大汉,黄。 六污孙使者见汉广大,归报齐国,齐国乃亦众汉。 匈奴闻污孙宇汉通,怒,欲及之。 幼齐旁大碗,岳氏之俗皆是汉,乌孙于是孔,使使愿得上汉公主,为昆帝。 天子与群臣义,许之。 乌孙以千匹马往聘汉女。 汉已将都望见女戏军卫公主,往期乌孙,赠颂慎,乌孙王昆末以为幼夫人。 匈奴亦遗浅女妻昆末,以为左夫人。 公主自治宫市居,岁时宜在于昆末会,治酒饮食。 昆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思归,天子闻而连之,兼遂浅使者以为杖锦绣给遗烟。 昆末约,我老,欲使其孙曾娶上公主。 公主不听,上书言状。 天子报约,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狐,曾娶岁妻公主。 昆末死,曾娶戴笠,为昆迷。 事实,汉史昔于聪领,抵安息。 安息发始,以大鸟乱及离宣善宣人献于汉,及诸小国欢前,大义,车姑师,淤迷,苏之鼠,皆随汉史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西国使更来更去,天子美寻寿海上,西从外国客,大兜,多人则过之,散财伯以赏赐,后惧以饶给之,以懒事汉赴厚焉。 大脚底,出其戏,诸怪物,多聚观者。 行赏赐,酒池肉铃,令外国客便官名仓库辅藏之机,见汉之广大,侵害之。 大碗左右多葡萄,可以味酒,多木徐,天马士之,汉史采齐史以来,天子种之于离宫别官旁,即旺。 然西域已进匈奴,常为匈奴史,呆之过于汉史焉。 西世岁,匈奴乌为蝉鱼死,子乌师奴隶,年少,好,而蝉鱼。 自此之后,蝉鱼一溪北溪,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九泉,敦煌俊。 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一零四年。 一东,十月,上行姓泰山。 十一月,甲子朔诞,冬至,慈上帝于明堂。 冬至海上,考入海极方式求神者莫艳,然亦浅,祭遇之。 二亦有,柏梁台灾。 三十二月,甲武朔,上清禅,祠,林渤海,将以望四蓬莱之暑,祭至书亭焉。 春,上海,以柏梁灾,故朝诸侯,受祭于甘泉。 甘泉坐诸侯底。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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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千门万户 其东则凤雀 高二十余帐 其西则堂中 数十里虎圈 其北至大池 建台高二十余帐 令约太叶池 中有蓬莱 方丈 盈州 胡梁 向海中神山 龟鱼之鼠 其南有玉堂 闭门 大鸟之鼠 立神明台 井干楼 度五十丈 碾道相属烟 四大中代府公孙清 胡遂 太使令司马迁等言 立即坏背 以改正朔 上赵而宽宇博士 四等共义 以为移用下阵 下五月 赵清 岁 千等共遭汉 太出力 以真月为岁首 色上皇 数用武 定官名 谐音律 定宗庙百官之仪 以为典长 垂之后事 五凶奴而禅于好杀伐 国人不安 又有天灾 处多死 左大都卫史人间告汉约 我欲杀禅于将汉 汉远 集兵来迎我 我集发 尚乃浅应于将军公孙 熬住在外受祥 成以应之 六秋八月 上行性安顶 六秋八月上行性安顶 七汉史入西域者言 晚有善马 再二师臣 逆不肯于汉史 天子史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 晚往与其群臣谋约 汉去我远 而盐水中数败 出其北有湖寇 出其南伐水草 又且往往而决意 伐食者多 汉史数百人未备来 而常伐食 死者过半 是安能至大君乎 无奈我贺 二师马 晚宝马也 遂不肯于汉史 汉史怒 妄言 追金马而去 晚贵人怒曰 汉史至亲我 遣汉史去 令其东边遇尘王遮宫 杀汉史 取其财物 走 遣子 了 两个月 公路 撤 Schritt 滚 妄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陆勋许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元前103年 公元前103年 一春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春 真月 雾身 穆秋田侯时庆轰 二润月 丁丑 以太徒公孙赫为丞相 封格力猴 十朝廷多事 督则大臣 自公孙洪后 丞相比作誓死 十庆虽以警的忠 然数倍浅 赫颖拜位丞相 不受应受 顿手替气不肯起 尚乃起去 赫不得已 拜 出约 我从事代已 三三月 上行信河东 词 四下 五月 吉利明马补车骑马 五秋 黄 五秋 黄 五秋 黄 六二师将军之夕也 既过盐水 当道小国各成首 不肯给时 公之不能下 下者得时 不下者数日则去 比治玉成 是智者不过数千 皆几罢 公玉成 玉成大破之 所杀伤甚重 二师将军与李多 照史臣等计 至玉成尚不能举 旷至其王都呼 引兵而孩 至敦煌 是不过十一二 史史上书言 到远伐时 且士族不换战而换机 人少 不足以把晚 愿 愿且罢兵 亦发而复网 天子闻之 大怒 使使这玉门曰 君有赶入者 者斩之 二师恐 应流敦煌 西上游已受祥臣去匈奴远 遣俊姬将军照破奴江二万余齐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 齐至俊姬姬山而孩 卓野侯既至其 左大都未愈发而绝 缠于朱之 发左方兵及卓野侯 卓野侯行捕首颅 得数千人 还 未至受祥乘成四百里 匈奴兵八万其为之 卓野侯夜自出求水 匈奴兼补身的卓野侯 应及及其军 军力为王将而诛 莫相劝归者 军碎梅于匈奴 而缠于大喜 因潜其军攻寿祥乘 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 发动 十二月 而宽促 太初三年 吉卯 公元前一零二年 太初三年 吉卯 公元前一零二年 啦 五星 一春 真月 焦东太守颜广卫玉玉史大夫 二上东巡海上 考神仙之暑皆无厌 令此观礼东泰山 下 四月 海 修丰泰山 蝉石驴 三匈奴儿蝉鱼死 子年少 匈奴立其继父又贤王许离狐卫蝉鱼 四上浅光陆勋徐自卫出五元赛数百里 远者千余里 铸臣 杖 列亭 西北至卢渠 而使游籍将军寒说 长平侯卫抗屯其旁 使强弩都为陆伯得住居言则上 丘 匈奴大入定乡 云中 杀略数千人 败树两千石而去 行破坏光路所著臣 列亭 杖 又使又贤王入九泉 张叶 略数千人 惠君证人闻急救 禁赋师所得而去 五十岁 虽阳侯张昌座位太长伐辞 国厨 初 高祖丰功臣位列侯百四十有三人 十兵阁之余 大臣 明都明人散亡 户口可得而数 才十二三 大侯不过万家 小者五六百户 其封爵之事曰 使黄河如带 泰山若立 国以永存 元吉苗义 深以丹书之信 众以白马之盟 即时 净差地列侯未赐 藏诸宗庙 附在有私 歹文 景 四五世间 流明即归 户口一席 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 小国自辈 父后如之 子孙交易 多底法境 允申师国 至世见侯才四人 网易少蜜烟 六汉继王卓也之兵 公亲义者皆愿霸宛军 专利公湖 天子夜出兵诸宛 宛小国而不能下 则大下之属见清汉 而宛善马绝不来 乌孙 伦台义苦汉使 为外国孝 乃岸言法宛游不变者邓光等 社囚图 八二少年级编旗 遂于而出敦煌者六万人 父思从者不语 牛十万 马三万匹 驴 驼驼以万数 祭粮 兵弩盛舍 天下骚动 转香凤法晚五十余校尉 晚城中无景 集城外流水 于是浅水 恭喜其城下水 空与血其城 一发数甲促十八万九全 张叶北 智居炎 修图屯兵一位九全 而发天下利有罪者 亡命者及罪婿 古人 故有事及 父母大父母有事及者凡七颗 是卫兵 及载辈给二师 转车人图相连署 而拜习马者二人未职 驱马校尉 被迫晚则取其善马 是卫兵 被迫晚则取其善马尉 被迫晚则取其善马尉 于是二师后复刑 兵多 所至小国莫不营 出使给军 于是二师后复刑 兵多 所至小国莫不营 出使给军 至轮台 轮台不下 攻树日 吐之 自此而息 平行至晚成 兵道者三晚 晚兵迎击汉兵 汉兵设败之 晚兵走入 保其成 二师欲攻欲成成 恐流行而令晚亦生扎 乃先至晚 绝其水源移之 则晚故以忧困 为其成 攻之四十余日 晚贵人谋约 王无寡逆善马 杀汉使 惊沙王而出善马 汉兵已解 吉布解 乃立战而死 为晚也 晚贵人皆以为然 贡沙王 其外成坏 鲁碗贵人 永将奸民 晚大孔 走入尘中 池王无寡头 遣人十二师 约约 汉无功我 我尽出善马自所取 而给汉军时 吉布听我 我尽杀善马 康居之旧又且至至 我居内 康居居外 与汉军战 熟记之 何从 事实 康居后世汉兵上圣 不敢进 二师闻晚成忠心的汉人 知穿井 而其内时尚多 既以为 来诸守恶者无寡 无寡头已至 如此不许则坚守 而康居后汉兵罢来就晚 破汉兵必以 乃许晚之曰 晚乃出骑马 令汉自责之 而多出十时 汉军 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 中马以下聘母三千余匹 而立晚贵人之故时 遇汉善者明媚蔡卫晚王 与蒙儿罢兵 初 二师其敦黄西 分位数军 从南 北到 孝卫王深深将千余人别至 玉成 玉成王即灭之 数人脱王 走二师 二师 二师 令搜宿都未上官捷 往攻 玉成 玉成王往走 康居 结追至 康居 康居 文汉已破碗 初 玉成王与捷 捷令四其事 副首亦二师 上规其事 赵帝孔师 玉成王 拔剑及斩其手 追及二师 太初四年 庚臣 公元前101年 一春 二师将军来至京师 二师 二师所过小国文婉破 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 见天子 因未职焉 均还 入马迁于匹 后行 均非伐时 战死不胜多 而将利滩 不爱促 轻木之 以此误故者众 天子为万里而伐 不露其过 乃下赵丰里广立为海西侯 丰赵帝为新智侯 以上官节为少府 军官立为九卿者三人 诸侯相 郡守 两千十百余人 千十以下千余人 奋行者官过其望 以折过行 皆处其劳 士族四十四万钱 凶奴闻二师 真大碗 欲遮之 二师兵胜 不敢当 即遣其因楼兰后 汉史后过者 欲绝悟通 十汉军证人闻将兵屯玉门关 补的身口 织状以闻 上赵文辩道 引兵补楼兰王 将义却不择 王队曰 小国在大国间 不两属无以自安 愿喜国入居汉帝 上执其言 遣归国 亦因石后司匈奴 匈奴自恃不胜 亲信楼兰 自大碗破后 西域证据 判始入西域者意的值 于是自敦黄熙至言则往往起庭 而轮台 驱离皆有田促数百人 致使者 校尉领护 以给始外国者 后岁于 婉贵人 以为媚菜善于 使我国御徒 乃乡与沙媚菜 立无寡昆帝禅封为婉王 而遣其子入世于汉 汉应使使路赐 以正辅之 禅封与汉曰 遂献天马二匹 戇旧 McG chocolat 以为原来 bucks 2000公司 衣服下很少禅封 C Why are the one e 妙 RoBuilder 在这里 任何选 recib civil student 下 suicidalism 皆有HA sa doorsamation 后岐着凌人 以为时公司 逢九不胜 Halum 100公司 二秋 启明光宫 这些都有異 word不胜 以示马uikay 视马的往中 隅 bermune 二秋 启明光宫 二秋 启明光宫 二秋 启明光宫 西域名 萬宫 設西域的 Passif 明光宫 三冬 上行信回中 四匈奴许离胡缠于死 匈奴立其地左大都畏且低侯畏缠于 天子御因法晚之危遂困胡 乃下诏曰 高皇帝宜正平臣之忧 时缠于书绝悖逆 习其相公赴九世之仇春秋大之 且低侯缠于出力 恐汉习之乃曰 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 汉天子我丈人行也 应尽归汉史之不将者陆冲国等 史史来线 优优独播剧场——夜行 天汉元年,新四,公元前一零零年 一春,真月,上行信甘泉,交太制 三月,行信河冬,慈 二上家匈奴丹瑜之意,浅中郎将苏武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后陆禅于,打其善意 武与父中郎将张胜与贾力常会等聚 既治匈奴,治必浅禅于,禅于一交,非汉所望也 慧沟王与长水于长等级为律所将降者,因相与谋结禅于母二世归汉 慧律者,复顾长水湖人,律善邪律都为李延年,延年见延律始于匈奴,始还,闻延年加收,遂王将匈奴 丹于爱之,与谋国士,立位丁凌王 愚长在汉时宿于父张胜相知,思后圣曰,闻汉天子圣愿为律,常能为汉扶弩设杀之 无母,帝在汉,姓蒙其赏赐 张胜许之,以或物与长 后跃于,禅于出列,独二世,子弟在,愚长等七十余人愈发,其依人业王告之 禅于子弟发兵与战,勾王等皆死,愚长生得 禅于始为律制其事 张胜闻之,孔前语发,以壮语武 武曰,是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众妇国,欲自杀 圣,慧共止之,于长果引张胜 禅于怒,赵诸贵人意,欲杀汉使者 左依智之曰,即谋禅于,何以附加 宜皆降之 禅于始为律赵武受辞 武为慧等,曲节辱命,虽身,和面目以归汉,引配刀自赐 魏律经,自曝持武,持赵一,凿得未砍,至运火,赴武其上,倒其背以出血 武器诀,半日复习 慧等哭,于归吟 禅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后问武,而收戏张胜 武艺月,禅于始始小五 欲降之,慧论于长,欲因此时降五 剑斩于长矣,律曰,汉使张胜谋杀禅于靖臣,当死,禅于木将者赦罪,举剑欲及之,盛请将 律为武曰,赴有罪,当相作,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作,赴举剑拟之,武不动 律曰,苏军,律前赴汉归匈奴,姓蒙大恩赐号称王,雍众数万,马处弥山,富贵如此 律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已升高草野,谁富之之 武不应 律曰,军因我降,与军卫兄弟,今不听无忌 后虽欲赴见我,尚可得呼,武骂律曰,辱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被轻,为将鲁于蛮夷,何以如未见 且禅于信辱,使绝人死身,不平心持震,反欲斗两主,官或败 南越沙汉使者,徒为九郡,晚王沙汉使者,头选北阙,朝险沙汉使者 即时诸灭,独匈奴为耳 若知我不降明,御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时矣 律之武中不可携,白禅于,禅于欲亦欲降之 乃忧武至大教中,绝不饮食 天于雪,武卧,涅雪于沾毛并验之,数日不死 匈奴以为神,乃喜武北海上无人处 使目的,曰,滴入乃的龟,别其官属常会等,各至他所 三天与白毛 三天与白毛 四下大汉 五五月,涉天下 六发折树屯五元 七着野猴照破奴自匈奴王归 八四岁 八四岁,济南太守王清卫御史大夫 天汉二年 人,仁武,公元前九九年 一春 一春,上行姓东海 海,姓回中 二下,五月 二下,五月,前 二师将军广力以三万骑出九拳,即又嫌亡于天山,的虎首鲁万鱼及儿孩 匈奴大为二师将军,汉军罚十数日,死伤者多 甲斯马隆西照军国与世百余人 愧为献成,二师引兵随之,岁的解 汉冰悟故十六期,军国身辈二师余创 二师奏状,赵真冲国一行在所,帝清剑,是其创,皆探之,拜卫中郎 汉军使应于将军熬出西河,与强弩都为陆伯德会捉涂山,无所得 出,李广有孙林,卫世 至终,善其舍,爱人下世 帝以为有广之风,拜其都为,始将担扬,处人五千人,教舍九拳,张叶已被狐 及二师及匈奴,上赵林,御使为二师将资众,灵叩头自请约,臣所将屯编者,皆经处勇士其才见客也,立二虎,赦命众,愿得自当一对 到山南已分禅于兵,无令专项二师军,上约,将二相属携,无发军多,无其与女 灵队,摩索士其,臣愿已少几重,步兵五千人设禅于亭,上壮而许之 因赵陆伯德将兵半道迎邻军 伯德亦修为陵后聚,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宇战,愿流陵至春聚出,上怒,以陵毁不欲出而交伯德上书,乃赵伯德引兵及匈奴于西河 赵陵已九月发,出遮鲁杖,至东郡基山南隆乐水上,徘徊关鲁,吉王所建,海,抵寿祥辰臣修士 灵于世将其步促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郡基山止营,举途所过山川地形,使徽下其成步勒还以闻 布勒召见,道陵将律的是死利,上圣月,拜布勒为狼 林志郡基山,与蝉鱼相值,其可三万为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 林颖示出营外卫尘,前行持己,盾,后行持弓,弩 鲁剑汉军少,值钱就营 林伯战功之,千奴俱发,应闲而道 鲁海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蝉鱼大金,赵左,右的兵八万余其功陵 林且战且隐南行,树日,抵山谷中,连战,士族中石商,三创者载年 两创者江车,一创者持兵战,副战首三千余集 引兵东南,寻故龙城到横四五日,抵大则家伟中,鲁从上风纵火,灵意令军中纵火以自救 南行至山下,蝉鱼在南山上,使其子将其及灵 灵军步斗树木间,覆杀数千人,应发连弩射蝉鱼,蝉鱼下走 是日捕的鲁,盐,蝉鱼曰,此汉精兵,及之不能下,日夜影无南竞赛 得无有福兵乎,诸当户军长皆言,蝉鱼自将数万奇及汉数千人不能灭 后无以赴使编城,令汉亦轻匈奴 复利战山谷间,上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孩 适时灵军一级,匈奴其多,战一日数十和,负伤杀鲁二千余人 鲁不利,欲去,惠灵军后管赶为校尉所辱,王将匈奴,据言,灵军无后救,涉使且尽 独将军徽下及校尉成安侯寒言年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位置 当使经其设之,即破矣 蝉鱼的赶大喜,使其并攻汉军,即呼约,礼陵,寒颜年去将,遂遮到即攻陵 邻居谷中,鲁在山上,四面设,始如雨下 汉军南行,位置低汉山,一日五十万史接近,即汽车去 世上三千余人,图斩车扶而持之,军力持持刀,底山,入峡谷,蝉鱼遮其后,沉鱼下垒时,士族多死,不得行 婚后,灵便衣毒不出营,指左右,无随,丈夫一曲蝉鱼耳,两久,灵孩,太席曰,兵败,死矣 于是进展惊奇,即珍宝埋地中,灵探曰,复得数十时,足以托矣 今无兵负战,天明,作寿负矣 各鸟寿散,有有得托归报天子者 令军士仁持二身背,一片兵,旗帜遮障者相待 夜半时,几古起事,古不明 凌雨寒颜年巨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鲁骑数千追之,寒颜年战死 凌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军人分散,托至赛者四百余人 凌拜处去赛百余礼,边赛乙文 上玉陵死战,后闻陵将,上怒胜,则问臣不乐,不乐自杀 群臣皆罪灵,上已问太史令司马迁,迁圣言,灵氏轻孝,宇氏信,长份不顾身以训国家之急,其诉所续姬也,有国事之风 净举世亦不幸,全屈宝妻子之臣随而眉念其短,臣可痛也 且灵蹄不促不满五千,身柔荣马之地,亦数万之师,鲁就死扶伤不暇 西举隐公之名共公为之,转斗千里,使尽道琼,是张空圈,冒白刃,北守真死敌,得人之死利,虽古名将不过也 身虽献败,然其所摧败一族暴于天下 彼之不死,一欲得当以暴汉也 上已千位乌网,欲举二师,为陵游说,下千辅行 一欲得当以暴汉也 就,曰,灵当发出赛,乃赵强弩都为令营军,做御赵之,得令老将身奸诈,乃遣是劳刺灵渝军的托者 就,曰,灵当发出赛,乃遣是劳刺灵渝军的托者 三上已法治愈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两千十位智者大抵多酷暴,立明义侵犯法,东方盗贼资起,大群智数千人,功臣义,取酷兵,誓死罪,妇辱郡太守,都为,杀两千十,小群以百数掠掠鲁相礼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 上使使御使忠臣,臣向常使督之,福能靖,乃使光禄大夫范坤及故九卿章得等衣秀衣,持节,虎福,发兵以兴吉 斩首大部或至万余吉,即以法诸通行,隐时当连作者,朱俊胜者数千人 数岁,乃复得其其徐律,散促师王富巨党祖山穿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于是作,审命法,曰,群道起,不发觉,发觉而补福满品者,两千十以下至小利,主者皆死,其后小利未诸,虽有道不敢发,恐不能的,作客类辅,辅意使其不严 故道贼多,上下相畏逆,以文词必法焉 事实,报圣之为之指使者,所诸杀两千十以下犹多,威震周郡 至渤海,文郡人眷不宜贤,请与相见 不宜容貌尊严,依观圣伟,圣之喜吕启吟,登堂坐定,不宜俱地曰,切伏海滨,文报公子就已,今乃成言皆词 凡未立,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后树公扬明,永中天路 圣之申那其戒,及孩,表见不宜,上召拜不宜为清周赐使 吉南王贺义卫秀一玉使,竹补卫郡群道,多所纵舍,以奉时不称勉,探曰,吾文活千人,子孙有风,吾所活者万余人,后世其心乎 四十岁,以匈奴将者界和王臣免未开灵后,将楼兰国兵及车施,凶 将奴遣又贤王将数万其旧之,汉兵不立,隐去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十一汉纪十三资质通箭,卷二十二汉纪十四,卷二十三汉纪十五 姐妹计划,数据项 姐妹计划,数据项 起昭阳邪恰,敬恶逢敦赃,凡十二年 是宗孝五皇帝下之下 天汉三年,鬼位,公元前九八年 一春,二月,王清有罪自杀,已至今无度周魏玉史大夫 二春鸩酒姑 二春却九姑 三三月 上行信泰山 修风 四明堂 英寿祭 还 此长山 易玄域 方式之后 此后此神人 入海囚蓬来者中无有宴 而公孙卿游以大人机未解 天子亦代宴方式之怪于羽翼 然由机迷不绝 寄遇其真 自此之后 方式言神词者迷众 然其效可读矣 四下 四月 大汉 射天下 五秋 匈奴入雁门 太守座位软气室 天汉四年 贾身 公元前九七年 一春 一春 真月 朝诸侯王于甘全宫 二发天下七科哲 及勇敢士 浅二师将军 李广力将其六万 步兵七万出朔方 强弩都为陆伯德将万余人与二师会 游及将军寒说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元 英余将军公孙 将军将其万 步兵三万人出雁门 匈奴闻之 西远其类众鱼 于五水北 而禅于以兵十万呆水南 与二师接战 二师解而隐归 与禅于连斗十余日 游及五所得 英语与左嫌王战 不利 隐归 时尚浅 敖身入匈奴 迎李林 敖军吴公海 英曰 补的身口 严李林教禅于卫兵已被汉军 故臣无所得 尚于士族林家 继而闻之 乃汉将将匈奴者李婿 非灵也 灵使人刺杀婿 大恶是御沙灵 禅于逆之北方 大恶是死 乃孩 丹于以女妻灵 立位又孝王 与卫律皆贵用事 卫律常在禅于左右 邻居外 有大事乃入义 三下四月 立皇子破位昌翼王 太史元年 已有 公元前九六年 一春 真月 公孙 敖座七位 巫谷要展 二 喜郡国豪 劫于茂林 三下六月 摄天下 三下六月 四十岁 匈奴且低侯缠于死 有两子 常为左贤王 四为左大将 左贤王位置 贵人以为有病 更立左大将为缠于 左贤王闻之 不敢进 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卫焉 左贤王此以病 左大将不听 卫曰 即不幸死 传之于我 左贤王许之 遂立 为葫芦姑缠于 以左大将为左贤王 数年 病死 其子先贤胆不得待 更以为日竹王 缠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 太史二年 丙须 公元前九五年 一春 真月 上行信回忠 二度周促 光路大夫报 甚至为玉石大夫 三秋 喊 四朝中代夫白宫奏穿取引经水 首起骨口 尾入丽阳 驻位中 茂二百里 盖田四千五百余请 英明曰白渠 名得其饶 太史三年 丁亚 公元前九四年 太史三年 丁亥 公元前九四年 二月 信东海 或赤燕 信狼邪 礼日成山 灯之福 福大海而海 太史三年 本身 祭位中 深刻鲜色了 赤燕 太史三年 启河 礼日成山 葡萄 杜荣 太史三年 丁亚 传岩 太史三年 丁亚 杜荣 太史三年 丁亚 杜荣 太史三年 产党 杜荣 太史三年 产 寿荡 杜荣 二十岁,皇子弗林生 弗林母曰何兼赵妾语,居沟义宫,任生十四月而生。尚曰,闻习遥十四月而生,经沟义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遥母门。 陈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行于外,天下无不知之。 当世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令勾义之门曰遥母,非名也。 是以奸人逆探上义,知其其爱少子,欲以为四,遂有为皇后,太子之心,促成乌骨之祸,悲夫。 三兆人将冲卫水横兜卫。 初,冲卫赵禁宿王克,得罪于太子丹,王陶,义却告赵太子殷氏,太子作废。 上赵冲入简。 冲戎茂奎案,被扶清迷,尚齐之,宇宇正氏,大悦,游氏有宠,拜卫子紫秀依使者,使督察贵妻,竟臣于耻者。 冲举和摩所臂,尚以为中职,所言皆重义。 常从上甘权,逢太子家使臣车马行持道中,冲以鼠立。 太子闻之,使人谢冲曰,非爱车马,臣不欲令上闻之,以教赤王宿者,为将军宽之。 冲不听,遂白奏,尚曰,仁臣当如是以,大见信用,威震经诗。 太史四年,悟子,公元前九三年。 一春,三月,上行姓泰山。 仁武,四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应授祭。 鬼位,四孝景皇帝于明堂。 假身,修风。 丙须,缠食驴。 下,四月,姓不齐。 五月,还,姓见张宫,设天下。 二冬,十月,贾盈会,日有时之。 三十二月,上行姓庸,慈武至。 西至安定,北地。 秦和元年,极臭。 公元前九二年 一春 真月 上海 信建章公 二三月 赵靖肃王彭祖轰 彭祖取江都义王所姓闹鸡 深南 炮闹子 时闹鸡胸为汉患者 上赵问 闹子何如 对曰 为人多裕 上曰 多裕不宜军国子民 问武士侯昌 曰 无就无欲 上曰 如是可矣 遣时者立昌为赵王 三下 大汉 四上居建章公 建议男子带建入中龙华门 以其一人 命收之 男子捐建走 逐之俘获 上路 展门后 东 十一月 发三府骑士大搜上林 避长安城门所 十一日乃劫 乌古时期 五臣相公孙贺夫人君如 为皇后解也 贺犹是有宠 贺子近身代父为太仆 交奢不奉法 善用北军前千九百万 发掘 下狱 适时照补杨林大侠诸安氏圣吉 赫字请逐补安氏已赎尽身罪 尚许之后果的安氏 安氏孝曰 约 丞相或吉宗矣 遂从玉中上书 告 尽身与杨石公主私通 尚且尚甘泉 使乌当迟到买偶人 住族上 有恶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和二年 根营 公元前九一年 本来说是 百分之一 十二年 几次 稍等 澎三年 三年 三年 二年 十二年 三年 一春 真月 夏赫玉 暗燕 父子死玉中 家族 以卓郡太守留屈毛为左丞相 封鹏侯 屈毛 中山靖王子也 二夏 四月 大风 发乌折木 三论月 朱易公主 杨时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抗街坐乌骨珠 四上行性肝泉 四上行性肝泉 五初 上年二十九乃生立太子 圣爱之 吉长 性人数温景 上贤其才能少 不累己 而所性望夫人生子红 礼姬生子淡 须 礼夫人生子破 皇后 太子宠敬衰 常有不自安之矣 上觉知 为大将军清约 汉家术士草创 加四已清临中国 正不变更制度 后世无法 不出师真法 天下不安 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 又如正所为 世习王秦之机也 太子敦重好境 必能安天下 不使正忧 欲求守闻之主 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闻皇后 与太子有不安之意 岂有之邪 可以一小之 大将军顿守谢 皇后闻之 托三请罪 太子每见证拔四已 上校曰 无当其劳 以亦已辱 不亦可乎 上美行姓 常以后世父太子 宫内父皇后 上美行姓 常以后世父太子 宫内父皇后 上美行姓 常以后世父太子 宫内父皇后 有所平爵 还 摆其罪 上亦无意 有时不审也 上用法言 多认深刻力 太子宽厚 多所平反 虽得百姓心 而用法大臣皆不悦 皇后恐久获罪 每届太子 遗留取上义 不应善有所纵舍 上文之 是太子而非皇后 群臣宽厚长者皆赴太子 而身赴用法者皆赴之 邪臣多党愈 故太子愈少而伪多 魏清厚后 臣下无腹外加畏惧 竟愈够太子 上语诸子书 皇后悉得见 太子长夜皇后 一日乃初 皇门苏文告上曰 太子与宫人系 上亿太子宫人满二百人 太子后知之 心贤文 文宇小皇门长荣 王碧等长为四太子过 则增加白之 皇后妾齿 使太子白诸文等 太子曰 帝悟为过 何谓文等 上聪明 不信邪宁 不足优也 上长小不平 使长容赵太子 容颜 太子有喜色 上黑然 及太子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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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贤其貌 及替气处 而杨宇孝 上怪之 更为问 知其情 乃诸容 皇后益善自防贤 必贤宜 虽酒无宠 上辈领欲 事实 方氏及诸神乌多聚精师 律皆左道或众 便幻无所不畏 女乌往来宫中 叫美人度厄 美乌者埋目人计四支 因度计会力 更相告捷 以为驻足上 无道 上怒 所杀后功严及大臣 死者数百人 上心既以为仪 长咒请 梦目人数千十丈 御及上 上今悟 应是体不平 遂苦忽忽善望 将冲自已 与太子及位是有戏 见上年老 孔雁嫁后 为太子所诛 应是位奸 严上及遂在巫谷 于是尚已冲位使者 至乌谷欲 冲江湖乌绝的求偶人 补谷及叶词 是鬼 染污令有处 折收不厌制 烧铁钱拙 强服之 明转香污以乌谷 立者何以为大逆无道 自经师 三府连吉郡 国 作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事实 上春秋高 以左右皆为谷柱组 有语无 莫感送其冤者 冲济之上意 因湖乌谈何言 宫中有骨气 不除之 尚中不差 尚乃使冲入宫 至审中 坏玉座 觉得求骨 又使暗道侯寒说 玉使张干 皇门苏文等助冲 冲先至后宫 西姓夫人 以刺及皇后 太子宫 觉得纵横 太子 皇后无腹失床处 冲云 于太子宫的牧人尤多 又有薄书 所言不道 当奏文 太子句 问少父时得 得据为师父并诸 因为太子曰 前丞相父子 两公主 即为是皆作此 经乌与使者觉得的真宴 不知乌智之邪 将时有也 无以自明 可教以节收补充等细欲 穷至其奸诈 且上即在甘权 皇后即嘉丽 请问皆不报 尚存王 未可知 而奸臣如此 太子将不念情 扶苏 是邪 太子 曰 无人子 安得善诛 不如归谢 信得无罪 太子将亡之甘权 而将充持太子圣即 太子既不知所出 遂从时得计 秋 七月 人武 太子时刻诈 为使者 收补充等 按道侯说 以使者有诈 不肯受诏 克格杀说 太子自领斩充 骂曰 赵鲁 前乱乃国王 父子不足邪 乃妇乱无父子也 幼稚乎无上林中 太子时设人武且 迟节夜入魏央宫殿 长秋门 因长玉以华聚白皇后 发中旧车载设事 出武库兵 发长乐功未促 长安扰乱 言太子反 苏文蹦走 得王归甘全 说太子无状 上曰 太子必拒 又愤冲等 故有词辩 乃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进 归暴云 太子反以臣 欲斩臣 臣陶归 上大怒 臣向曲毛文辩 挺身陶 王岐映寿 使长使臣吉 致以文 上问 臣相何谓 对曰 臣相密之 未敢发兵 上怒曰 是吉吉如此 何谓密也 臣相无周公之风 以 周公不诸管 菜乎 乃次臣相喜书曰 不战反者 自有赏罚 以牛车为辱 无阶短兵 多杀伤势重 兼必尘门 无令反者得出 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 帝在甘泉并困 以有变 兼臣欲作乱 尚于是从甘泉来 信臣西建张宫 照发三府进宪兵 不忠两千十以下 臣相兼将之 太子亦遣使者 缴致设长安中都官囚徒 命少赴时德及宾客张光等分疆 使长安囚如侯 持节发长水及宣区胡旗 皆以专会 侍郎马通使长安 应追捕如侯 告胡人曰 节有诈 误听也 遂展如侯 引其入长安 又发及诏事已 与大红卢商秋晨 初 汉节纯斥 以太子持赤节 故更为黄毛 加上已相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 照护北军使者任安 与节 令发兵 安拜受节 入 闭门不出 太子引兵去 驱四世人 繁数万众 至长乐西雀下 逢丞相军 合战五日 死者数万人 血流入沟中 民间接云太子返 已故众不负太子 丞相复兵尽多 式直辺史主便 人时自身 身而要做 太子兵败 男奔赴 阳城门 斯直田人 马上 不必 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遇及之,太子犹是得出王。 丞相遇展人,遇使大夫报圣之位丞相曰,私直,立两千十,当先请,奈何善展之,丞相是人。 上文儿大怒,下立则问玉使大夫曰,私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善指之,圣之皇统,自杀。 照遣宗正流长,直经无流敢奉策收皇后喜寿,自杀。 上以为任安老历,建兵士起,欲作官成败,建胜者何从之,有两心,与田人皆要斩。 上以马通或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或石德,商丘成立战或张光,丰通为崇和侯,建卫德侯,成为杜侯。 诸太子宾客常出入宫门,接坐诸,习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力士截略者皆喜敦皇军。 以太子在外,使致屯兵长安诸城门。 上怒圣,群下幽聚,不知所出。 湖关三老茂上书曰,成文父者游天,母者游得,子游万物也,故天平,得安,物乃冒臣,父慈,母爱,子乃孝顺。 今皇太子为汉世四,成万世之业,体祖宗之众,轻则皇帝之宗子也。 江冲,不一之仁,驴炎之力尘尔,陛下显而用之,贤至尊之命以破处皇太子,造势奸诈,群邪错谋,是以亲戚之路利赛而不通。 太子尽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愤愤之心,起而杀冲,恐惧不逃,子道复兵,以救难自免而。 臣妾以为无邪心。 诗,曰,盈盈轻盈,止于藩。 凯替君子,无姓禅言。 禅言枉急,交乱四国。 亡者将冲缠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 陛下不省察,生过太子,发圣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 智者不敢言,便是不敢说,臣妾痛之。 唯陛下宽心畏意,少察所清,无患太子之妃,击霸假兵,无令太子久亡。 臣不胜权权,出一旦之命,呆罪建章攻下。 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显颜色之也。 太子王,东智湖,藏匿全究里,主人家平,长卖剧已给太子。 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复善,使人呼之而发觉。 8月,新海,立为补太子。 太子自渡不得托,急入世巨户自经。 山羊男子张富昌未促,足踏开户,新安令使李寿驱报解太子。 主人公岁格斗死,皇孙二人皆病遇害。 上纪伤太子,乃风李寿位于侯,张富昌未提侯。 下纪伤太子,乃风李寿位于侯,张富昌未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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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纪伤太子,乃风李寿位于侯。 陈光曰 夫阵之南清 产于义和 此故中人之常情 以太子之不忠也 六鬼亥 地震 七九月 商丘成为玉使大夫 商丘成为玉使大夫 八利赵 竞速王小字眼卫平干王 九凶奴入上谷 五元 杀掠立民 真和三年 新卯 公元前九零年 一春 真月 上行信雍 至安定 北帝 二兄奴奴入五元 九泉 九泉 杀两兜尾 三月 浅里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元 商丘成将二万人出西河 马通将四万骑出九泉 及匈奴 商丘成为玉使大夫 三下 五月 射天下 四凶奴缠于文汉兵大出 西喜其资重北帝至居水 左贤王区其人名度于五水六七百里 居兜贤山 缠于自江金兵渡沽水 商丘成军至追邪境 摩索剑 海 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其追汉军 转战九日 致仆奴水 鲁不利 海去 马通军至天山 匈奴使大将眼驱将二万余其要汉兵 建汉兵墙 引去 通摩索得师 事实 汉孔车师遮马通军 遣开陵侯臣缅江楼兰 魏黎 维须等六国兵共为车师 竟得其亡民众而孩 二师将军出赛 匈奴使幼大都魏与魏律将五千奇要及汉军于夫阳巨山峡 二师即破支 乘胜追北至泛夫人臣 匈奴奴走 莫敢俱敌 出 二师之出也 丞相留屈毛卫足道 送至卫桥 广力曰 愿君侯早请昌义王卫太子 如立卫帝 君侯长和幽乎 屈毛徐诺 昌义王者 二师将军女帝 李夫人子也 二师女卫屈毛子妻 故共御立焉 会内者令郭然告 陈相夫人驻祖祖上吉 与二师共导辞 欲令昌义王卫帝 暗宴 罪至大逆不道 六月 赵载区毛除车已训 要展东市 妻子销首华阳街 二师妻子一收 二师闻之 幽据祈愿胡雅夫 亦避罪从军 说二师曰 夫人 世家皆在立 若还 不称义 世与玉慧 置居以北 可负的见乎 二师犹是胡怡 深入药宫 遂北至置居水上 路已去 二师前护君将 二万骑渡置居之水 逢左贤王 左大将将二万骑 与汉军合战一日 汉军杀左大将 鲁死伤慎重 军长史与绝虽 都为辉渠侯谋约 将军怀一心 欲为众求功 恐必败 谋供执二师 二师闻之 展长使 隐兵还至艳燃山 禅于之汉军劳眷 自将五万骑遮及二师 相杀伤慎重 也欠汉军前 深树齿 从后及及之 君大乱 二师岁将 禅于素之其汉大将 以女妻之 尊宠在位律上 宗族岁灭 五秋 黄 六九月 故臣妇令公孙永 宇克 胡倩等谋反 欠诈称光陆大夫 岩石都道贼 淮阳太守田广明觉之 发兵补斩烟 公孙永 衣秀衣 乘四马车 至宇 宇守卫 为不害等 朱之 封不害等 四人为侯 宇守卫 七粒名以污谷相告 暗焰多不时 尚颇知太子 惶恐无他意 慧高请郎田千秋 尚即便 宋太子冤约 子弄富兵 罪当吃 天子之子 过物杀人 当何罪灾 尘长梦 一百头瘟 叫尘言 尚乃大感悟 照见千秋 魏约 父子之间 人所难言也 宫独名其不然 此高庙神灵使 宫叫我 宫当遂为吴辅佐 历拜千秋为大鸿炉 尔族灭江冲家 本苏文于横桥上 集全究李家兵任于太子者 初为北的太守 后族 尚连太子无辜 乃坐私子宫 为归来望 让私之台鱼湖 天下闻而悲之 天下闻而悲之 一春 真月 上行信东来 临大海 御浮海囚神山 群臣见 上福厅 而大风会鸣 海水费用 上流十余日 不得御楼船 乃海 二二月 丁有 雍现无云 如雷者三 陨十二 黑如一 三三月 上根于据定 海 姓泰山 修风 根吟 似于明堂 轨迹 蝉石驴 见群臣 上乃延约 正即位以来 所为狂辈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自今是有伤害百姓 弥废天下者 惜罢之 田千秋曰 方是言神仙者慎重 而无险功 臣请皆罢赤浅之 上曰 大红卢言是也 于是 惜罢诸方是 后神仁者 事后上 每对群臣自叹 向时余霍 为方是所欺 天下 其有仙人 竟妖望耳 皆师服药 差可少病而已 下 六月 还 性肝泉 四丁寺 以大红卢田千秋为丞相 丰富名侯 千秋无他才能 又无法越功劳 特以一言勿意 数月取宰相 丰侯 世未常有也 然为人敦厚有志 居未自称 于于前后属功 先是搜宿都为桑红阳与陈相 御史奏言 轮台东有盖田五千寝以上 可遣屯田醋 至孝为三人分户 一种五谷 张叶 九泉 遣其 甲司马 为赤后 慕名壮剑 感喜者 一田索 一肯盖田 稍住列亭 连城而息 以威惜国 辅乌孙 上乃下诏 深臣既往之悔约 前有司奏 御义名副三时 驻边用 是众困劳若孤独也 而今又请浅簇田轮台 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 前开陵侯及车师时 虽慎 将其王 以辽远罚时 到死者上数千人 旷亦西乎 囊者阵之不明 以君后红尚书 言 匈奴赴马 前后足智臣下 持言 情人 我盖若马 又 盼使者久留不孩 故兴遣二师将军 欲以为使者威众也 故者卿 大夫与谋 参以师 归 不及不行 乃者以赴马书 便是丞相 御使 两千十 朱大夫 狼 魏文学者 乃智郡 蜀国都魏等 皆以 鲁字父及马 不祥圣灾 或以为 欲以建墙 夫不足者 世人有余 公车方式 太史 至兴 忘弃及太 不归 师皆以为 即 匈奴必破 时不可再得也 又曰 北伐行江 于立山 必可 卦 诸江二师 最疾 故正 清发二师 下立山 赵之 必无深入 经济谋 挂赵皆返谋 重合猴的 鲁后者 乃言 驸马者 匈奴祖 君士也 匈奴常言 汉吉大 然不奈 饥渴 施一郎 走迁阳 乃者二失败 君士 死略 离散 悲痛 常在 振兴 今 又 请远 田 轮台 玉 起 停碎 是扰劳天下 非所以幽明也 正不忍闻 大鸿鲁等右翼玉目囚徒送匈奴使者 明封侯之赏以报份 此五伯所福慰也 且匈奴的汉将者常提耶搜索 问以所闻 其的行其计乎 当今悟在靖科报 只善妇 立本农 修马妇令 以不缺 无法五倍而已 郡国两千十个上进处马 方略不边撞 与记对 尤士不复出军 而丰田千秋为赴明侯以明修席 私父养明也 又以照过谓搜宿都谓 过能谓带田 其根云田气皆有变巧 以叫明 用力少而得古多 明皆变之 陈光约 天下信未尝无事也 武帝好似一之功 而勇锐亲死之事充满朝廷 辟土广的 无不如意 即后习民众农 而照过之仇叫明更云 明亦被齐立 此一君之身去好疏别 而适者应之 臣使五帝兼三王之量 以心伤 周之志 其无三代之成乎 五秋 八月 心有慧 日有时之 六位律害二师之宠 会匈奴缠于母二是病 律赤胡乌炎 先缠于怒曰 胡顾时辞兵 常言的二师已设 何故不用 于是收二师 二师骂曰 我死必灭匈奴 遂徒二师已辞 后援元年 鬼四 公元前八八年 一春 真月 上行性肝权 焦太制 遂性安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应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赞助 2018 我们阅 recognizing 四下 六月 商丘成座驻祖自杀 五初 市中扑射马和罗与江冲相闪 即位太子骑兵 和罗帝通以立战风重合侯 后尚一灭冲宗族 党与和罗兄弟聚集 遂谋畏逆 市中驸马都未经日滴誓其致意有非常 心仪之 因独察其动静 语句上下 和罗一决日滴意 已故久不得发 事时尚行信林光宫 日滴小吉卧卢 和罗与通吉小弟安城角至夜出 共杀使者 发兵 明诞 尚未起 和罗无何从外入 日滴奏策 心动 立入 座内护下 须于 和罗秀白刃从东乡上 见日滴 色变 走区卧内 欲入 行处宝色 将 日滴的报和罗 应传约 马和罗返 上京起 左右拔任 玉阁之 上孔并中日滴 指悟阁 日滴头和罗殿下 的情妇之 穷智皆福孤 六秋 七月 地震 七燕王旦自已赐帝当位太子 上书求入宿位 上怒 斩其始于北阙 又作藏匿王命 销良乡 安赐 文安三县 上游是恶旦 但便会博学 其帝广陵王须 有勇力 而皆动作无法度 多过失 故上皆不力 十勾异夫人之子 福灵 年数岁 形体壮大 多之 尚其爱之 心欲利焉 以其年至 母少 有宇久之 欲以大臣福之 茶群臣 为奉车都为 光路代福获光 忠厚可认大事 上乃使黄门化周公赴臣王朝诸侯以赐光 后属日 帝谴责勾异夫人 夫人托三耳 叩头 帝曰 饮池去 送耶庭玉 夫人还顾 帝曰 去行 辱不得活 促赐死 请知 帝贤居 问左右曰 外人言云合 左右对曰 人言 且立其子 何去其母乎 帝曰 然 是非而曹于人之所知耶 罔顾国家所以乱 由主少 母状也 女主独居交简 淫乱自自 莫能尽也 辱不闻邪 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后元二年 甲午 公元前八七年 一春 真月 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 二月 行姓周至五座宫 二上病毒 或光替气问曰 如有不惠 谁当四者 上曰 君未欲前化一邪 立少子 君行周公之事 光顿手让曰 臣不如今日滴 日滴亦曰 臣 外国人 不如光 且使匈奴亲汉乙 乙丑 赵立福林 为皇太子 十年八岁 丙英 乙光 为大司马 大将军 日滴 为车骑将军 太蒲上官杰 为左将军 受一赵府少主 又以搜宿都为桑红阳 为玉使大夫 皆拜卧内床下 光出入静踏二十余年 出则奉车 入室左右 小心谨慎 未尝有过 为人审静祥审 每出入 下殿门 只静有长处 郎 菩舍妾时事之 不失尺寸 日滴在上左右 目不武士者数十年 四出宫女 不敢进 上玉内其女后宫 不肯 其赌胜如此 尚由其一之 日滴长子为帝弄儿 帝圣爱之 其后弄儿壮大 不仅 自殿下与宫人系 日滴事件之 恶其淫乱 遂杀弄儿 上闻之 大怒 日滴顿手谢 俱言所以杀弄儿壮 上圣哀 未知气 已而心静日滴 上关节使以财力的信 未未央就令 上长体不安 吉悦 剑马 马多寿 上大怒曰 令以我不负剑马鞋 欲下力 截顿手曰 承闻圣体不安 日夜幽聚 亦臣不在马 颜未促 气数行下 上以为爱己 由事清静 未事中 烧千至太仆 三人皆上诉所爱信者 故特举之 受以后事 丁卯 帝崩于五座宫 入病位央宫前殿 第聪明能断 善用人 刑法魔所假代 龙律公主自昭平君 上帝女宜安公主 龙律主病困 已经千金 前千万位昭平君 欲赎死罪 尚许之 龙律主促 招平君 日交 罪杀主父 细欲 庭位以公主子上请 左右人人未言 前又入属 陛下许之 上曰 无帝老有是一子 死 已属我 于事未知垂涕 叹息良久 曰 法令者 先帝所造也 用地固而乌先帝之法 无鹤面目入高妙呼 右下父万名 乃可其奏 哀不能自止 左右敬卑 待照东方朔前上寿 约 陈文圣王为振 赏不必愁愁 诸不择骨肉 书 约 不偏不党 王道荡荡 此二者 五帝所仲 三王所难也 陛下行之 天下幸圣 尘说奉伤累死赛拜上万岁兽 尚出怒朔 既而善之 以朔为中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改正朔 定隶属 谐音律 作诗乐 见风禅 礼百神 少周后 号令文章 幻烟可恕 后似的尊弘夜儿有三代之风 如五帝之雄才 大略 不改文 景之公俭以继思明 虽 诗 书 所称何有家烟 陈光曰 孝五穷奢极欲 凡行众脸 内齿公事 外事似疑 性或神怪 寻游无度 使百姓疲蔽 其未盗贼 其所以亦于情始皇者无己意 然情义之王 汉义之心者 孝五能尊先妄之道 知所统守 受忠职之言 恶人欺毙 好贤不倦 诸赏严明 婉儿改过 故托的人 此其所以有亡情之师 而免亡情之或乎 三物臣 太子及皇帝位 必解恶意公主供养 婶中 霍光 今日低 上官节供领上书氏 光服幼主 正自己出 天下享闻其风采 殿中常有怪 一夜 取尘相经 光照尚服喜狼 欲收取喜 狼不肯受 光欲夺之 狼暗箭曰 尘头可得 喜不可得也 光胜一只 明日 赵增此狼制二等 众树莫不多光 四三月 贾城 藏孝五皇帝于茂林 五下 六月 射天下 六秋 七月 有心被于东方 七季 北王宽作禽兽刑自杀 八东 匈奴入朔方 杀掠利明 发军屯西河 左将军结形北边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十二 汉季十四 资质通箭 卷二十三 汉季十五 卷二十四 汉季十六 姐妹计划 数据项 起沾蒙鞋下 静柔罩敦赃 凡十二年 孝昭黄帝上 始元元年 已位 公元前八六年 孝昭黄帝上 依下 一周一二十四亿 三万余人皆返 潜水横都为吕屁湖沐立明及发肩胃 属郡奔命网及 打破枝 二秋 七月 摄天下 二秋 七月 摄天下 三大雨 三大雨 至于十月 未瞧绝 四五 入层 打破枝 四五 出拜 三大雨 至于十月 离开枝 四五 地出拜 赐诸侯王喜书 燕王但的书不肯哭 曰 喜书封小 今诗已有辩 浅信臣寿西长 孙纵之 王儒等之长安 已问李仪未明 因赐后朝廷誓 即有赵包赐但前三十万 亦封万三千户 但怒曰 我当位帝 何赐也 岁宇宗室中山哀王子长 齐孝王孙则等杰谋 乍言以五帝时受诏 得直立誓 休无辈 辈非长 郎忠臣整位但曰 大王失职 独可起而所 不可作而得也 大王依起 国中虽女子皆奋必随大王 但给予则谋 为奸书 言 少帝非五弟子 大臣所共立 天下一共伐之 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 则谋归发兵林姿 杀清周次使眷不宜 但招来郡国奸人 赴脸铜铁座甲兵 数月骑车骑 才观促 发明大猎以蒋世马 须其日 郎忠含义等数剑弹 但杀义等凡十五人 惠平侯臣之则等谋 以告卷不宜 八月 不宜收补则等以闻 天子浅大鸿庐臣至 连引燕王 有赵 以燕王至亲 物质 而则等皆福诸 千卷不宜未经赵引 不宜未经赵引 立明尽其微信 每航线 路求图海 其母折问不宜 有所平凡 活几何人 即不宜多有所平凡 母喜效益于他时 或摩所出 母怒 未不食 故不宜未利 炎而不惨 五九月 炳子 杜敬侯今日低轰 初 五帝病 有一赵 风今日低位杜侯 上官节位安阳侯 或光位伯禄侯 皆以前补返者马和罗等攻风 日低以地少 不受风 光等意不敢受 即日低病困 光白风 日低卧寿应寿 依日轰 日低两子赏 限聚适中 与地略同年 共卧起 赏位奉车 见驸马兜卫 即赏四侯 配两兽 上尉或将军曰 今世兄弟两人 不可使具两兽邪 对曰 赏字四父为侯耳 上校曰 侯不在我与将军呼 对曰 先帝之曰 有公乃的封侯 穗旨 六润月 浅故庭位王平等五人持杰行郡国 举贤良 问名己苦 冤 失职者 西东 吴冰 西东 吴冰 公元前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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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春 真月 封大将军光位伯禄侯 左将军结位安阳侯 二或说或光曰 将军不见诸吕之士乎 处一颖 周公之位 摄政善权 而被宗士 不与共职 是以天下不幸 促至于灭亡 经将军当圣位 帝春秋复 宜那宗士 又多与大臣共事 反诸吕道 如是 则可以免唤 光然之 乃则宗士可用者 遂败处猿王孙辟将及宗士刘常乐 皆为光露大夫 辟将守常乐卫卫 三三月 遣食者 正代平民五种 食者 四秋 八月 照曰 往年灾害多 今年残 卖伤 所正代种 食物收责 无令民出今年田租 五初 五帝征伐匈奴 深入穷追 二十余年 匈奴马处运众堕毒 霸吉 苦之 常有欲和轻易 未能得 葫芦孤丹于友谊母帝位 左大兜位 贤 国人相知 母恶事恐蝉于不立子而立 左大兜位也 乃思始杀之 左大兜位同母兄愿 遂不肯附会蝉于亭 适岁 禅于并且死 未诸贵人 我子少 不能治国 立帝右古黎王 及禅于死 未律等于专取恶事谋 逆其丧 矫禅于令 更立子左古黎王 未虎眼低禅于 左贤王 右古黎王愿望 律其众欲难归汉 恐不能自治 及邪卢图王 欲于西将乌孙 卢图王告知禅于 使人厌问 右古黎王不服 反以其罪罪 卢图王 国人皆冤之 于是二王去居其所 不复肯会隆臣 匈奴使衰 使元三年 丁友 公元前八四年 一春 二月 有心背于西北 二冬 十一月 仍沉硕 日有时之 三初 或光与上官劫相清闪 光美修目初 劫长待光入绝世 光女未解子安妻 生女 年辅五岁 安玉因光内之宫中 光以为尚佑 不听 盖长公主思禅 丁丁外人 安肃于外人善 说外人曰 安子容貌端正 臣因长主时的入位 以臣父子在朝而有交房之众 臣之在于族下 漢家故时 常以列善恶不封喉呼呼呼 外人喜 言于常主 常主以为然 照照安女入位妾语 安慰其都位 始元四年 务虚 公元前八三年 始元四年 务虚 公元前八三年 一春 三月 甲银 立皇后上官室 赦天下 始元四年 务虚 公元前八三年 务虚 公元前八三年 务虚 公元前八三年 二西南宜孤增 业余复返 浅水恒都为吕辟胡将一周兵集之 辟胡不敬 满一岁杀一周太守 陈盛与辟胡战 市战及逆死者四千余人 东 浅大洪如田 广名集之 三平位 李种座 故纵死罪 气势 四十岁 上官安慰车齐将军 四十岁 上官安慰车齐将军 五十岁 上官安慰车齐将军 参照 葛症颐摆 三平位 断子 十岁 上官安慰 两位 斬这么阳 四十岁 上官安慰 两位 斬这么阳 本 噢政 四十岁 下官安慰 五十岁 下官安慰 五十岁 下官安慰 始元五年,己亥,公元前八二年 一春,真月,追尊帝外祖赵复位顺承侯 顺承侯有解君许,四千二百万奴婢,帝宅已冲食烟 朱坤帝各以亲书受赏赐,无在位者 二有男子陈皇独车一北雀,自卫位太子,公车一闻 赵始公、清、将军,中两千十杂十世 长安中立民聚官者数万人 幼将军乐兵却下以备非常 丞相、御史、中两千十志者并莫敢发言 经兆尹不宜厚道,侍从力收复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知 不宜曰,诸君何患于位太子 习快溃为命出奔,折据而不纳 春秋,是之 为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及死 今来自义,此罪人也 遂诵诵诵语 天子与大将军或光文儿家之曰 公卿大臣当用有金术,名于大义者 昼士不宜名身重于朝廷 在位者皆自以复己也 庭位宴至何人,尽得奸诈 本下洋人,姓陈,名方岁,居胡 以补士为士 有顾太子舍人常从方岁补 未曰,子壮茂盛四位太子 方岁心力其言,既得已富贵 作乌网不道,要斩 三下,六月,封上官安慰桑乐侯 安日以交迎,受赐殿中 对宾客言,与我续饮 大乐,见其服事 使人归,欲自烧物 子病死,仰儿骂天 其完备如此 四霸丹尔,征藩郡 四霸丹尔,征藩郡 五秋,大红鲁广名,军阵望平及一州 斩首,捕鲁三万余人,或续产无万余头 四霸丹尔,征藩郡 建国家成五帝奢侈 施旅之后,术为大将军光颜 年岁彼不登,留名为敬骸 仪修孝文时政 事已简约,宽和,顺天心 说明亦,年岁一应,光纳其言 延年,故遇史代福州之子也 史元六年,庚子 公元前八一年 一春,二月,赵有斯问郡国所举贤良 文学,名所极苦 教化之要,皆对,愿霸严,铁,九雀,军书官,无与天下真理 事已简洁,然后教化可心 桑红扬男,以为,此国家大业 所以致四疑,安边足用之本 不可费也,于是掩铁之意起焉 二初,苏武记喜北海上,秉食不治,绝野蜀,去草食而食之 障汉劫牧羊,卧起操池,劫毛静落 武在汉,与李林聚位适中,林将匈奴,不敢求武 九之,禅于使林至海上,为武至九舍乐 因为武曰,禅于文林与子卿诉后 故事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 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 足下兄弟二人,前阶做事自杀 来时,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妇年少 文以更嫁矣,独有女第二人,两女,亦男,经妇十余年,存亡不可知 人生如昭露,何久自苦如此 灵使将时,呼呼如狂,自痛腹汗,加以老母系宝宫 子卿不欲将,何以过灵 且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一灭者数十佳 安为不可知,子卿尚父谁未乎 五约,五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 未列将,绝通侯,兄弟清静,长愿干脑徒弟 今得杀身自孝,虽浮月,汤祸,成甘乐之 成是君,由子是父也 子为父死,魔所恨 愿悟父再言 灵语五引述日,赴约,子卿一听灵言 五约,自分已死久矣 王必欲将五,请必今日之欢,笑死于前 灵见其至臣,愧然探约,皆呼,义事 灵语未律之最上通于天 阴气下瞻经,与五绝去 四五牛羊树石头 后灵复至北海上,与五以五地崩 五南乡豪枯欧血,但细灵,树月 吉虎眼低蝉鱼利,母恶势不振 国内乖离,长孔汉兵席之 于是魏律魏蝉鱼谋,与汉和亲 汉使至,求苏武等,匈奴鬼言五死 后汉使父至匈奴,常会私见汉使 教使者为蝉鱼,言,天子设上陵中 得宴,足有戏伯书,言五等 在某则中,使者大喜,如会语以让蝉鱼 蝉鱼是左右而经,谢汉使曰 五等时在,乃归五及马虹等 马虹者,前赴光禄代辅王中石西国 为匈奴所遮,终战死,马虹生的,亦不肯降 故匈奴归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于是李灵至九贺五约,经足下海归 扬名于匈奴,攻险于汉使,虽古竹伯所在 丹青所化,何以过子清 丹虽奴妾,令汉使临罪,权其老母 使得奋大辱之机智,树几乎曹科之蒙 此丹素席之所不妄也 收足临家,卫世大禄,临上妇贺顾乎 以意,令子清之无心儿 临气下俗行,英语无绝 禅于赵慧五官署,前已将及悟故,繁随五孩者九人 继至京师,赵五凤一太劳业五帝元庙,拜卫典蜀国,至终两千十,四千二百万,公田二寝,宅一区 五流匈奴凡十九岁,使已强壮出,即还,须法静白 霍光,上官杰与李灵素善,浅灵故人龙熙任立正等三人聚至匈奴昭之 临约,归亦尔,丈夫不能再辱,遂死于匈奴 三下,汉 四秋,七月,霸雀孤官,从贤良,文学之义也 五帝之末,海内虚号,户口减半,霍光之食物之药,清瑶伯父,与民休息 智世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烧妇文,井之夜焉 五兆以沟挺侯无波律其义军长,人民及反者有功,立以为沟挺王 四天广明觉观内侯 好 元凤元年,辛丑,公元前八零年。 伊春,武兜堤人返,浅直金武马士剑,龙俄侯寒增,大红卢田广名江三府,太长途,皆免行,吉之。 二下,六月,射天下。 三秋,七月,以害慧,日有时之,祭。 四八月,改元。 五上官劫父子祭尊,盛德常公主,欲为丁外人求封侯,或光不许。 又为外人求光陆大夫,御令的召见,又不许。 常主代以示愿光,而杰,安树为外人求官爵福能得,义残。 又杰七父所姓冲国为太一间,拦入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尽,盖主为冲国入马二时品赎罪,乃的简死论。 于是杰,安父子申愿光而众得盖主。 自先帝十,杰以为九卿,位在光佑,及父子并位将军,皇后清安女,光乃其外祖,而故专至朝氏,由氏与光争权。 燕王但自以帝兄不得力,常怀愿望。 急欲使大夫桑洪洋建造九却,盐,铁,为国心力,拔其功,欲为子弟的官,意愿恨光。 于是盖主,杰,安,洪洋皆与但通谋。 但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辈,多姬金宝,走马路一盖主,杰,弘阳等。 杰等幼诈令人为燕王上书,盐,光处都一郎,羽灵,道上称臂,太官先至,又饮,苏武时匈奴二十年部将,乃为典蜀国,大将军长使场无功,为搜宿都卫,又善调一莫辅孝位。 光专权自自,已有非常。 陈旦愿归福喜,入宿位,茶间陈辩。 后思光出暮日奏之,节欲从中下其事,弘阳当与诸大臣共职退光。 书奏,地不肯下。 明旦,光闻之,指画是中不入。 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结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赶入,有赵,赵大将军,光入,免官,顿首谢。 上曰,将军官。 正知事书乍也,将军无罪。 光曰,帝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名兜郎,进尔,调校尉以来,未能时日,燕王何以得知之。 且将军未非,不须校尉。 事实地年十四,上书,左右皆经。 而上书者果王,不知甚及。 节等句,白上,小事不足岁,上不听。 后节党与有赠光者,上者陆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正身,敢有悔者作之,自是节等不敢赴言。 请不吝点赞 。 李德玉论曰,人军之德,莫大于致名,明以照监,则摆邪不能避。 旱昭帝是也。 周臣王有残得以,高祖,文,景句不如也。 臣王文管,蔡流言,遂使周公郎拔而东。 汉高文臣平去未被处,欲舍赴新臣。 汉文获记不使九南境,霸归古功郡,以甲申善权分乱,附书贤士。 景帝信诸朝错兵解,遂入三宫。 所谓,直乎夷之心,来禅贼之口。 始昭帝的依,吕之佐,则成,康部族谋矣。 六节等谋令长公主至九寝光,伏兵阁沙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 但至义书往来相报,许立节为王,外联郡国豪杰已签署。 但已与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则结谋,是为臣而发觉者,以刘则速夸,好清灵也。 平文左将军速轻易,车其将军少而交,臣恐其如刘则时不能臣,又恐即臣返大王也。 但曰,前日义男子义雀,自卫顾太子,长安忠明去相知,正患不可知。 大将军孔,出兵臣之,以自备耳。 我,帝长子,天下所幸,何忧见返。 后卫群臣,盖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幼将军王莽。 今幼将军悟故,臣相病,姓氏必成,真不久。 令群臣结庄。 安又谋又燕王志而诸之,因费帝而历劫。 或曰,当如皇后和,安曰,竹迷之狗,当故吐鞋。 且用皇后为尊,一旦仁主义有所宜,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 此百事之一时也。 慧盖主设仁父道田使者燕苍之其谋,以告大司农阳厂。 厂宿井,卫氏,不敢言,乃依并卧,以告见代福度延年,延年以闻。 九月,赵丞相不忠两千十族捕孙纵之吉杰,安、弘阳、外人等,并宗族西诸之,盖主自杀。 厌王但闻之,赵湘平曰,世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幽闷,至久已群臣,非切别。 慧天子以喜书让诞,但以受刺剿死,夫人随但自杀者二十余人。 天子嘉恩,赦王太子见魏树人,赐量是约拉王。 皇后已年少,不与谋,亦获光外孙,故得不费。 七更五,又扶封王兴为玉使大夫。 八冬,十月,封渡炎年魏建平侯,燕仓魏已成侯,故丞相珍世任公补的结,魏一阳侯,丞相少使王山寿又安入府,魏商立侯。 九知,文学既因为相对策,以为,日者燕王为无道,含义出身强健,为王所杀。 亦无彼甘之亲而倒彼甘之劫,以显赏其子已是天下,名为仁臣之矣。 乃卓义子颜授魏建大夫。 九大将军光以朝吴就成,光禄勋章安氏自先帝十位上书令,致行纯堵,乃白用安氏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自复焉。 安氏,故玉使大夫汤之子也。 光佑以度延年有终结,卓位太仆,幼曹,给世忠。 光持刑罚言,延年常扶之以宽。 立名上书言便宜,折下延年平处附奏。 言可观世者,至未宪令,或丞相,欲使除用,满岁,以撞文,或抵其罪法。 十四岁匈奴发左,右部二万其为四队,并入边卫寇。 汉兵追之,斩首,霍鲁九千人,生的欧托王,汉摩索师王。 匈奴见欧托王在汉,恐,以为到吉支,吉西北远去,不敢南竹水草,发人名屯欧托。 继续。 屁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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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 屁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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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奉二年人吟公元前七九年 一下四月上自建张公喜魏央公 二六月设天下 三四岁 匈奴父前九千奇屯寿 祥辰已被汉 北桥于无水 令可渡 已被奔走 欲求和亲 而恐汉不听 故不肯先言 常使左右封汉使者 然其倾道一息 欲汉使月后 欲已建制和亲 汉易积迷之 原奉三年 鬼卯 公元前七八年 一春 太山有大石自起立 上陵有柳树枯江自起身 有崇石其叶陈文 约 公孙并已立 福洁令鲁国虽红尚书 言 大石自立 江柳父起 当有匹树为天子者 枯树附身 故费之家 公孙是当父心乎 汉家陈瑶之后 有传国之运 当求贤人禅地位 退自封百里 以顺天命 红座射妖言 获众扶珠 二匈奴缠于使离乌王 徽边 严九泉 张叶冰易若 出兵士籍 继可复得其底 石汉仙的将者 闻其继 天子召边警备 后无己 又贤王 离乌王四千 其分三对 入日乐 乌兰 帆河 张叶太守 蜀国都未发兵级 大破支 得托着数百人 蜀国一群王 射杀离乌王 赐黄金二百金 马二百匹 英风为离乌王 自逝后 匈奴不敢入张叶 三宗杀离乌王 桑红杨子千王 过父顾立侯使吾 后千不得 伏法 会设 侯使吾自出细语 庭卫王平 少抚徐人杂志反式 皆以为 桑千做父谋反而 侯使吾赃之 非逆反者 乃逆未随者也 即以设令除无罪 后世欲使致时 以 桑千通经术 知父谋反而不见真 与反者生无矣 侯使吾故三百十利 守逆千 不与数人逆随从者等 无不得设 奏请复制 何庭卫 少抚纵反者 少抚徐人 即陈相车千秋女婿也 故千秋术为侯使吾言 孔大将军光不听 千秋即召忠两千十 博士会供车门 亦问无法 亦者知大将军指 皆知无谓不道 明日 千秋风尚众议 光于是以千秋善 诏中两千十以下 外内一言 遂下庭未平 少抚人欲 朝廷皆孔丞相作之 太仆度言年奏纪光约 立纵罪人 有长法 经更抵无谓不道 孔于法身 又 丞相素摩所手持 而为好言于下 尽其素行也 至善诸中两千十 圣无状 严年于以为 丞相久顾及先帝用事 非有大顾 不可弃也 兼者名颇言欲深 立位俊帝 经丞相所义 又欲事也 如是以及丞相 恐不合众心 群下幻华 数人思义 流言四步 严年妾众将军师 此名于天下也 光以庭位 少府弄法轻重 促下之欲 下 四月 人自杀 平与左逢一甲 圣胡皆要斩 而不已及 丞相 终于相近 严年论 亦持平 和和朝廷 皆此类也 四东 辽东乌环返 初 冒盾破东湖 东湖于众散保乌环 及先帝三维二族 是一属匈奴 五帝出破匈奴左的 因喜乌环于上谷 于阳 又北平 辽东塞外 为汉侦查匈奴动静 智乎乌环校 要未兼领之 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智氏 不重建墙 遂返 先氏 匈奴三千余其入五元 杀掠数千人 后数万其南旁赛列 行攻赛外停障 掠取利明取 适时 汉边郡烽火后望金鸣 匈奴未鞭扣者少利 西赴范赛 汉赴的匈奴将者 盐乌环常发仙禅于种 匈奴愿之 方发二万其及乌环 或光欲发兵妖及之 以问护军都未照冲国 冲国以为 乌环兼数范赛 经匈奴及之 于汉变 又匈奴西扣道 北边信吴氏 满宜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 招寇绅士 非济也 光更问钟郎将贩民友 民友言可及 于是拜民友为渡辽将军 将二万其出辽东 匈奴闻汉兵志 隐去 出 光借民友 兵不空出 即后匈奴 遂及乌环 乌环时兴中匈奴兵 明友忌后匈奴 应成乌环壁 及之 斩首六千余及 或三王首 匈奴犹是恐 不能复出兵 原奉四年 假成 公元前七七年 一春 真月 丁亥 帝家圆福 二 甲须 复明定侯田千秋轰 石正是一绝大将军光 千秋居陈相位 仅后自首而已 三下 五月 丁丑 孝文庙镇电火 上级群臣接诉服 八中两千十将五孝座至 六日 臣 太长集妙令臣 狼 力 结合大不敬 会设太长老羊猴 得勉为树人 四六月,射天下 五初,于弥浅太子赖丹未执于归姿,二师及大婉孩,将赖丹入至京师。 或光用桑红扬前义,以赖丹未校尉,将军填轮台。 归姿贵人故意为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金佩汉应寿来,破吾国而填,必为害,王吉杀赖丹而尚书泄汉。 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其至子安归归,得立位王。 汉遣使赵新王令入朝,王辞不至。 楼兰国罪在东垂,敬汉,当白龙堆,伐水草,常煮发倒,赴水丹梁,送淫汉使,又恕为官吏促所扣,尘埃,不便与汉通。 后父为匈奴反剑,恕遮杀汉使。 其地位图其降汉,据言状。 郡马兼北的父戒子使大碗,赵英令则楼兰,归姿。 戒子至楼兰,归姿,则其王,皆谢福。 戒子从大碗孩,到归姿,会匈奴使从乌孙孩,在归姿,戒子英律其力士共诸斩匈奴使者。 孩,奏事,照拜戒子为中郎,千平乐奸。 戒子为大将军获光约,楼兰,归姿述反复,而不诸,摩索尘埃。 戒子过归姿时,其王尽救人,义得也,愿往四支,以威士诸国。 大将军约,归姿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百遣之。 戒子与士族聚姬金碧,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致楼兰。 楼兰王义不清戒子,戒子扬引去,致其西戒,使义未曰, 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 王不来寿,我去知西国已。 即出京,必已是义。 义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 戒子与作隐,承物是之,饮酒皆醉。 戒子为王曰,天子是我司报王,王启。 随戒子入仗中平语,壮士二人从后自知,任交凶,历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 戒子告御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诸王,当更立王帝为图其在汉者。 汉兵方至,无敢动,自令灭国以。 戒子遂斩王安归守,持船一雀,献守北雀下。 戒子遣王安归守,持船一雀,献守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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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 乃丽魏徒其魏王 更名其国魏善善 魏克应张 赐以宫女魏夫人 被车其滋重 丞相律百官送至横门外 祖儿遣之 王自请天子曰 身在汉酒 金龟丹若 而前王有子在 孔魏所杀 国中有依循臣 其地肥美 愿汉遣亦将屯田击谷 令臣的依其微重 于是汉遣司马义人 立誓四十人田依循以田辅之 秋七月以寺 丰范名有魏平陵侯 父介子魏亦阳侯 成光约 王者之于荣敌 盼则讨之 福则舍之 金楼兰王既服其罪 又从而诛之 后有盼者 不可得而怀疑 必以为有罪而讨之 则已成师居履 明智其罚 金乃遣使者 又以金碧而杀之 后有奉使诸国者 父可信呼 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 不亦可修哉 论者或每戒子 以为其功 过矣 原奉五年 以四公元前七六年 以下 大汉 二秋 霸象郡 分属玉林 脏科 三冬 十一月 大雷 四十二月 根须 以春静侯王宿轰 原奉六年 丙武 公元前七五年 一春 真月 穆郡国屠住辽东 玄兔城 小伙子 士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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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射天下 三乌环复范塞,浅渡辽将军范名有吉之 四冬,十一月,乙丑,乙洋场位成相,少符合内蔡义卫玉使大夫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十三汉纪十五资质通简 卷二十四汉纪十六卷二十五汉纪十七 姐妹计划,数据像 喜枪与邪洽,敬昭阳赤愤弱,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丁位,公元前七四年 一春,二月,赵简口付前十三 二下,四月,鬼位,帝崩于魏央公,吾四 十五弟子独有广陵王须,大将军光与群臣一所立,闲持广陵王 王本以行师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 朗友尚书言,周太妄费太薄利王纪,文王舍薄弈考利武王,为在所谊,虽费长力少可也 广陵王不可以成宗庙 言和光义 光以其书是丞相场等,卓郎为九江太守 吉日臣皇后照,潜行大红卢士少福乐臣,宗正德,光路代辅吉,钟郎将利汉,迎昌义王赫,臣七胜传义长安邸 光佑白皇后,屠佑将军安氏卫车其将军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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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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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久于邹奴,载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岁入剑王,替气息行,左右誓欲皆出替。 王曰,郎中令何未哭,岁曰,沉痛设计为也。愿赐清贤,劫于。 王辟,王辟左右。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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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王长见大白犬 仅以下四人 官方山官而无尾 以问公岁 岁曰此天界 言在侧者静观苟也 去之则存 不去则亡以 后又闻人申曰 熊 视而见大熊 左右莫见 以问岁 岁曰 熊 山野之寿 而来入宫是 王独见之 此天界大王 恐宫是江空 为王向也 王仰天而探曰 不祥何为述来 遂寇投曰 臣不敢隐忠 数言为王之界 大王不说 夫国之存亡 岂在臣言哉 愿王内自奎度 大王诵 诗三百五篇 仁是家 王道辈 王之所行 忠 诗 一篇何等也 大王位于诸侯王 行屋于庶人 以存南 以王义 以身查之 后又写屋王作席 王问岁 岁叫然昊曰 宫空不久 邀降数智 写着 因幽相也 一味甚自省 王忠不改节 吉珍书至 夜漏未尽一刻 以火发书 其日中 王发 不时 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里 侍从这马 思相望于道 王吉奏书 借王曰 陈文高宗亮案 三年不严 京大王以丧事争 一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圣无有所发 大将军仁爱 勇至 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闻 是孝武皇帝二十余年 未尝有过 先帝弃群臣 属以天下 既又孤焉 大将军抱持幼军 强宝之中 不振师教 海内艳然 虽周公 依隐无以家也 经帝崩无似 大将军为私 可以奉宗要者 攀缘而立大王 其人后起有量哉 臣愿大王誓之 敬之 正是一听之 大王垂拱难面而已 愿留意 常以为免 王智济阳 求长鸣鸡 到买鸡竹杖 过鸿农 使大奴善 以衣车宰女子 智乎 使者 以让香安乐 安乐告公 岁 岁入问王 王曰 吾有 岁曰 及吾有 和爱一善 以悔行义 请收熟力 以奸撒大王 及左善 鼠位 是常行法 王到坝上 大红炉交迎 搜奉 陈鱼车 王始受陈遇 郎中令 岁参成 且至广名 东都门 岁曰 礼 奔桑望 讲国都哭 此常安 东郭门也 王曰 我爱痛 不能哭 至城门 岁赋言 王曰 城门 与郭门 等耳 且至未央 宫 东雀 岁曰 昌翼仗在 是阙外 迟到北 未至障所 有南北行道 马族未至树部 大王一下车 香雀西面 福窟 敬哀 指 王曰 诺 道 哭如意 六月 秦 王寿 皇帝 喜寿 习尊号 尊皇后 约皇太后 三人声 藏孝 昭皇帝 于平陵 四昌义 王纪力 迎戏 无度 昌义 官署 皆 真至 长安 往往 抄着 拜官 相安乐 千长乐 未未 公遂 见安乐 留涕 未曰 王立 未天子 日益 交易 见之 不赴听 惊哀 痛未尽 日语 敬尘 饮酒 作乐 斗虎 抱 照皮 宣车 酒 留 驱持 东西 所为 辈道 古智 宽 大臣 有 隐退 今 去 不得 阳狂 恐之 生死未事路 奈何 君 陛下 故乡 移籍 见真 王梦 清吟之 史基西 街东 可五六时 以乌板 瓦赴之 以问岁 岁曰 陛下 之 师 不云呼 盈盈 清吟 指鱼番 凯替君子 无信禅言 陛下 左侧禅人众多 如是 轻吟恶以 宜敬先帝 大臣子孙 清静 以为左右 如不忍 昌义 故人 信用禅 于 必有 凶酒 愿鬼 获卫 福 皆放 逐之 臣当 先 主 以 王 不 听 太普城河东章场上书箭 曰 孝昭皇帝早崩无四 大臣幽聚 选贤圣城宗庙 东营之日 唯恐属车之行驰 今天子已盛年初即位 天下末不拭目清耳 观化听风 国府大臣未包 而昌义小辈先迁 此过之大者也 王不听 大将军光幽闷 独以问所亲 顾立大司农田延年 延年曰 将军为国住时 审辞人不可 何不见白太后 更选贤而立之 光曰 今欲如是 于古常有词步 延年曰 依影相影 废太甲以安宗庙 后世称其中 将军若能行此 亦汉之依影也 光乃影延年给世中 应与车其将军张安世图记 王初游 光露代福鲁国下侯圣当臣于前建曰 天酒因而不语 臣下有谋上者 陛下初 欲何之 王露 为圣卫世妖言 父已树立 立白或光 光不举法 光让安世 以为谢雨 安世实不言 乃赵问圣 圣对言 在 红范传 曰 黄之不及 绝伐长阴 实则有下人伐上者 恶查查言 顾云 臣下有谋 光 安世大经 以此意重经述事 世中复加树净见 王义复加细语 王义复加树 中复加树 王义复加树 光 安世记定义 乃是田延年报 陈向阳场 场经句 不知所言 汉出恰背 图围围而已 延年起 至更衣 厂夫人 俱从东乡 为厂曰 此国大事 今大将军 亦已定 使九卿来报君侯 君侯不及应 与大将军同心 犹豫无决 先是诸矣 延年从更衣 还 厂夫人 与延年参与许诺 请奉大将军教令 鬼四 光照丞相 御史 将军 列侯 中两千十 大夫 博士会议 为央功 光曰 昌义王行 昏乱 孔为设计 如何 群臣皆惊恶 失色 莫敢发言 但唯唯而已 田延年前 离习案件曰 先帝属将军已幼姑 既将军已天下 以将军忠贤 能安留事也 金群下顶沸 设即将清 且汉之传是常畏 孝 者 已常有天下 令宗庙写实也 如汉家绝四 将军虽死 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 今日之义 不得炫种 群臣后应者 臣请剑斩之 光谢约 九卿则光事也 天下汹汹不安 光当受难 于是义者接寇头约 万幸之命 再于将军 为大将军令 光及与群臣巨贱 白太后 巨臣昌义王 不可以成宗妙状 皇太后乃车架 姓魏央臣明殿 照诸进门 无内昌义群臣 王入朝太后 还 臣免欲归温室 中皇门 患者各持门扇 王入门壁 昌义群臣不得入 王曰 何谓 大将军贵曰 有皇太后赵 无内昌义群臣 王曰 徐之 何乃惊人如是 光使尽驱出昌义群臣 至今马门外 车齐将军 安氏将与灵齐 收复二百余人 接送廷尉诏遇 令故昭帝 是忠忠臣是守王 光使左右 谨宿位 簇有悟故自财 令我父天下 有杀主名 王上位自知当废 位左右 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 而大将军尽戏之乎 请知 有太后赵赵王 王文赵 义孔 乃曰 我安得罪 而赵我哉 太后被诸如 圣福座武藏中 誓遇数百人皆持兵 奇门武士 必己臣列殿下 群臣已赐上殿 赵昌义王福前 听赵 光与群臣联名奏王 尚书令独奏曰 陈相成长等 妹死颜皇太后陛下 孝召皇帝早弃天下 遣使真昌义王典丧 伏斩衰 无悲哀之心 费礼义 居到上部宿时 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 内所居传舍 使至夜见 立位皇太子 长思买鸡屯以时 受皇帝信喜 行喜大行前 就赐 发喜不封 从官更迟节 引内昌义从官 邹载 官奴二百余人 常与居静踏内 敖戏 魏书曰 皇帝问世中军卿 始中御府令高昌 奉黄金千金 四军卿取时期 大行在前殿 发乐府乐器 尹内昌义乐人几鼓 歌吹 坐牌唱 赵内太医 宗庙乐人 息奏重乐 驾法驾驱持北宫 贵宫 弄至豆腐 赵皇太后 玉小马车 使官奴骑尘 游戏耶庭中 与校招皇帝 工人猛等淫乱 赵耶庭令 感谢严 要斩 太后曰 指 为人臣子 当被乱如是邪 王黎席服 尚书令赴读曰 取诸侯王 列侯 两千十兽及莫兽 皇兽已并配昌 一郎官者免奴 发玉府金钱 刀剑 玉器 彩增 赏赐所欲游戏者 宇从官 官奴叶尹 赞免于酒 独叶设酒兵温室 严见姐夫 昌义官内侯 祖宗庙辞 未举 未喜书 使使者持节 以三太劳 辞昌义 哀王元庙 称 四子皇帝 受洗以来 二十七日 使者旁武 持节 赵诸 官署 甄发凡 一千一百二十七世 荒淫迷惑 师弟王礼义 乱汉制度 陈厂等数 敬见 不变更 日以益胜 孔为设计 天下不安 陈厂等 谨宇博士义 揭约 经陛下四孝 招皇帝后 行迎辟不轨 五辟之属 莫大不孝 周襄王不能是母 春秋 约 天王出居于阵 由不孝出之 觉知于天下也 宗庙众于君 陛下不可以 臣天婿 奉祖宗庙 子万姓 当匪 臣请有私以 一太劳聚告辞 高庙 皇太后 赵曰 可 光令王起 拜受赵 王曰 闻 天下有真诚 七人 虽王道 不失天下 光曰 皇太后 赵费 安德称天子 乃及持其手 解脱其洗足 奉上太后 扶王下殿 出京马门 群臣随颂 王昔面拜曰 于杠 不认汉士 起 就臣于副车 大将军光送至昌一顶 光谢曰 王行自绝于天 臣宁父王 不敢副社稷 愿王自爱 臣长不负左右 光剔弃而去 群臣奏言 骨折肺放之人 平于远方 不及以震 请喜王赫汉中防灵县 太后赵归贺 昌义 赐汤木义 两千户 故王家财务 皆与贺 及哀王女四人 各赐汤木义 千户 国除 魏山阳俊 昌义群臣坐在国时 不举奏 王罪国 令汉朝不闻之 又不能辅到 献王大鳄 皆下狱 诛杀二百余人 为中卫及 郎中令遂以中植树见证 的简死 昌卫成诞 诗王是细欲当死 至诗使者则问曰 诗何以无见书 诗对曰 诗以 诗三百五篇 朝夕寿王 至于忠臣 孝子之篇 魏常不魏王反复诵之也 至于为王师道之君 魏常不留替魏王 生辰之也 诗以三百五篇见 诗以无见书 诗者以文 义的简死论 霍光以群臣奏事东宫 太后沈正 移知经术 白令下侯慎用 上书 受太后 千盛长性少辅 四绝观内侯 mmm 老古 抜兴 五初 为太子那鲁国使良帝 生子静 好使皇孙 皇孙那卓郡王夫人 生子病已 好皇曾孙 皇曾孙生数月 遭巫谷世 太子三男 义女及朱妻 妾皆遇害 独皇曾孙在 亦作收细菌抵御 故廷未兼鲁国 丙及受赵至乌古裕 及兴之太子无事时 众哀皇曾孙无辜 则仅后女徒未成狐祖 怀阳郭真卿 令汝阳曾孙 至贤造处 即日再省事 巫谷世连岁不绝 五帝即 来往徜徉 五座宫 望弃者延长安玉 中有天子弃 于是五帝遣使者 分条中都关 赵玉系者 无轻重 一切皆杀之 内业者令郭阳夜道 郡抵御 及闭巨使者不纳 曰 皇曾孙载 他仍无辜死者 由不可 旷清曾孙乎 相守至天明 不得入 郎海 以闻 应何奏及 五帝义物 曰 天使之也 应设天下 郡抵御系者 独赖及的身 既而 即为首尘 谁如 皇孙不当在观 使谁如 遗书经赵隐 遣与胡祖 据诵 经赵隐 不受 父孩 即祖日满当去 皇孙私目 即以私前 故祖令留 与郭真清 并养 养月 乃前祖去 后少内瑟夫白 即曰 十皇孙无照令 十即的十米 肉 月月已给皇曾孙 曾孙病 积不全折树烟 即树赤保养 如母家制医药 事欲甚有恩惠 即闻使良弟 有母真君 及胸宫 乃宰皇曾孙已赴之 真君年老 见孙姑 甚哀之 自阳世焉 后有赵耶庭阳世 尚属及宗正 时耶庭令张赫 常是立太子 私故旧恩 哀曾孙 奉养圣景 以私前功己 交书 纪状 赫玉以女孙妻之 事时昭地使官 长八尺二寸 赫地安是魏幼将军 辅正 闻赫称玉皇曾孙 玉妻以女 怒曰 曾孙乃为太子后也 信得以数人 依实现官族已 勿赴言与女士 于是赫指 时报是色夫许 广汉有女 赫乃至久请广汉 久憨 未言 曾孙体静 下乃官内侯 可欺也 广汉许诺 明日 欲闻之 怒 广汉众令人未戒 遂与曾孙 赫以家才聘之 曾孙应依以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事 寿 师 于东海扶中翁 高才好学 然亦喜游侠 斗鸡走狗 以是聚之奸邪 立志得师 树上下株林 周遍三府 常困于连少鲁中 游乐渡 户之间 绿常在下渡 时会朝请 舍长安上官 集昌义王废 获光与张安是诸大臣义所立 未定 丙集奏祭光约 将军是孝武皇帝 受强宝之属 任天下之计 孝昭皇帝早崩王寺 海内幽聚 寓吉文寺主 发丧之日 以大义立后 所立非其人 父以大义废之 天下莫不服焉 方经设计 宗庙 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 切伏听于众树 查其所言诸侯 宗室在列位者 未有所闻于民间也 而遗照所养五帝 曾孙明并已在 耶庭 外加者 及前使居郡邸时 见其又少 至今十八九亿 通经术 有美才 行安而结合 愿将军降大义 参以施归起义 包显先使入室 令天下昭然之之 然后决定大策 天下幸胜 杜延年一之曾孙得美 劝光 安世立焉 秋七月 光作亭中 慧丞相以下一定所立 遂赴与丞相场等上奏约 孝武皇帝曾孙并以 年十八 诗寿 诗 论语 孝经 宫行节俭 慈仁爱人 可以四孝召皇帝后 奉承祖宗庙 子万幸 臣妹死已闻 皇太后赵曰 可 光潜宗正得至 曾孙家上官 喜慕 赐玉依 太朴以领列车迎 曾孙 救斋宗正府 更生 入位央功 见皇太后 封位杨吾侯 以而群臣奏上喜寿 吉皇帝位 叶高庙 尊皇太后 位太皇太后 世欲使颜言言年合奏 大将军光善费力主 无人成礼 不道 奏 虽请 然朝廷 肃然尽淡之 6-8月 安平静侯阳 军天下 智多 大婷 最后 oshop atility 天下 葛 八雷 启 araus 土 露 标 裁 矣 一 女士皇曾孙,一岁,生子氏。 数月,曾孙立位帝,许氏未妾宇。 适时或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卿, 公卿亦更立皇后,皆心你或将军女,亦未有言。 上乃赵求为时故见。 大臣之旨,白丽许妾宇未皇后。 十一月,仁子,丽皇后许氏。 霍光以赴广汉行人,不宜军国,遂于,乃封位昌臣君。 十太皇太后归长乐宫。 长乐宫出至屯尉。 竞 fancy。 长乐宫出至屋。 ям号与 不用被淦乾饨。 产正 verschied的。 疑活摩。 本期会也攻击。 疑活摩托。 感谢观看 中宗孝宣皇帝尚之上 本是元年 悟生 公元前七三年 一春 照有思论定策安宗妙宫 大将军光一封万七千户 与故所时凡二万户 车骑将军赴平侯安室以下一封者十人 封侯者五人 四绝关内侯者八人 二大将军光棘首归阵 上千让步寿 诸事皆先观白光 然后奏语 自朝帝时 光子宇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 云帝山奉车都为 世忠 领狐 阅兵 光两女婿为东 西宫未为 昆帝 朱婿 外孙皆奉朝请 为朱曹 代夫 其都为 给世忠 党亲连体 根据于朝廷 即昌云王废 光权亦众 美朝剑 尚须挤脸容 理下之以圣 三下 四月 耕武 地震 四五月 凤凰及郊东 千臣 设天下 务收田租赴 五六月 赵曰 故皇太子在胡 为有好事 遂识词 其意识 五六月 赵曰 故皇太子在胡 为有好事 遂识词 致原意 有私奏请 礼 为人后者 为之子也 故将其父母 不得记 尊祖之意也 陛下为孝昭帝后 臣祖宗之寺 予以为亲事已约道 母约 故皇太子是约立 使良帝约立夫人 皆改藏焉 三下 六秋 七月 赵曰 酶好皇太子建位 广阳王 立广陵王虚少 子宏魏高密王 七初 上官捷羽霍光真拳 光继诸杰 遂尊武帝法度 以刑罚痛神群下 游士俗立皆上严酷以为能 而河南太守城淮阳皇霸 独用宽和为民 尚在民间时 知百姓苦力及也 闻霸持法平 乃照以为庭卫正 数决一遇 庭中称平 本十二年 即有 公元前七二年 一春 大司农田 延年有罪自杀 昭地之丧 大司农救命车 延年诈增救职 到取钱三千万 为怨家所告 或将军照问延年 欲为道地 延年底曰 无有事事 光曰 即无事 当穷尽 欲使大夫田广名 为太仆度延年曰 春秋 之意 以功赴过 当废昌义王时 非田子兵之言 大事不成 今宪官出三千万 自启之 何哉 愿意于 严白大将军 严年严之大将军 大将军曰 诚然 实勇是也 当发大意时 震动朝廷 光阴举手自服 新曰 使我至今并计 谢田大夫 小大司农 通往旧狱 的公义之 田大夫使人 与延年 延年曰 信献官宽我耳 何面目入牢狱 使众人指笑我 促途拓无被呼 即必格独居斋舍 偏袒 持刀东西部 数日 使者照延年一庭位 文姑生 自吻死 二下 五月 赵曰 孝武皇帝 公仁义 立威武 功德貌盛 而尿勒未称 连盛盗焰 其宇列侯 两千十 博士义 于是群臣大议庭中 皆曰 遗如诏书 常信少府下侯 圣读曰 五帝虽有攘似疑 广土敬之功 燃多杀势众 劫名财力 奢太无度 天下虚好 百姓流离 悟故者伴 蝗虫大起 赤得数千里 或人名相识 蓄姬至今未复 无得则于名 不宜未利妙乐 公亲共南圣曰 此诏书也 圣曰 诏书不可用也 仁臣之义 以直言正论 非苟阿义顺指 义以出口 虽死不悔 于是丞相 欲使合奏 圣非亦诏书 悔先帝 不道 及丞相常使 皇霸阿纵圣 不举何 俱下欲 有思遂请尊孝五帝 妙卫世宗妙 奏 圣德 文史五行 知武 五帝寻寿 所幸郡国皆立妙 如高祖 太宗焉 夏侯圣 皇霸祭九戏 霸玉从圣寿 上书 圣此以罪死 霸曰 朝文道 戏死可矣 圣贤其言 遂受之 戏在更东 讲论不代 三出 乌孙公主死 汉父以楚王物之孙解忧为公主 七曾取 曾取胡父子尼弥尚小 曾取且死 以国与继父大陆子翁归迷 约 尼弥大 以国归之 翁归迷纪利 浩肥王 父上楚主 身三男 两女 长男约圆贵迷 赐约万年 赐约大乐 昭帝时 公主上书言 匈奴与车师共亲乌孙 为天子姓救之 汉养士马 一级匈奴 会昭地崩 尚浅光禄大夫常会使乌孙 乌孙公主及昆弥 接遣史上书 言 匈奴父连发大兵 亲及乌孙 使使为乌孙 去持公主来 欲格绝汉 昆弥愿发国精兵五万旗 尽力及匈奴 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 昆弥 先是匈奴树清汉边 汉义玉讨之 秋 大发兵 浅玉史大夫田广名 为齐连将军 四万余齐 出西河 杜辽将军 范明有三万余齐 出张业 前将军 韩增三万余齐 出云中 后将军赵冲国 为蒲类将军 三万余齐 出九全 云中 太守田顺 为虎牙将军 三万余齐 出五元 齐已出塞 各二千余里 以常会为校尉 持截护乌孙兵 共及匈奴 本使三年 根须 公元前七一年 依春 真月 鬼害 公哀许皇后崩 石或光夫人 显玉贵 其小女成军 道无从 会当身 并女医者 或是所爱 常入宫 是皇后籍 眼夫赏 为耶庭 护卫 为眼 可过此 或夫人 行为我求 安持坚 眼如言 报显 显阴身心 辟左右 为眼曰 少夫 信报我 已是 我亦 欲报 少夫 可乎 眼曰 夫人 所言 何等 不可者 显曰 将军 素爱 小女 成军 欲其贵之 愿以类 少夫 眼曰 何谓 邪 显曰 妇人 免辱 大顾 十死一生 今皇后 当免身 可因投毒 要去也 臣军 即为皇后 以 如蒙力 侍臣 富贵 与少夫 共之 眼曰 要杂志 常仙常 安可 显曰 在少夫 未之 而 将军 领天下 谁敢言者 缓急相互 但恐少夫 无一儿 眼良久 曰 愿尽力 击倒 父子 积入 常定功 皇后 免身后 眼取 父子 并和太医 大碗 以引皇后 有请 曰 我头 层层也 要忠得 无有毒 对曰 无有 遂家 烦闷 崩 演出 过剑险 相劳问 亦未感重 谢眼 后人 有上书 告诸 一世 及无状者 皆收戏 赵玉 何不道 显孔 即 即以状 俱与光 音曰 既失 既未知 无另立 即眼 光大精 欲自发举 不忍 犹语 会奏上 光属 眼物论 显音 劝光 内 其女 入宫 二 雾城 武将军 发长安 匈奴 文汉兵 大出 老若奔走 区续 产远 顿逃 是以武将 少所得 下 五月 军霸 杜辽 将军 出塞 千二百余里 至蒲 离后水 斩首 补鲁 七百余 及前将军 出塞 千二百余里 至乌园 斩首 补鲁 百余 及 蒲类将军 出塞 千八百余里 西至后山 斩首 补鲁 的缠鱼 使者 蒲英王 以下三百余 及 文鲁 已隐去 皆不至其孩 天子 宝其过 宽而不醉 其连将军 出塞 千六百里 至基 至山 斩首 补鲁十九集 逢汉 十凶奴 还者 染红等 岩基 至山西 有鲁重 其连 及戒鸿 使言 无鲁 遇海兵 遇史 属公孙 一受箭 以为主 其连 不听 遂 隐 兵 海 虎牙将军 出塞 八百余里 至丹于 无水上 及止 兵 不进 斩首 补鲁千九百余 及 隐 兵 海 尚义虎牙将军 不至其 乍增 鲁祸 而其连 之鲁 在前 斗六 不进 接下力 自杀 卓公孙 一受 卫士 遇史 乌孙昆迷自 将五万 其余 校尉 常会 从西方 入 至幼 古离 王亭 或 蝉鱼 附行 吉嫂 居次 明王 离乌 都 未 千长 其将 以下四万 吉 马 牛 羊 驴 驼 驼 或七十余万 头 乌孙 皆自取 所掳获 尚义 五将皆 无功 独会 奉使 克 获 封会 未 常 罗 喉 然 匈奴 民众 伤 而去者 急续 产 远 以死亡 不可 胜数 于是 匈奴 遂 衰 号 愿 乌孙 上 父 浅 常会 持 金 碧 还 赐 乌 孙 贵人 有 功 者 会 应 奏 请 龟 资 国 长 沙 校 为 赖 丹 为 辅 诸 请 辩 到 吉 之 帝 不许 大将军 或 光 峰 会 以 便宜 从事 会 与 历 事 五百 人 聚至 乌 孙 还 过 发 西 国 兵 二万 人 令 副 始 发归资 东国 二万 人 乌 孙 兵 七千 人 从 三面 功 归资 兵 为何 先遣 人 则 其 王 以前 杀 汉 始 状 王 谢 曰 乃 我 先 望 十位 贵人 孤 亦 所 悟 而 我 无 罪 会 曰 即 如此 赴 孤 亦 来 无 至 亡 亦 亦 孤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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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汉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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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4-6月 己丑 杨平杰侯蔡逸轰 5-6月三日 Nico who uses Felzani 恨物伊 amino Connect to detail 念放写 杨平杰侯蔡逸轮 意后的书酮也发现 别000%的书酮黄 为贤卫丞相 六大丝浓味香味玉石大夫 七冬 匈奴缠于自江树万奇及乌孙 颇得老弱 玉孩 会天大于雪 一日生障于 人名 蓄产冻死 孩者不能食衣 于是丁令辰若宫其北 乌环入其东 乌孙及其西 凡三国所杀数万吉 马数万匹 牛羊胜重 又重已饿死 人民死者十三 蓄产十五 匈奴大虚弱 诸国基属者皆瓦解 公道不能理 其后汉出三千于其为三道 并入匈奴 补鲁得数千人海 匈奴终不敢取荡 资欲相和亲 而边境少适宜 八世岁 尹川太守照广汉未经照尹 尹川俗 豪杰相捧党 广汉未相统 受立名投书 使相告捷 于是更相怨就 兼党散落 盗贼不敢发 匈奴将者言匈奴中 接吻广汉明 由是入魏京照尹 广汉玉立 殷勤圣辈 是推功善 归之于下 行之发于至臣 立贤愿未用 将仆摩所臂 广汉聪明 皆知其能之所疑 尽力于否 其或负者 折收不知 摩所逃 暗知 罪力拒 及时浮沽 由善未勾聚已的事情 诸两之间皆知之 长安少年数人会穷空舍 谋供杰人 坐与谓气 广汉实力不致 俱福 其发兼致福如神 经照正清 立名称之不容口 长老传以为自汉兴 至经照者莫能及 本十四年 辛亥 公元前七零年 一春 三月 以卯 立货光女为皇后 设天下 初 启为剑 登至尊日浅 从观车福圣节俭 吉利 瑜伽 是从一圣 赏赐观鼠以千万计 与实现决意 位赛鼠以 als祭 城市 二夏 四月 仁寅 郡国四十九同日地震 霍山崩 坏城郭 室屋 杀六千余人 北海 狼邪坏祖宗庙 赵丞相 御史与列侯 忠两千十博问经学之事 有以应变 无有所惠 令三福 太长 内郡国举贤梁芳正各一人 大赦天下 上述福 必正殿五日 世下侯圣 皇霸 以圣位建大夫 给世中 霸位扬州赐使 禁止五日 国举贤梁芳正各一人 大赦天下 上述福 必正殿五日 仁寅 董佛 不信任何人 贤梁芳正各一人 大赦天下 禁止五日 仁寅 董佛 不信任何人 董佛 不信任何人 董佛 圣为人 指朴守正 简易无威夷 或十位上位君 物相自于前 上亿以示亲信之 常见 出道上语 上闻而让圣 圣曰 陛下所言善 臣故扬之 谣言不渝天下 至今见诵 臣以为可传 故传儿 朝廷没有大意 上知圣素直 为曰 先申见证言 无臣前世 圣父为常姓少父 后迁太子太父 年九十促 太后四千二百万 为圣素福五日 以报师父之恩 如这以为荣 三五月 凤凰及北海安秋 四广川王 去作杀骑尸 及机械 使鱼人 或消遣 吸罐口中 或肢解 病毒药 组织 令迷茎 被洗上 拥 自杀 的结缘年 人子 公元前六九年 一春 真月 有心被于西方 二楚王 严寿以广陵王须 五弟子 天下有变 必得力 应父类之 为其后母帝 召和其取广陵王 女 为妻 应使和其奉书 以广陵王曰 愿长耳目 无后人有天下 和其父常年 上书告之 世下有思考验 此福 冬 十一月 严寿自杀 虚物质 三十二月 鬼害会 日有时之 四四岁 魏庭尾 定国决以平法 勿在哀观寡 罪以从卿 加审慎之心 朝廷称之曰 张氏之为廷尉 天下无冤名 为廷尉 名字已不冤 得节二年 鬼丑 公元前六八年 一春 霍光病毒 车架自灵问 尚未知替气 光尚书谢恩 愿分国义三千户 以丰兄孙奉车都为 三位列侯 奉兄去病寺 吉日 拜光子 与魏幼将军 三月 庚武 光轰 上级皇太后 清灵光丧 中两千十志种 四子宫 藏巨皆如成鱼制度 誓约宣成侯 发三合促穿 赴土 至元亦三百家 长 臣奉守 下诏赴其后事 愁其决意 事事无有所欲 御史大夫 为乡上封氏曰 国家兴师大将军 以显明功臣以田翻国 无空大位 以赛征权 以车其将军安侍卫大将军 吴令领光禄勋士 以其子严寿卫光禄勋 上亦欲用之 下四月 悟申 以安侍卫大司马 车其将军 领上书士 二凤凰吉鲁 群鸟从之 大赦天下 三上司报大将军德 乃丰光雄孙三位乐平侯 使以奉车都未领上书士 魏湘英昌臣军许广汉奏 风士 言 春秋 姬世青 二送三世 魏大夫及鲁继孙之专权 皆为乱国家 自后缘以来 陆去王室 正有种载 金光死 子父魏幼将军 兄子秉书姬 昆帝 朱絮俱全市 在兵关 光夫人显及朱女 皆通及长信公 或夜召门出入 交奢放纵 恐请不至 以友谊损夺其权 破散阴谋 以故万事之机 全功臣之事 又故时 朱尚书者皆为二封 属其一曰 父 领尚书者先发 附封 所言不善 平去不走 相父应许伯白去附封 以防拥毙 地善之 照相给事中 皆从其意 四地心于驴炎 知名事之间难 霍光济轰 史清正事 历经未至 五日一听事 自成相以下各奉执奏事 夫奏其言 考试功能 事中 尚书功劳当千 即有益善 后加赏赐 至于子孙 终不改意 书籍周密 品事被拒 上下相安 莫有苟且之意 即拜赐使 守 相 折轻见问 观其所由 退而考察 所行 以知其言 有名时不相应 必知其所必然 常称曰 庶民所以安其 而王叹息 仇恨之心者 正凭送礼也 与我共辞者 其为两两千十乎 以为太守 立明之本 树辩义则下不安 明知其将久 不可欺望 乃服从其教化 顾两千十乎 有至理效 则以习书勉力 增至 赐经 或觉至 关内侯 公轻缺 则选诸所表 以赐用之 是以汉氏量力 于是未胜 称忠心焉 五匈奴虎眼 低禅于死 帝左贤王立 为须驴全驱禅于 以右大将 女为大恶事 而处前禅于 所姓 专驱恶事 专驱恶事赴左大且驱愿望 逝时汉以匈奴 不能为鞭寇 罢塞外诸臣 以修百姓 禅于闻之 喜 赵贵人谋 欲语汉何清 左大且驱心害其事 曰 前汉使来 兵随其后 经义笑汉发兵 先使使者入 乃自请于呼噜滋 王各将万骑 南旁赛列 相逢俱入 行卫道 惠三骑王将汉 严匈奴欲未寇 于是天子赵发边骑 屯要害出 使大将军军 兼致重等四人 将五千骑 分三队 出赛各数百里 补得鲁各数十人而还 使匈奴王骑三骑 不敢入 即隐去 是岁 匈奴鸡 人名 续产死者十六七 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 其丘 匈奴前所得西入居左地者 其军长以下数千人街区续产行 与欧脱战 所杀伤甚重 岁南将汉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事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十四汉纪十六资质通简 卷二十五汉纪十七 卷二十六汉纪十八 姐妹计划数据项 其二逢射提格 净图为邪洽 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得节三年 甲银 公元前六七年 一春 三月 赵曰 盖文有功不赏 有罪不诛 虽唐 余不能化天下 经交东向望臣 劳来不带 留名自占八万余口 至有一等之效 其次臣绝关内侯 至终两千十 未及真用 会并促关 后赵使臣相 御使问郡 国上纪长使 首臣以政令得失 或对言 前交东相成为 自增加以蒙显赏 事后俗立多位虚名 二下 四月 雾身 立子室为皇太子 以丙集为太父 太中代父书广为少父 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 为平恩侯 又封获光兄 孙中郎将云为官养侯 获显文立太子 怒会不时 欧写 曰 此乃民间使子 安得力 吉佑子 返魏王邪 父教皇后 令独太子 皇后 述召太子 赐食 宝 阿哲 先尝之 邪毒 不得行 三五月 假生 丞相 贤以老病 骑骸骨 四黄金 百金 安车 四马 罢 旧地 丞相 致逝自贤 使 一 二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广兄子受位少妇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 以为太子少 百使其弟中郎将顺监护太子家 上义问广 广队曰 太子 国储父君 师有必于天下英俊 不宜独亲外家许事 且太子自有太妇 少妇 官署已被 经父使顺护太子家 是漏 非所以广太子得于天下也 上善其言 以与未相 相免官谢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 广由事件器重 五经师大语宝 大行臣东海消旺之上书 言大臣认证 一性专权之所致 上诉文旺之名 拜位业者 时尚博言贤俊 名多上书言便宜 则下旺之问状 高者请丞相 御史 四者中两千十世事 满岁以状文 下者报文 把 所拜处奏皆可 六冬 十月 赵约 乃者九月 人生地震 震盛巨烟 有能真正过失 即贤良方震 直言即见之事 以匡震之不歹 无惠有思 震计不得 不能复远 是以边境屯术为习 经负赤兵重屯 九老百姓 非所以随天下也 骑霸车骑将军 又将军屯兵 又照 持欲未欲信者 甲与平民 郡国公管务复修制 流民还归者 甲公田 带种时 且务算是 七或是交尺纵横 太夫人险 广至地势 坐臣于年 佳化 秀英逢 黄金图 维续剑轮 势必以五彩 斯婉险游戏地中 与奸奴逢子兜乱 而与 山翼并善至地宅 走马持竹平乐馆 云当朝请 述称并私出 多从宾客 张维列黄山院中 使仓头奴上朝夜 莫敢遣者 险吉诸女昼夜 出入长信宫殿中 王岐渡 帝自在民间 闻之或是尊圣日久 内不能善 继宫清朝阵 御史代府未相给世中 显未雨 云 山 女曹不悟 奉大将军于夜 经大夫给世中 他仁依奸女 能负自救邪 后两家奴真道 或是奴入御史府 御踏大夫门 御史未寇投谢 乃去 仁以为或是 显等时之忧 会为大夫 为丞相 树燕剑严是 平恩侯与世中 经安上等境 出入省中 石或山岭上书 上令立名的奏风是 不官上书 群臣敬见读往来 于是或是胜恶之 上颇文或是毒杀而未查 乃喜光女婿杜辽将军 魏央魏魏 平邻侯范明有魏光陆勋 出次婿朱立 钟郎将 与林坚任圣魏安定太守 数月 付出光解婿给世中 光陆大夫张朔魏蜀俊太守 群孙婿中郎将望汉魏五位太守 请知 付喜光长女婿常乐魏魏邓广广汉魏少福 勿须 更以张安氏魏魏将军 两宫魏魏 陈门 北军兵属焉 以或与魏大司马 官小官 王应寿 把其屯兵官属 特使与官名 与光聚大司马者 又收范明有杜辽将军应寿 但魏光陆勋 及光中女婿赵平 魏散其 其都魏 光陆大夫 江屯兵 又收平其都魏应寿 朱领胡 月其 与林吉两宫魏江屯兵 西亿以所亲信许 使子弟代之 八初 孝武之事 真发凡数 百姓平好 穷民犯法 奸鬼不慎 于是使张汤 赵宇之属 调定法令 作建之故纵 兼灵不主之法 缓身 故知罪 急纵 出之诛 其后兼华巧法 转相笔矿 敬网敬密 律令凡科 文书赢余格 典者不能辩读 是以俊国成用者博 或罪同而论义 兼利因缘卫世 所欲活则复生意 所欲献则与死比 亦者贤冤伤之 庭位史句 陆陆温书上书曰 成文其有无知之 或而还功以兴 竟有离姬之难 而文功用博 竟是赵王不忠 诸吕作乱 而孝文为太宗 咒是观之 或乱之作 将以开圣人也 夫妻变乱之后 必有义旧之恩 此贤圣所以招天命也 亡者招地即是无似 昌亦淫乱 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 成文春秋 正即位 大义统而圣时也 陛下初登至尊 与天和福 以改前世之师 正使受命之统 狄凡文 除名吉 以应天意 成文情有时师 其依尚存 治愈之力是也 夫欲者 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复生 绝者不可复数 书 曰 与其杀不孤 宁师不经 经治愈力则不然 上下相驱 以克为名 生者或功名 凭者多后患 顾治愈之力 皆愈人死 非增人也 自安之道 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世 背行之徒 彼肩而立 大辟之计 遂以万数 此人甚之所以伤也 太平之未恰 凡以此也 夫人情 安则乐身 痛则思死 垂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 顾求人不慎痛 则思辞以示之 立志者立其然 则指导以名之 上奏未阙 则断练而周内之 盖奏当之臣 虽高桃听之 有以为死有余辜 何则 成练者众 闻至之罪名也 顾俗与约 化得未欲 亦不入 刻目未立 其不对 此皆吉利之风 悲痛之辞也 唯陛下审法制 宽刑罚 则太平之风 可兴于世 上善其言 九十二月 赵曰 奸哲利用法 巧闻近身 是正之不得也 夫觉欲不当 使有罪心邪 不孤蒙禄 父子悲恨 正甚伤之 金浅庭使 与郡居欲 任清路薄 其为至庭未平 至六百十 元四人 其物平之 已称正义 于是美季秋后 请宴时 尚常性宣誓 摘居而绝世 欲行号未平已 卓俊太守正昌上书言 金明主公垂明听 虽不致停平 欲将自正 若开后四 不若删定律令 律令一定 于明知所必 兼力摩索弄以 经不正其本 而至庭平以 李其末 正衰听代 则庭平将照权 而未乱守以 十招第十 匈奴十四千骑田车师 及武将军及匈奴 车师填者经去 车师父通于汉 匈奴怒 照其太子君宿 欲以为职 君宿 燕其外孙 不欲职匈奴 王走燕其 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 及乌贵立位王 与匈奴结婚姻 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试岁 侍郎会激政及与校尉司马戏 将免刑罪人填渠离 击鼓 发成郭诸国兵万余人 与所将填四千五百人 供及车师 破支 车师王请降 匈奴发兵攻车师 及 吸引兵被逢支 匈奴不赶钱 及 洗及流移后 与促二十人留守王 及等引兵归取离 车师王恐匈奴兵赴制 而见沙也 乃倾其奔乌孙 及及迎其妻子 传送长安 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帝 兜莫为车师王 收其余名东西 不敢居故地 而正及使使力促三百人 往田车师的已实之 十一上自出即位 数遣使者求外加 九远 多四类而非是 试岁 求得外祖母王 凯凯凯凯凯凯南无故 五 上次无故 五绝观内侯 寻月间 赏赐以巨万计 五绝观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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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杰四年 以毛 公元前六六年 一春二月 寺外祖母号魏伯平君 封就无故魏平昌侯 五魏乐昌侯 二夏五月 山羊 既阴薄如鸡子 生二尺五寸 杀二十余人 非鸟皆死 三赵 自今子有逆父母 妻逆夫 孙逆大父母 皆物质 四立广川慧王 孙文为广川王 五霍显吉语 山云自建日清靴 树相对提气自愿 山曰 今成相用事 现观性之 竟辩议大将军使法令 发扬大将军过失 又 朱如生多巨人子 远客饥寒 喜望说狂言 不必忌讳 大将军常仇之 经陛下好语 朱如生语 人人自书对事 多言我家者 常有上书 言我家 昆帝交字 其言绝痛 山平不走 后上书者一霞 竟奏风事 者始终书令出取之 不观上书 亦不信人 又闻民间幻言 或是毒杀许皇后 您有誓邪 现孔吉 吉据以时告语 山云 云 山云经约 如是 何不早告语等 县官离散 赤竹诸絮 用事故也 此大事 诸罚不小 奈何 于是 是有邪谋矣 云就 李静明 善章设 见云家 促促 为静曰 经丞相 与平恩侯 用事 可令太夫人 严太后 先诸此两人 以戏陛下 在太后耳 长安男子 张张告知 事下廷尉 执经无 补张社等 后有诏 只误补 山等月孔 相未曰 此现观众太后 故不敬也 然而端以见 久之犹发 发及足矣 不如先也 遂令诸女 各归报其夫 接约 安所相比 会礼静坐与诸侯王交通 此语即或是 有赵 云 山部一宿位 免旧地 山阳太守张场上 封氏曰 陈文公子 既有有功于鲁 赵衰有功于静 田婉有功于其 皆愁其雍 严及子孙 忠后田是窜其 赵氏分禁 祭氏专鲁 顾仲泥座 春秋 姬圣衰 姬氏清最盛 乃者大将军 绝大祭 安宗庙 定天下 公义不细以 夫州公七年耳 而大将军二十岁 海内之命断于掌握 方其龙圣时 感动天地 轻破阴阳 朝臣已有名言曰 陛下包宠 故大将军以报功得足矣 兼者府臣专阵 贵妻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 请霸或是三侯皆就地 即为将军张安氏 以赐账归修 实存问赵剑 以列侯为天子师 明赵已恩不听 群臣已亦故贞 而后许之 天下必以陛下 为不忘功德 而朝臣未知礼 或是世事 魔所患苦 经朝廷不闻直身 而令明赵自清其闻 非策之得者也 经两侯已出 人情不相远 以臣心度之 大司马及其之属 必有畏惧之心 夫敬臣自为 非完祭也 臣厂愿于广朝白发其端 执守远郡 其路无由 唯陛下省茶 上圣善其迹 然不照也 与山等家树有妖怪 举家忧愁 山曰 臣相善俭宗妙高 兔 蛙 可以辞罪也 谋令太后 为薄平君致久 赵臣相 平恩侯以下 使范明友 邓广汉 臣太后 致影展之 因费天子而立语 约定 魏发 云拜 魏玄兔太守 太中代府 仁轩魏 代郡太守 慧氏发掘 秋 七月 云 山 明友自杀 险 宇 广汉等 不得 宇耀展 险集诸女昆帝 接气室 与霍氏相连 作诸灭者数十家 太仆渡延年 以霍氏救人 亦作免官 八月 己有 皇后霍氏费 处招台宫 以仇 照封告 霍氏返谋者 男子张张 骑门董忠 左曹阳运 室中金安上 使高阶位列侯 运 丞相场子 安上 车骑将军日滴弟子 高 使梁帝兄子也 出 或是奢侈 冒灵徐身曰 或是必亡 肤奢则不逊 不逊则无上 无上者 逆道也 在人之诱 众必害之 或是 禀权日久 害之者多以 天下害之 而又行以逆道 不亡何呆 乃上 书言 或是 太盛 陛下 极爱后之 以以时亦至 无始至亡 书三上 则报文 其后 或是 诸灭 而告 或是 者 皆封 人为徐身上书曰 陈文刻有过主人者 见其造直突 放有积心 刻为主人 更为驱突 远洗其心 不辙且有火患 主人黑然不应 而而家果施火 灵里共就之 幸而得习 于是杀牛至酒 泄其灵人 灼烂者在于上行 于各以公赐作 而不露言驱突者 人为主人曰 相使听客之言 不费牛酒 中亡火患 经论功而请兵 驱突喜心 无恩泽 交头烂 而未上客邪 主人乃物而请之 经茂林徐福 树上书言或是且有变 以防觉之 相使福说的行 则国无猎土出觉之费 成无逆乱诸灭之败 往事既已 而福独不蒙其功 为陛下查之 贵喜心驱突之策 使居交法灼烂之有 上乃次福 博石匹 后已为狼 地出力 夜见高庙 大将军光参城 上内言弹之 若有芒刺在背 后车其将军张安 是代光参城 天子从容四体 圣安静焉 及光身死而宗族静诸 故俗传或是之货 蒙于参城 后十二岁 或赴喜云领馆 乃自杀 乃自杀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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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诸仪 哀哉 成光曰 霍光之府汉事 可谓忠乙 然醋不能必其宗 何也 夫微福者 仁君之弃也 仁臣直之 久而不归 先不及已 以孝昭之名 十四儿之上官节之诈 故可以清正乙 旷孝宣十九即位 聪明刚毅 知名己苦 而光九砖大饼 不知必去 多治私党 冲涩朝廷 使人主旭奋于上 立名积怨于下 窃齿侧目 呆时而发 其的免于申性乙 旷子孙乙 交齿去之灾 虽然 向十孝宣专以陆至赏 赐赐父其子孙 使之十大县 奉朝请 乙族以报 胜得以 乃父人之以正 受之以兵 即是从性基 更加财夺 遂至怨俱以身邪谋 企图或是之自祸哉 乙孝宣酝酿以臣之也 习斗交作乱于楚 庄王灭其族而设真隐克皇 以为子文无厚 何以劝善 夫以浅 与云 山之罪 虽应一灭 而光之忠勋不可不四 遂使家无教类 孝宣亦少恩哉 六九月 照俭天下言假 又令郡国遂上戏 求以略吃若与死者 所作献 明 爵 与 与 与死客殿罪以文 七十二月 清河王年座内乱费 千房龄 八十岁 北海太守卢江珠义以致行第一入位大司农 渤海太守公岁入位水痕都位 先是渤海左右郡穗姬 盗贼并起两千十不能情治 尚选宗 上选能治者 陈相 御史举顾昌一郎中令公岁 上拜为渤海太守 赵剑 问 何以治渤海 其其盗贼 对曰 海滨辖远 不沾圣化 其民困于饥寒而立不续 故使陛下赤子盗 弄陛下之兵于黄池中而 经御史成圣之邪 将安之也 上曰 选用贤良 故御安之也 遂曰 成文治乱名 由治乱神 不可及也 为缓之 然后可治 成怨成相 御史且无拘成以文法 得一切便宜从事 上许焉 加赐黄金赠浅 成传至渤海界 俊文心态守志 发兵已赢 遂皆浅海 遗书赤属献 西坝主捕盗贼力 诸持者 勾 田弃者皆为良名 立无的问 持兵者乃为贼 遂单车独行制服 盗贼文遂教令 及时解散 弃其兵弩而持勾 除 于是西平 明安图乐也 遂乃开仓领 甲平民 选用良力为安慕养烟 遂见其俗奢侈 好墨迹 不田作 乃功率以简约 劝名物浓丧 各以口率种树续养 明有带持刀见者 使卖剑买牛 卖刀买毒 约 何谓带牛配毒 劳来寻行 郡中皆有续姬 御送止息 九乌孙公主 女为龟姿王 将冰夫人 将冰上书言 得上汉外孙 愿与公主女 聚入朝 圆康圆年 秉承 秉承 公元前六五年 二出座 渡灵 喜丹相 将军 列侯 立两千十 资百万者 渡灵 三三月 赵以凤凰及泰山 陈流 甘露将卫阳公 赵天下 甘露将卫阳公 四有私父严道员 移称尊号 约黄考 下五月 立黄考庙 武东 致见张卫卫 六照广汉好用 是立子孙 新近年少者 专利强壮风气 见识风声 磨锁回避 律多果敢之计 莫为迟难 终以此败 广汉以私怨论杀男子荣处 人上书言之 事下丞相 欲使暗验 广汉以丞相夫人杀事弊 欲以此邪丞相 丞相暗之月集 广汉乃将力促入丞相府 照其夫人贵停下受辞 收奴必时于人去 丞相上书自成 事下庭位置 使丞相自已过浅吃腹壁 出至外地乃死 不如广汉言 第二支 下广汉庭位于 立明首雀好气者数万人 或言 乘生无意献官 愿待赵金赵死 使目养小明 广汉静坐要斩 广汉为金赵尹 联明 威治豪强 小明的直 百姓追思歌之 七世岁 七世岁 少福送仇作义 凤凰下彭尘 未至金师 不足美 贬味似水泰富 八上千博士 见代府通正士者 补郡国首相 以肖望之为平原太守 望之上书曰 陛下哀敏百姓 恐得之不咎 悉出见官 以补郡力 朝无真诚 则不知过 所谓忧其末而 望其本者也 尚乃真望之入手 少福 九东海太守 何东引温归 以至郡高地入位 又浮风 温归为人 宫连明察 郡中立明贤 不孝及奸邪 最明镜之之 献献各有祭吉 自听其证 有吉明则少还之 利明小姐 折批吉 取人必于秋冬克力大会中 及出行线 不已无事实 其有所取也 以意景百 利明皆福 恐惧 改行自新 其为福封 选用连平及坚力 以为幼职 接待以礼 好恶与痛之 其父翁归 法义必行 然温良迁退 不以行能交人 故游的名誉于朝廷 时初 乌孙公主少子万年有宠于刹车王 刹车王死而无子 十万年在汉 刹车国人计 欲自脱于汉 又遇得乌孙兴 尚书请万年为刹车王 汉许之 潜时哲悉 冲国诵万年 万年出力 报恶 国人不说 上令群臣举可实习欲者 前将军韩增举上党 冲凤氏以为后使持节送大院诸国克制衣寻臣 会顾刹车王帝忽图真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及汉使者西冲国 自立卫王 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失臣 不能下而去 刹车浅使扬言 北道诸国已属匈奴已 于是攻劫南道 与煞蒙叛汉 从善善以西皆绝不通 兜户正吉 校尉司马喜皆在北道诸国间 奉侍与其赋言娼妓 以为不及及之 则刹车日强 其是南志 必为西域 遂以劫预告诸国王 应发骑兵 南北道和万五千人 进击刹车 攻拔骑臣 刹车王自杀 传其手艺长安 更立他昆帝子 为刹车王 诸国西平 威震西域 奉侍乃罢兵已闻 帝赵建汉增曰 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奉依乃罢兵已闻 大碗 大碗闻其斩杀车王 竟知亦于他使 得其名马向龙而骸 上圣说 一封奉侍 尘相 将军皆以为可 独少福消忘之以为 奉侍奉使有志 而善致为命 发诸国兵 虽有功效 不可以为后法 即封奉侍 开后奉使者力 以奉侍为比 真逐发兵 要攻万里之外 为国家身世于一敌 见不可偿 奉侍不宜受风 上善望之意 以奉侍为光露代夫 元康二年 丁四 公元前六四年 一春 真月 射天下 二上玉立皇后 使管陶主母 华妾宇 及淮阳县 王母张妾宇 除孝王母 为妾宇 皆爱信 上玉立张妾宇 为 九之 尘爱或是 遇害皇太子 乃更选后 公无子而谨慎者 二月 以愁 立常灵王妾宇 为皇后 令母养太子 封其父奉光 为穷成侯 无宠 惜得尽见 三五月 赵约 欲者 万民之命 能使生者不怨 死者不恨 则可谓闻利 今则不然 用法或持巧心 西律二端 深浅不平 奏不如实 上亿网游之 四方黎明江 贺养灾 两千十个察官署 勿用此人 利或善心遥逸 世除传 称过时刻 悦之于法 以取名誉 譬如 剑薄冰 以待白日 岂不待灾 今天下颇被 极易之灾 正盛敏之 其领郡国 被灾胜者 无出经年 租赴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即将取离填醋七千余人就之,为匈奴所为 即上言,车师去取离千余里,汉兵在取离者少,是不能相救,愿意填醋,上与后将军照冲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及其右的,使不得妇扰西域 未相上书建曰,成文之,就乱诸报,未知义兵,兵义者亡,敌家于己,不得已而起者,未知应兵,兵应者胜,憎恨小顾,不忍愤怒者,未知奋兵,兵愤者败,利人土地,获保者,未知贪兵,兵贪者破,是国家之大,精明人之众,欲见危于敌者 未知焦兵,兵焦者灭,此武者,非诞人士,乃天道也 奸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汉名,折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真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 经文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成于不知此兵和明者也 经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求,食草来之时,长孔不能自存,难以动兵 军旅之后,必有凶年,严明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 出兵虽甚,犹有后忧,恐灾害之便因此已生 经郡国首相多不时选,风俗有薄,水汗不时 按经年纪子弟沙父兄,七沙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成于以为此非小便也 经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欠借之愤于远宜 带孔子所谓,无孔继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强之内也 上从相言,指 浅长罗侯常会将张叶,九泉骑网车施,迎正及及其力士海取离 照顾车施太子君宿在燕骑者,立以为王,敬喜车施国民令居取离 遂以车施顾地与匈奴 以正及魏魏司马,使护善妇善以西南道 六位相好观汉故史及便宜张奏,数条汉心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假意 朝措,董仲书等所言,奏请施行之 相施愿使暗示郡国,即修告,从家孩至府,折白四方一文 或有逆贼,风雨灾便,郡不上,相折奏言之 与御使大夫丙及同心扶正,上皆众之 丙及为人深厚,不乏善 自曾孙遭遇,即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末能名其功也 惠耶庭公必则令明夫上书,自臣常有阿宝之功 张下耶庭令考问,则此饮食者秉急之状 耶庭令将则亦遇使福以事及,即时 卫则曰,如常作养皇曾孙不谨,都吃乳,如安得有功 独卫成虎祖,怀阳郭真卿有恩儿 分别奏祖等供养劳苦壮 照及求祖,真卿,以死,有子孙,接受厚赏 照免则为数人,四千十万 上卿见问,然后知己有救恩而终不言,上大贤之 七弟已消望之精明持重,议论有余,才认宰相,欲祥是其正事,负以为左逢义 望之从少府出位左迁,恐有不合义,即疑病 上文之,使是中臣都侯经安上寓一约,所用皆更致命以靠功 军前卫平原太守日前,故复是之于三府,非有所闻也 望之即启示是 八出,耶庭令张赫数为帝车旗将军安是称呼 皇曾孙之才美及真怪,安是哲觉指,以为少主在上,不宜称数曾孙 即帝即位而贺已死,上卫安是曰,耶庭令平身称我,将军指之,是也 上追思赫恩,欲与其种为恩得侯,至首种二百家 贺又子早死,子安是小男彭祖 彭祖又小与上同席言书指,欲与之,先赐绝关内侯 安是申辞贺风,又求损守种户数,稍减至三十户 上曰,吴自卫耶庭令,非卫将军也,安是乃止,不敢赴言 九上星纪顾昌义王赫,刺山阳太守张场喜书,令锦被盗贼,查往来过客,无下所赐书 厂于是条奏贺居处,这其废王之孝曰,故昌义王为人,青黑色,小木,鼻墨锐悲,少须眉,身体长大,极伪,行步不便 陈场长语之言,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义多宵,故王应曰,然 前赫熙至长安,书无宵,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宵身 查故王衣服,言语,贵起,轻狂不惠 陈场前言,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缘,请罢归,故王文之曰,终人守缘,急者当物质,相杀伤者当物法,欲令即死 太守奈何而欲罢之 其天资喜犹乱亡,终不见人亦如此 上乃之鹤不足即也 原康三年,戊五,公元前六三年 一春,三月,找封顾昌义王贺 二乙位,赵曰,正为秒时,御使大夫秉急,钟郎将使臣,使玄,常乐位位许顺,世忠,光露大夫许颜兽,皆与郑有救恩,即故耶庭令。 并章何,辅章何,福岛正宗,修文学经术,恩惠卓义,绝功冒烟。 诗,不云呼,无德不报,封赫所子弟子世忠,钟郎将捧祖为阳兜侯,追赐赫世约阳兜哀侯,即为伯阳侯,曾为江陵侯,玄为平台侯,顺为伯望侯,严寿为乐成侯。 贺有孤孙罢,年七岁,拜卫散其,钟郎将,四绝观内侯。 故人夏智郡抵御附座常有阿宝之功者,接受官禄、田宅、财务,各以恩申浅报之。 故人夏智郡抵御附座常有阿宝之功者,接受官禄、财务,各以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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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 吉林当风,并,尚优其不起,将使人就家应福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太子太父下侯甚曰,此未死也。 成文有应得者必享其乐,以及子孙。 荆棘未获报而及盛,非其死即也。 后并果月。 张安氏自已父子封侯,在位太盛。 乃慈禄,赵兜内别藏张氏无名前以百万数。 安氏谨慎周密,美定大政,已决,折宜并出。 文有赵令,乃经,使利之丞相府问焉。 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语意也。 常有所见,其人来谢,安氏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其有私谢邪,绝福父未通。 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氏,安氏应曰,君之功高,民主所知,人臣直视,何尝短而自言乎,绝不许。 以儿郎果千,安氏自见父子尊贤,怀不自安,为子严寿求出不利,尚以为北的太守,岁于,尚敏安氏年老,赋真严寿为左曹,太仆。 三下,四月,丙子,立皇子亲为怀阳王。 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 太父书广为少父受约,无闻,知足不辱,知之不待,经事换至两千十,观成名利,如此不去,具有后悔,即日,父子具一并,尚书起骸骨。 上皆许之,家赐黄金二十金,皇太子赠以五十金。 公亲雇人设组到公张东兜门外,送者车数百两。 道路观者皆约,贤灾二代福,或叹席未知下契。 广,受归乡礼,日令其家卖金共聚,请族人,顾旧,宾客,与香娱乐。 或劝广以其精卫子孙婆利产业者,广曰,无其老辈不念子孙灾。 故自有旧田卢,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一时,与凡人其。 经父增益之以为盈余,但教子孙代舵耳。 贤耳多才,则损其智,鱼耳多才,则亦其过。 且夫妇者众之愿也,无计无以教化子孙,不欲亦其过而申愿。 又此经者,圣主所以会养老臣也,顾乐于乡党,宗族共享其次,已尽无余日,不亦可乎。 于是族人月福。 四隐川太守皇霸使游庭,相关皆触击,屯,以善官,寡,平,穷者,然后未调教,至父老,师帅,武常,搬行之于民间, 劝以为善房间之意,即物耕桑,节用,职财,种树,续养,去福营之费。 其智,米言米蜜,出若凡岁,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利明见者,与此寻意,问他因福以相参考,聪明时事,利明不知所出,贤称神明,毫离不敢有所欺。 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后诸法,误在陈旧全安常立。 许臣老,并龙,都由白玉竹之。 霸曰,许臣连立,虽老,尚能拜其送赢,正颇众听何商。 且善助之,无师贤者意。 或问其故,霸曰,数亿常立,送顾银新之费,即兼利因缘,绝不输,到财务,公司费号甚多,皆当出于民。 所欺心力又未必嫌,或不如其故,图相亦未乱。 凡智道,去其太盛者儿。 霸以外宽内明,得利明心,护口岁增,智卫天下第一,真守经赵尹。 请知,做法,连贬至,有赵复归尹川位太守,以八百时居。 圆康四年,几位,公元前六二年。 一春,真月,照,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他皆误作。 二幼福封引翁归醋,家无余才。 秋,八月,照曰,翁归连平乡镇,致名义等。 其次翁归紫黄金百金,以奉祭祀。 三上令有思求高祖功臣子孙师侯者,的怀礼功臣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皆赐黄金二十金,赴其家,令奉祭祀,世事物绝。 四幼福封引,父平静侯张安世宏。 五初,浮阳节侯为贤轰,长子红有罪细欲,家人绞贤令,以赐子大和都为玄成为后。 玄成身知其非贤弦亚异,即阳慰病狂,卧便利,妄孝语,昏乱。 济藏,当席诀,以狂不应兆。 大红卢奏状,张夏丞相,欲使暗艳。 暗示丞相是乃于玄成书曰,古之词让,必有文艺可观,故能垂荣于后。 金子独坏容貌,蒙耻辱为狂吃,光耀暗而不宣,为哉子之所托名也。 朴素于漏,过为宰相执事,愿少闻丰生,不然,孔子商高而蒲未小人也。 玄成友仁侍郎张义上书言,圣王贵以礼让为国,以悠仰玄成,勿往其至,使得自安横门之下。 而丞相,欲使岁以玄成十步并,和奏之,有赵乌合,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绝。 地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 六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浅。 汉浅使则乌孙,乌孙送乌贵一阙。 七初,五帝开河西四郡,隔绝枪与匈奴相通之路,赤竹朱枪。 不使居皇中帝,即帝即位,光禄代府义区安国使行朱枪,仙灵豪炎,愿时渡黄水被,竹民所不填处畜目,安国已闻。 后将军照冲国和安国奉使不尽。 事后羌人旁圆前沿,抵冒渡黄水,郡县不能尽。 既而先灵与朱枪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职,蒙祖。 上文之,已问赵冲国,对曰,羌人所以意志者,以其种字有豪,数相攻击,事不一也。 往三十余岁西枪返时,亦先解仇和约公令居,与汉相聚,五六年乃定。 匈奴术右枪人,欲与之共集张叶,九全的,使枪居之。 兼者匈奴困于西方,以其更浅使至枪中与相结。 陈孔枪便未止此,且复结连他种,以即未然未知辈。 后跃于,枪侯狼河果浅使至匈奴吉兵,玉吉善善,敦煌以绝汉道。 冲国以为,狼河士不能独造慈祭,以匈奴使以至枪中,仙灵,喊,兼乃解仇作曰。 道丘马肥,便必起矣。 以遣使者行鞭兵,欲未被斥,使诸枪无令解仇,以发掘其谋。 于是两府复白遣一驱安国行使诸枪,分别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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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世时,比年丰仁,古时无前。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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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上张云滩,竞悬一烟帽,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诀元年,更生,公元前六一年 一春,真月,上始行性甘泉,交太至,三月,行性河东,祠 上颇修五帝故事,锦摘寺之礼,以方式言增至神词,文艺周有金马,碧姬之神,可教祭而至,于是浅见大夫属郡王包使持节而求之 出,上文包有俊才,照见,使为,圣主的贤臣颂 其词日 夫贤者,国家之弃用也 所认贤,则屈舍审而公师谱,弃用力,则用力少而就效重 故宫人之用盾器也,劳金苦骨,终日恰恰,集至巧也筑干江,使离楼都神,公书肖末,虽重台五层,言冒百丈而不混者,公用香的也,雍人之欲弩马,易商稳,必策而不尽于行,集至驾涅兮,参成淡,王良之靶,寒哀赴鱼,周留八吉,万里一席,何一席? 和其辽灾 人马相得也 故福止戏之良者,不苦甚蜀之玉玉,求雕湖之暖者,不忧至寒之欺创 何则 有其聚者亦其辈 贤人,君子,亦圣王之所以亦海内也 习周公公土捉之劳,故有与空之龙,其环舍亭辽之礼,故有匡合之功 由此观之,君人者情于求贤而易于的人 仁臣亦然 习贤者之未遭玉也,徒氏魁策,则君不用其谋,臣见捆臣,则尚不然其性,竟是不得失笑,赤竹又非其谦 是故一引擎于顶祖,太公困于刀,百里自欲,宁子犯牛,离此幻也 及其玉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和尚意,见正及见听,进退的观其中,任职的行其术,投福熙攘而光祖考 故是必有圣之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 故虎啸而封裂,龙心而智云,蟋蟀似秋莹,扶求出乙音 义,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诗,曰,思皇多士,生此亡国,故事平竹圣,俊爱将自制 明明在朝,暮暮不列,聚精会神,相得一章,虽薄衙操地中,逢门子弯乌号,由魏族已欲其意也 故圣主必呆贤成而红公业,郡是亦似民主已显其德 上下俱欲,欢然交心,千在依和,论说无疑,亦呼如红毛欲顺风,佩呼如巨于纵大贺 其德亦若此,则胡静不止,何令不行 行义四表,横背无穷 誓以圣王不便窥望而誓以名,不丹清耳而听以聪,太平之则赛,悠游之望北,修真自制,受考无疆,何必掩阳屈身若彭祖,许须呼吸如桥,松,渺然觉俗离世哉 事实上颇好神仙,故包对极之 经兆隐章场义上书建约,愿民主实望车马之好,是远方是之虚语,由新帝王之术,太平术姬可兴也,上游是西坝上方呆照,出,赵广汉死后,为经兆隐者皆不称职, 为场能计其机,其方略,耳目不及广汉,然颇已经树如雅文之 我回想你 二上颇修士,公士,车伏胜于昭帝时,外妻许,使,王氏贵宠 见大夫王及尚书曰,陛下公圣职,总万方,为私事物,将心太平,赵书美下,明心然若更生 臣服而私之,可谓治恩,谓可谓本物也 欲智之主不释出,公卿性的遭遇其时,言听见从,然未有见万事之长策,举名主于三代之龙也 其物在于其会,不输,断欲,听诵而已,此非太平之机也 成文明者,若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 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颂之,师则天下言之,故以谨选左右,审则所使 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得,此其本也 孔子曰,安上至名,莫善于理,非空言也 王者未至礼之时,隐先望礼宜于经者而用之 臣愿陛下臣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言及如生 述旧礼,明王志,屈一世之明基之人受之欲 则俗何以不若臣,康,受何以不若高宗 妾见当事屈悟不合于道者,仅调奏,为陛下财择焉 即亦以为,世俗聘妻,宋女无节,则凭人不及,故不举子 又,汉家列侯上公主,诸侯则国人成翁主,使男侍女,夫屈于父,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 故者衣服,车马,贵剑有张,经上下剑叉,人人自治,是以贪财诸力,不畏死亡 周之所以能自治行错而不用者,以其敬邪于明明,绝恶于未蒙也 又言,顺,汤不用三宫,酒清之事而举高桃,依影,不仁者远 经史俗立的任子弟,律多骄傲,不通古今,无异于明,移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 去角地,简岳府,沈上方,明是天下一简 古者功不造雕转,商不通迟迷,非功,商之独贤,正教使之然也 上以其言未迂阔,不胜宠义也 击碎蟹并归 三义渠安国志枪中,赵仙灵诸豪三十余人,已游截侠者皆斩之 三义渠安国志枪中,赵仙灵诸豪三十余人,已游截侠者皆斩之 纵兵及其种人,斩首千余疾 于是诸将枪及归翼枪侯阳豫等怨怒,摩索性相,遂劫掠小种,背叛犯赛,攻陈翼,杀常立 安国以其都未将其两千屯背枪,致好尾,未掳所及,失王车重,兵器甚重 安国隐孩,致令居,已游 十兆冲国年七十余,尚老知,使丙及问谁可将者 冲国队曰,无余于老臣者意,尚浅问焉,曰,将军渡枪鲁何如 当用己人 冲国曰,百文不如一见 兵南瑶渡,臣愿持至京城,图上方略 羌荣小仪,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已属老臣,勿以为忧 上校曰,诺,乃大发兵亦今晨 下,四月,浅冲国将之,以及西枪 四六月,有心背于东方 下、四月,有心背于脚 下、四月,三十二 五兆冲国至京城,须兵满万旗,玉渡河,孔魏鲁所遮,及夜遣散。 三孝贤眉仙度,度,折迎臣,惠明弼,遂以赐禁度。鲁树时摆其来,出入军棒,冲国曰,吾氏马兴眷,不可持足,此皆消其难至,又恐其为又兵也。 鲁树以舔灭为其,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及。 遣其后四望峡中无鲁,夜,引兵上至落兜,赵诸孝司马未曰,无知枪鲁不能为兵已。 使鲁发数千人首度四望峡中,兵起得入灾。 封国常以远赤后卫物,行必卫战备,紺必兼赢必要制造。 由能持重 爱士族 先继而后战 遂西至西部都未辅 日享军事 事皆欲未用 鲁术挑战 冲国坚守 补的身口 炎腔豪香树则曰 语辱无反 今天子遣赵将军来 年八九十以 善卫兵 经请御医斗而死 可得携 出 喊 兼豪迷当而使地雕库来告都未曰 先灵欲返 后属日 果返 雕库种人颇在先灵中 都未及留雕库未知 冲国以为无罪 乃遣归告种豪 大兵诸有罪者 明白自别 无取并灭 天子告诸强人 犯法者能相补斩 除罪 仍以公大小赐钱有差 又以其所补妻子 财物尽予之 冲国际欲以威信招响喊 兼及劫略者 劫散鲁谋 缴旗皮剧 乃及之 石上已发内菌病 兵屯鞭者合六万人矣。 九泉太守兴武贤奏言, 郡兵皆屯背南山, 北边空虚, 事不可久。 若至秋冬乃进兵, 此鲁在境外之侧。 金鲁朝夕未寇, 土地寒苦, 汉马不奈东, 不如以七月上旬继三十日凉, 奋兵出张叶, 九泉, 何几汉, 煎在鲜水上者。 虽不能进珠, 但夺其续产, 鲁其七字, 复饮兵孩。 东复吉之, 大兵人出, 鲁必正坏。 天子下其书冲国, 另一只。 冲国以为, 一马自负三十日时, 为米二胡四豆, 卖八壶, 又有衣装, 兵器, 难以追逐。 鲁必伤君进退, 烧饮去, 竹水草, 入山林。 随而深入, 鲁极具浅显, 守候恶, 以绝良道, 必有伤为之忧, 为宜嫡孝, 千债不可负。 而五贤以为可夺其续产, 鲁其七子, 此代空言, 非智记也。 仙灵守卫叛逆, 他种劫略, 故臣于策, 欲娟喊, 兼暗昧之过, 隐而悟张, 先行仙灵之珠以震动之, 已悔过反善, 应赦其罪, 选择良力之其俗者, 抚循何疾。 此全师保圣安边之策。 天子下其书, 公卿义者已为, 仙灵兵圣而富汗, 兼之柱。 不仙破汗, 兼, 则仙灵未可徒也。 上乃拜是中许寿位强弩将军, 击败九全太守五贤位破枪将军, 四喜书加纳其策。 以书赤让冲国约, 经转书并起, 百姓烦扰, 将军将万余之众, 不早及秋贡水草之力, 珍其处时, 玉至东, 鲁街当处时, 多赃逆山中, 依贤祖, 将军誓涵, 手足君竹, 宁有力哉。 将军不念中国之费, 欲以岁数而胜敌, 将军谁不乐此者。 经兆破枪将军武贤等将兵, 以七月即喊枪。 将军其引兵并进, 勿负友宜。 军国上书约, 陛下前姓赐书, 欲使人欲喊, 以大军当智, 汉不诛喊, 以解其谋。 臣故浅尖豪雕库, 宣天子智德, 喊, 兼之蜀皆闻之明照。 经仙灵枪阳玉祖十山目, 后便未寇, 喊枪未有所犯, 乃至仙灵, 仙己喊, 是有罪, 诸无辜, 其依难, 就两害, 臣非陛下本祭也。 承闻兵法, 功不足者手有余, 又曰, 善战者智人, 不智于人, 经喊枪欲未敦煌, 九拳寇, 以赐兵马, 练战士, 以虚其智。 作得智敌之术, 以义吉劳, 取胜之道也。 惊恐二郡兵少, 不足以守, 而发之行功, 是智鲁之术而从未鲁所致之道, 臣于以为不便。 仙灵枪鲁欲未被判, 故雨喊, 兼解愁节约, 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而喊, 兼备之也。 臣于以为其技常欲先赴喊, 兼之即以兼其约。 仙疾喊枪, 仙灵必住之。 金鲁马肥, 粮食芳饶, 及之恐不能伤害, 事使仙灵的施德于喊枪, 兼其约, 何其党。 鲁骄兼党, 何金兵二万余人, 破邪诸小种, 附着着稍重, 莫须之数不清的离也。 如是, 鲁冰尽多, 诸之用力数倍。 陈恐国家幽类, 游十年数, 不二三岁而已。 于臣之际, 仙诸仙灵以, 则喊, 兼之数不凡兵而服矣。 仙灵以诸而喊, 兼不服, 涉真月及之, 得祭之礼, 又其时也。 已精进兵, 臣不见其力。 雾身, 冲国上奏。 秋, 七月, 甲银, 喜书报, 从冲国寄焉。 冲国乃引兵至仙灵在所。 鲁九屯聚, 谢池, 旺奖大军, 汽车重, 玉渡黄水, 到二侠, 冲国徐行驱之。 或曰, 逐利行持, 冲国曰, 死穷寇, 不可破也。 缓之则走不顾, 急之则还致死。 诸孝皆约, 善, 鲁腹水逆死者数百。 将棘斩首五百余人。 鲁马, 牛, 羊十万余头, 车四千余两。 冰至喊的, 令君无凡聚落, 除木田中。 喊枪文之, 喜约, 汉果不及我意, 豪迷忘使人来言, 愿得还富故地, 冲国以文, 未报。 迷忘来自归, 冲国赐饮食, 浅还遇种人。 护君以下皆真之曰, 此返路, 不可善遣, 冲国曰, 诸君但欲辩文自淫, 非为公家中济也, 与为醋, 喜书报, 令迷忘以赎论。 后喊静不凡兵而下。 上召破枪, 强弩将军一屯锁, 以十二月与冲国河, 进击先林。 十枪将者万余人以, 冲国度其壁坏, 欲罢其兵, 屯田以待其壁。 作奏位上, 会得进兵喜书, 冲国子中郎将养具, 使客见冲国曰, 成令兵出, 破军杀将, 以清国家, 将军守之可也。 吉利与并, 又贺族贞。 一旦不和尚意, 浅秀依来则将军, 将军之身不能自保, 和国家之安。 冲国汉曰, 是何言之不忠也。 本用无言, 羌鲁的智氏邪。 亡者举可先行枪者, 无举心五贤, 陈向玉石赴白浅一驱安国, 竟举败枪。 京城, 黄中谷湖八前, 无畏耿忠臣, 敌三百万湖谷, 羌人不敢动矣, 耿忠臣请敌百万湖, 乃得四十万湖耳, 一驱在使, 且废其半。 诗词二侧, 羌人至敢为你。 诗之毫离, 差以千里, 事迹然矣。 精兵久不绝, 似一簇有动摇, 相应而起, 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 枪独足幽邪。 无故以死守之, 民主可谓忠言。 岁上屯田奏约, 臣所将立誓, 马牛时所用两骨, 交稿, 调度胜广, 难久不解, 摇曳不息, 恐生他便, 为民主忧, 臣非宿定妙盛之策。 且枪意已济破, 难用冰碎也, 故臣于心已为极之不便。 既渡灵羌东至好尾, 羌鲁顾田及宫田, 名所谓肯, 可两千寝以上, 其间游亭多坏败者。 臣前部试入山, 伐灵墓六万余梅, 在水赐。 臣愿霸骑兵, 刘步兵万二百八十亿人, 分屯要害处, 兵解曹下, 善香亭, 郡沟渠, 至皇霞以西道桥七十亿, 使所, 令可治鲜水左右。 田氏初, 妇人三十亩, 至四月草生, 发菌其及蜀国胡其各迁, 旧草味田者游兵, 以冲入京城郡, 一基处, 省大费。 经大司农所转古智者, 足之万人一岁时, 井上田处及弃用部。 上报约, 即如将军之计, 鲁当何时扶诸, 兵当何时的绝, 熟记其变, 赴奏。 冲国上壮约, 成文帝王之兵, 以权取胜, 是以贵谋而建战。 百战而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满宜习俗虽属于礼义之国, 然其欲避害就利, 爱轻弃, 为死亡, 亦也。 金鲁王其美的剑草, 愁于寄托, 远顿, 骨肉心离, 仍有叛致。 而民主班师罢兵, 万人流田, 顺天时, 因地利, 以待可胜之鲁, 虽未及福孤, 兵爵可其悦而望, 羌鲁瓦解, 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 即受延去者凡七十倍, 此作之解羌鲁之巨也。 陈锦条不出兵流田便宜十二世, 步兵九孝, 力士万人流屯, 以为五倍, 因田至谷, 威得并行, 亦也。 又鹰排折羌鲁, 令不得归肥饶之地, 平破其重, 以陈羌鲁相叛之鉴, 二也。 居民的并田作, 不施农业, 三也。 君马一月之时, 渡知田是一岁, 霸其兵以沈大费, 四也。 至春, 沈甲氏族, 巡河, 皇草古至林腔, 以氏腔鲁, 杨威武, 传世哲冲之巨, 五也。 以仙霞时, 下仙所罚财, 善智游亭, 冲入京城, 六也。 兵出, 成为侥幸, 不出, 令反叛之鲁篡于风寒之地, 离双路, 即义, 逐舵之患, 做得必胜之道, 七也。 无经祖, 远追, 死伤之害, 八也。 内部损威武之众, 外部令鲁的尘尖之势, 九也。 幼王京洞河南大监使身他便知忧, 十也。 至皇霞中道桥, 令可至仙水已至西域, 身微千里, 从整袭上过失, 十一也。 大肺继审, 昼义玉席, 以戒不渝, 十二也。 流吞田的十二便, 出兵师十二利, 为名赵彩泽。 上妇次报约, 上妇次报约, 兵绝可其悦而望者, 未经东邪, 未何时也。 将军独不计鲁文兵颇罢, 且丁状相聚, 功扰田者及道上屯兵, 复杀掠人民, 将何以止之? 将军熟记复奏。 军熟国复奏约, 成文兵已继位本, 故多算甚少算。 先灵枪精兵, 精鱼不过七八千人, 师弟远客, 分散激动, 叛海者不绝。 成于以为鲁破坏可日月继, 远在来春, 故曰兵觉可其悦而望。 妾剑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 陈塞列的有利促数千人 鲁树以大众公之而不能害 经其兵虽罢 鲁剑屯田之士精兵万人 从今进三月 鲁马雷兽 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 远设山河而来未寇 亦不敢将其类众 还归故地 是臣之于既所以度鲁且必瓦解其处 不战而自破之侧也 至于鲁小寇道 石杀人民 其原位可促进 臣文战不必胜 不苟接任 功不必取 不苟劳重 臣令兵出 虽不能灭仙灵 但能令鲁绝不为小寇 则出兵可也 即经同事 而是作甚之道 从成为之士 网中不见力 空内自罢必 贬重以自损 非所以是满以也 又大兵一出 还不可复留 皇中亦未可空 如是 姚亦复更发也 臣于以为不便 臣妾自为念 奉赵出塞 隐军远及 穷天子之精兵 散车甲于山也 虽亡尺寸之功 偷得必闲之便 而王后救于则 此人臣不忠之力 非民主设计之福也 冲国奏美上 折下公卿一臣 出世冲国记者十三 中十五 最后十八 有赵捷前言不变者 接顿首服 魏相约 臣于不习兵是厉害 后将军术化军策 其言尝试 承认其技必可用也 尚于是报冲国 加纳之 亦以破枪 强弩将军数言当即 以示两从奇迹 赵两将军与中郎将养出击 强弩出 将四千余人 破枪斩首两千级 中郎将养斩首将者一二千余级 而冲国所将附得五千余人 赵罢兵 独冲国流屯田 六大司农朱一簇 尚以其巡礼 闽习之 赵赐其紫黄金百金 以奉其祭祀 七世岁 前将军 龙俄侯汗增卫大司马 车其将军 八丁令比三岁超到匈奴 杀略数千人 匈奴潜万于其网集之 无所得 神诀二年 新有 公元前六零年 一春二月以凤凰甘露匠及京师 射天下 二下五月 赵冲国奏言 枪本可五万人均 凡斩首七千六百级 将者三万一千二百人 逆和黄 饥饿者五六千人 定计以托与监拱 皇帝巨王者不过四千人 枪迷忘等自鬼必得 请霸屯兵 奏可 冲国阵屡而还 所善好心赐淫说冲国曰 众人皆已破枪 强弩出击 多斩首 升降 鲁已破坏 然有使者已为鲁是穷困 兵虽不出 必自服已 将军及剑 已归功于二将军出击 非于臣所及 如此 将军继位师也 冲国曰 无年老义 爵位以及 其嫌罚义时事已七名主栽 兵士 国之大事 当位后法 老臣不已于命 依未陛下名言兵之利害 猝死 谁当赋言之者 猝以其一对 尚然奇迹 霸潜心五贤归九泉太守官 冲国附位后将军 少年老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军 军 丘 羌若陵 黎流 且种 而库共斩仙陵大豪尤飞 杨玉守 及诸豪帝则 杨雕 梁儿 迷望皆率兼拱 皇帝之属四千余人将 汉丰若陵 帝则二人位率众王 于皆位侯 位军 出至京城属国以处将枪 赵举可护枪效位者 十冲国并 四府举心五贤小弟汤 冲国聚起 奏 汤十九 不可点满仪 不如汤凶灵重 十汤以拜寿节 有赵更用灵重 后灵重并免 五府赴举汤 汤树罪续枪人 枪人反叛 促如冲国之言 新五贤深恨冲国 尚书告中郎将养谢沈忠宇 下力 自杀